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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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屋 下屋 滅 此次沉水,是过去了十万年,还是百万年,我又为何苏醒在这里? 此地起码混乱,不适合修炼。 我得出去探索一番,弄清楚如今到底是什么局势。 小赞,是谁? 你究竟要自言自译到什么时候啊? 古王我鬼灭深渊,看守神魔墓园这么多年,总算是有人爬出来了,嘿嘿嘿嘿嘿,我终于是可以离开了,嘿嘿嘿嘿嘿。 神魔墓园?我的身体本被困于混沌于局部队,现在出现在这里。 我之前从未听闻,此地位于荒谷大陆的什么位置? 我天地干赴,荒谷崩起,早在十万年前,它就已经分裂成无数碎片了。 说啊,嘿嘿嘿嘿,我们所在这块大陆的,被称为是神海大陆。 那盗空天地,灵晓仙女,以及七十二位准帝,现在何处? 他们呢,传说在五万年前,就在最后一战中东东失踪了。 最后一战?我明白了,无数年的布局,神魂飘荡天地,还要无数精彩绝映的大地。 是,终于在五万年前,上盗空,灵晓,及七十二位小友抓住了一次机会。 是你们有生命换回我的身体。 这次就由我亲自来篡改天地运势,杀回混沌鱼,以为诸位在天之灵。 喂,猴子,附近可有门派,我需要个修炼的地方。 叫我鬼灭神远,听到没? 离这里最近的门派,名叫林新总。 酸酸日子们,今儿正是他们入门考核的日子,你通过这个传送阵,便可马上到达。 到那儿可以报我的名字,这方圆百里还没人敢不给我面子呢。 根据神魔木质记载啊。 我先走了,你去忙你的吧,小猴子。 混账,我最讨厌别人叫我猴子了。 打了几百年的守墓园,没想到就等到这么个没良心的啊。 我是不会跟你混的,不会的,不跟你混。 没想到数万年过去,林新总竟已衰败至此。 像当初林小仙子创立死门派时,也算是盛极一时。 但如今我一见繁体,正需要这个条本来修炼。 山主,你可是来参加灵溪宗的考核的。 若能入宗,也无不可。 入门考核的报名期已过,如果没有推荐人,就请原路返回吧。 推荐人? 鬼面神缘,可不可以。 鬼面神缘,那个怪物的话,应该行。 不行也得行啊,谁敢来鬼面神缘推荐的人啊。 请进,拿着这块令牌,即可参加试炼。 多谢。 江公子第一! 刘小姐第一! 江公子第一! 刘小姐第一! 比如说,江流两家从世俗界就处处对抗,今天就让我们在这灵溪宗的考核上一决雌雄吧。 江青城,你可瞧好了,看我不费春暉之力阴下考核。 说大话谁都会,还是劝你快点让路让本少爷夺得第一。 你算什么东西,也非叫我让路。 看见能够加入柳队人吗? 应是加入柳小姐这边啊。 毕竟无论选谁,都会得罪例外一方。 小子,本少爷赏你个效忠我的机会,来我这里吧。 跟着我柳如旭,以后谁敢欺负你,我会替你做主。 没兴趣。 我现在还未重启修为,只不信修行体数了,正好在灵溪宗里有我需要的资源。 给你脸了是吧,我再说最后一遍,给本少爷滚过来。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来听蒋公子教训你。 这小子竟然没有一点修为波动。 我们跟一个凡人这么认真干什么? 看在你是个废物的份上,本公子就饶你一命。 哇,看着这么淡定,原来都是装的。 亏得我刚对他提起点兴趣。 宗门之内,不得喧哗。 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入门考核第一关,闯问道林。 道星月坚定者走出问道林的用时越短,排名末尾的诗人直接淘汰。 考核正式开始。 考核正式开始。 小的们,跟着我。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连闯三关,成为精英弟子。 走,我们也跟上。 绝对不能让江青城先出问道林。 温道林就是不不明的力量,才少了我们的兴致。 都过来,我这里有签心珠,会减轻温道林对你们的干扰。 温道林还得看江少爷的,不愧是江少爷。 柳小姐,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没大药。 越着急,越会被扰乱到心。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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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什么? 镇心诀。 感觉好多了。 柳小姐居然练成了。 问道林? 时隔几万年,早已经没有人可以扰乱半身的。 当年无心大帝为我不想乱心地震,一般天际,可惜最终也失败了。 后来灵脚先子取其一脚,练成问道林。 这一脚微能,便可困住半身。 于是幽幽万岁之后,也与灵溪总一同没落了。 哎,江少爷,你看他刚进来就站那儿不动了。 这不会是迷失心智,变成了傻子吧? 一见烦人,不用管他,我们走。 随便。 你没事吧? 镇心诀对我无效,你不必管我了。 还好,你还没有被问道林搞傻。 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振兴诀啊? 话说你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我叫陆辰。 但我劝你还是不要和我扯上关系为好。 无论如何,你也是好心帮我,我便送你三个字。 八戒狗。 放肆! 柳小姐好心救你! 你竟然辱骂柳小姐八戒狗! 我看你是找打是不是! 算了,该帮的我们已经帮了。 他既然不领情,也就不用管他了。 八戒狗。 没想到八戒狗这句秘药,则问道林依然管用我。 当年,问道林入口处,经常有一只赖屁狗守在那里。 每当见到灵巧仙子,便上去巴结两句。 灵巧仙子与他相熟, 取笑它是一只八戒狗, 于是便把问道林通行的密药 设置成八戒狗三个字。 只是不知道,那只赖屁狗如今还在不在灵犀索。 怎么感觉有人在叫我的小名呢? 已经不知道多少万年没人叫了。 哎,应该是错觉吧。 问道林不但威力不在,面积也缩小得不少。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呢。 陈师兄,这次问道林考核,你觉得最快出来的要用多长时间? 三天,还是五天? 这次的考核弟子中,江青城和柳如旭都是资质上城。 他们考核之前就在家族中接受修炼,我觉得三天足矣。 向黄旗预警啊? 这说明有人通过了,问道林。 不可能。 好核才只过了一个时辰,怎么可能有人通过? 可是向黄旗响了一声,说明有一人通过问道林。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哎呀,不用。 一定是这件姓黄旗法宝,常年无人祭脸,预警时出错了。 来,师弟,我们继续喝茶。 好的,师兄。 我,我撑不下去了。 这里太恐怖了。 救命啊! 小小姐,救命啊! 这里新决? 连续三日试战真心诀,我体内的灵力根本扛不住啊。 而且,这才刚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 也不知道,那个叫陆辰的小子怎么样了。 哈林总是竟然还敢骂我,骂我发起口。 嗯?什么情况? 我还没施展真心诀呢? 这些乱性怪灵怎么就自己跑了? 有点不对劲。 你别追我! 怪灵还在攻击扰乱其他人的心神。 难道说刚才? 这事虽然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 还是验证一下吧? 大姐狗! 竟然真的是如此? 陆辰那家伙竟然知道如此甜大的秘密。 你们都跟紧我,前方便是终点牌楼了。 然后见证本少爷作为第一名走出问道林时的英姿吧。 江青城,拿着青星珠闯出来,你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的舌头。 没想到你也能坚持到了这里,我先前倒是小看你了。 不过,这问道林的第一名,我江青城拿定了。 你休想和我争。 第一名? 在你我之前,可早就有人过了这终点牌楼。 什么? 第一名? 在你我之前,可早就有人过了这终点牌楼。 什么? 你说有人先与我们完成考核? 可笑,你我带来的人都在这儿。 难不成你说的是那个没有修为的废? 没什么可笑的,而且我敢确定,这个人就是你口中的废。 柳如旭,你要是想拖住我,麻烦找点好理由。 那个废物估计现在是死是活都说不准了。 他现在如果出现,我江青城当场给他跪下。 本少爷才是第一个走出问道林的人。 你说要给我? 什么人? 陆辰,你怎么能在这儿? 陆辰,你果然第一个出来了。 温道林的事情是我误会你了,多谢你。 不谢。 刚才是谁说我要是第一个出了温道林,就要给我跪这儿的。 不可能,你肯定作弊了。 我敢了交代,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我怎么出来的你不用管,先再履行你的承诺吧。 可恶,一个毫无修为的废人,也敢和我江青城耍横。 弄死你这小屁丝。 老金,是江家的段青城。 你从青城,就是要知陆辰与死地啊。 这股压力,怎么回事? 既然不贵,他就老是趴着。 你小子,怎么能有如此高的行为?不可能。 那边怎么回事? 有人在借用温道林的力量。 温道林是师祖亲自炼制。 只有我们手上的控制之物才能借用。 是有蹊跷,去前面看看。 怎么回事? 二位师兄,我要举报。 这小子,他一见凡人,怎么可能第一个走出温道林? 请二位师兄严查。 不能让这些贼子进入灵溪宗。 你是何时出的温道林? 三天前。 三天前? 这么说。 那时候星皇骑的提醒是真的。 可那时候,距离他们进入才不到两个时辰吧? 陆辰,我关你烦体烦命,体内没有丝毫修为,为何会第一个出温道林? 两位师兄不必着急。 这件事其实我也知道。 陆辰知道通行温道林的三字秘语,才一路畅通无阻地通过了温道林。 三字秘语? 早在几万年前,秘语就失传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么刚才,也是你在借用温道林的力量对付江青城? 不错。 事物? 不信的话,你们可以问鬼灭神员。 解释起了他麻烦,还是先推给鬼灭神员吧。 又是鬼灭神员? 此时非同小可,我去禀报长安。 你们在此等候。 陆辰,你刚才很威风啊,原来是借助温道林的力量。 你最好别惹我,这是对你的忠告,也是为你好。 别人以为提了鬼灭神员你就了不起。 废物的话,我可一点也不信。 和这种人根本无法正常交流啊。 诸位长老,此时的经过就是这样。 竟然有人知道灵巧师祖留下来的阵法秘语。 这事情你们怎么看? 嗯,虽然不清楚陆辰是如何结交上的鬼灭神员。 若情况属实,呃,我们灵溪宗可靠此镇兽外敌, 也顺便能打听灵溪宗失传的玉清灵体的修炼法呀。 环令下去,陆辰发现灵溪宗问道林蜜语, 奖励藏宝阁第一层,任选一件宝贝。 是。 掌门无文昂令。 陆辰发现问道林蜜语,有功于灵溪宗, 奖励开放藏宝阁第一层,任选一件宝贝。 啥?这小子不倒没有术法? 还得到了奖励?怎么回事? 藏宝阁,利明各种宝贝英勇尽。 虽然只开放一层,但也是一场大机缘。 陆师弟,跟我走吧。 选完东西,接下来还要闯第二关。 掌门特意嘱咐,陆师弟如果能从鬼灭神员那里, 留到玉清灵体修炼的知言片语, 便是为宗门立下大功。 玉清灵体?怪不得。 当年的灵巧仙,以九大仙体中的玉清灵体纵合无敌, 并传下后天修炼之法。 日后灵溪宗,这才一跃成为荒谷大陆第一梯队的仙宗大派。 现在我们眼前这名弟子, 虽然修为不错, 但是身上没有一点玉清灵体的痕迹。 看来玉清灵体的后天修炼之法, 终究是失传了。 陆师弟,进去吧。 记住,只能在第一层挑选, 只能选择一件宝贝。 作为师兄, 我在这里提醒你一句, 你现在没有任何修为, 我建议你选一套入门的修炼功法, 这样你才能快速成长起来。 恭喜。 五万年前遍地仙地宝藏, 这里就像是一个简陋的杂货铺。 那谁? 竟然在这里, 我一直以为它遗落在混沌鱼。 陆师弟, 你进入一趟, 就拿了这么个苍蝇拍子出来。 它叫昆蓬拍, 上打无良神魔, 下打奸命贼子。 唉,陆师弟, 你可知道你浪费一次多么珍贵的机会。 唉, 现在说什么也都晚了, 我们去集合点吧。 并告七长老, 此次通过问道林考核的弟子都在此地, 可以开启第二场测试了。 恭喜各位正式成为灵溪宗几名弟子。 接下来进行第二场, 通过者称为灵溪宗内风入室弟子。 测试的内容很简单, 进入前方的坟田谷, 并提升自己的修为。 修为的提升会直接影响到你们的排名。 需要重点提醒大家的是, 参加测试的还有历年来想要晋升入室的记名弟子。 他们将和你们一同争夺着仅有的二十个入室弟子名额。 长老, 这样的测试是不是有些不公平? 有陆臣这样没有修为的弟子, 他进入后根本没办法提升修为啊。 柳如去, 陆臣那是纯粹叫活干。 好不容易进了一次藏宝阁, 不选一本开启修为的秘籍, 竟然选了个苍蝇拍子出来。 真是没眼界的傻缺。 大道无情, 修道之路乃是显路绝路, 运气和实力缺一不可。 总之, 前方的山谷一不小心就会丢掉性命, 想退出还来得及。 听说记名弟子和入室弟子, 赞灵溪总完全是两种待遇。 既然来了, 总要赌一把。 既然无人退出, 那就开始吧。 进入坟天湖了, 大家小心点。 赌晨, 你可小心着点, 毕竟你这样的废物。 赌晨, 第二场测试你跟着我们一起行动吧。 有我在, 江青城不敢对你怎么样。 我虽然不用别人帮助, 但入灵溪宗修行, 毕竟也要与人打交道, 不妨就从柳如去开始。 陆辰, 你以为你当小白脸, 就躲得了吗? 实话告诉你们, 这次参加考核的记名弟子中, 有我大表哥江大海, 他在灵溪宗一直修炼了五年, 刻意等我一起参加这次考核。 柳如旭, 你自身都难保, 还想保护这小子。 石头自己动了, 不好, 大家小心躲避。 啊, 快跑啊。 陆天星一致, 这种石灵不但要管好他一步, 更主要的务必, 应该是把大家分散开了。 那,那,那, 陆辰, 你跟紧我, 否则我也没有太多余力保护你。 无妨, 有陆天星一步容易破坏此战, 没趣自如。 哦, 好险, 终于出来了。 这处石阵把我们都分开了, 现在只剩你我二人。 陆辰, 你千万不要自己到处乱跑, 跟紧我, 毕竟这里还有很多历年来修为高山的姬名弟子。 走吧。 啊? 小心, 有人过来了。 你们两人是新入门参加考核的弟子吧? 哦, 不错, 你是…… 这位是郑明师兄, 在寄名弟子中, 实力排名可是前五的存在。 啊, 见过师兄, 我叫柳如旭, 我身边这位是陆辰。 大家既然遇见了, 也算是缘分。 师弟师妹, 接下来不如一起行动, 也好有个照应, 怎么样? 啊, 郑师兄肯带着我们, 那是再好不过。 郑师兄虽然有心帮你们,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得先熟悉一下彼此, 这样。 哦, 师兄客气了。 哪里哪里, 师妹实在是你我等, 刮目相看。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是靠大把的丹药堆积起来的修为罢了, 实战可未必比得了我们。 小子, 你叫陆辰是吧? 你怎么不报一下修为? 误会师兄师姐, 陆辰是和我一起的, 他, 他现在还没开启修为。 晦气, 我之前没有在他身上感觉到修为波动, 还以为是个隐藏高手呢。 一个大男人靠女人保护, 算什么本事? 好了, 大家既然都已经互相认识了, 那出发前, 我先和大家声明。 等会儿, 要是寻到了什么宝贝, 便以大家各自出力多少来分配。 柳师妹可有意见? 哦, 我没有意见, 正师兄就住便可。 乌尘, 他们刚才的话你不要在意, 毕竟修行意图, 强者就是真理, 你争取在这处山谷中找到一些机缘, 顺利开启修为。 我并不在意。 前方有股剧烈的灵气波动, 应该是可以开启体效的精识, 看来我运气不错。 快看, 是无精识, 好多的无精识。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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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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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 不对, 你, 柳师妹, 怎么了, 何故把捡到的无精识扔掉? 正师兄,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无精识吸收极慢, 根本不适合在考核试炼这种情况下进行修炼, 而这里出现如此多的无精识, 恐怕是, 柳师妹的意思是, 这其实也是宗门试炼的一部分。 不错, 这些无精识本身就是个累赘, 对于我们后面的影响极大, 所以, 我建议大家放弃这些银头小利, 去后面, 掀找最有价值的东西, 能更快速突破修为的宝物, 白高兴一场, 为了后面的失恋, 都扔掉吧。 陆尘, 不要捡了, 你本身没有修为, 这些无精识只会拖累你。 无行, 这些无精识对我有用, 无精识用于提升修, 吸收起来确实可怕, 但如果用来萃体, 则是极其快速且有效的一种零食, 不过需要配合, 我与盗工那小子创造特殊秘方。 果然是香巴佬, 见到点好东西就撒不开手了。 如果拖累了我们, 可别怪我们扔下你不管。 柳师妹, 不如我们先行去前面探路, 后续让他自己再追上来, 如何? 陆尘, 没听到郑师兄的话吗? 不要捡了, 赶紧走了。 你们先走, 不用等我。 柳师妹, 既然陆尘如此说了, 我们出发吧。 好吧, 你自己小心啊, 有危险, 记得大声叫我。 穷鬼, 没见过世面。 现在我先利用这些乌精石, 淬炼体质, 开启万物最霸道的一种体质。 霸体。 霸体是唯一被后天创造出来的体质, 我威力不属于任何先天体质。 当年我和道工也是苦苦钻研了上千年, 穷极古今之法, 才完全创造出这个后天霸体之术。 开启霸体需要的能量巨大, 绝不能半途而飞。 如果我没猜错, 这里应该是一座乌精石矿脉。 把这座小山脉全部吸收了, 应该够我开启霸体了。 密码龙吸收。 好浓郁的冷凉, 这确实是一座乌精石矿脉。 看来灵犀宗这些年, 并未把家庭完全摆光啊。 差不多了, 共平霸体, 开启! 什么声音? 那不是露晨所在的方向吗? 出什么事了? 露晨恐怕有危险了, 我去救他。 刘师妹, 先不要过去。 郑师兄, 陆师兄, 刘一财, 去探一下状况。 好。 师兄, 我检查过了, 那边的识人好像没什么危险。 刘师妹, 过了这么长时间, 陆山还未返回, 不必再等了。 是啊, 走吧, 他估计早就死了。 谁说我死了? 这小子竟然没死。 陆成, 他好了, 你没事。 竟然没死, 赶紧出发吧。 为了这个废物, 耽误太长时间了。 陆成, 以后别离开队伍了, 不然, 我也很难保护到你。 无妨, 不用管我。 你照顾好自己便可。 这个陆成毫无羞违, 却如此傲气, 真是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自信。 这些神造型栩栩如生, 这一处试炼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有危险。 你乍乍乎乎个屁啊, 吓了老子一跳, 危险在哪儿呢? 就是, 还轮到找你来提醒我们危险。 刘师兄刚才早就探查过。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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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十项围攻过来了! 嘿! 嘿! 啊! 这些事好强! 啊! 啊! 坏了! 躲不开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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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险! 刘师妹, 你没事吧? 啊! 没事! 刚才多谢郑师兄扔的石头, 救了我一命! 石头? 什么石头? 我并没有扔啊! 啊! 不是你! 那是谁! 刘师兄和沈师姐都受伤! 啊! 难道是! 开启霸铁之后, 这些石像的攻击速度, 在我看来和温流没什么区别。 这小子被吓傻了吧! 就这么直接走过来! 不过, 这个陆成运气也太好了吧! 这么多石像都查不到他! 啊! 啊! 陆成那个傻子把石人吸引过来了! 城市不足, 办事有余! 赶紧跑! 诸位师兄、师姐, 先等等!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我们合力打倒这尊石人, 如何? 打, 打倒石人? 这石人实力强悍, 万一…… 郑师兄, 这里既然设置如此多的石人, 肯定是有特别之处。 啊, 行, 我们就试试, 不过有危险, 我们要立即撤离。 这是次人, 我来攻击他的头部, 各位师兄师姐攻击他的腿部。 石人已经住不住了, 各位师兄师姐, 继续攻击! 柳如旭悟省极好, 也极其聪谋, 看事物怎么能抓出药点。 不白费我把这尊石人引过来, 希望他不要这么变了雏星。 打碎他又有什么用? 整个就是一堆破石头吗? 师兄说错了, 这可不是一堆破石头, 你们看, 正是从石人碎裂的身体里找到的。 这是, 提升修为的元气石? 哦, 真的是元气石啊, 据说吸收一枚, 可以提升一个小禁键。 我明白了, 这处试炼的目的就是打倒石人, 夺取里面的元气石提升修为。 既然如此, 那还漏着干嘛, 赶紧去打石人呢。 等等, 先讨论一下, 战利品该怎么分配。 毕竟, 论战斗力只有我们四个, 某人可完全是个白色。 不错, 陆辰不出力就能得到战利品, 这说不过去。 陆辰没有修为, 这是事实, 我很难为他辩解什么。 不如这样吧, 他刚才吸引石人过来的时候, 做得不错, 就让他专门负责吸引单个石人, 我们再集中攻击。 吸引石人, 这会不会太危险了? 柳师妹, 我被修饰, 不经历凶险, 怎会有高深的修为? 这是陆辰。 闻事, 众所周知, 元气石是紫色或者红色的, 哪有黑色? 这不用你管, 你们只要答应我即可。 既然如此, 我答应你, 行动吗? 别说这世间没有黑色的元气石, 就算有, 你也拿不到。 在吸引石人的过程中, 那个废物, 休息活下来。 这小子运气爆棚啊, 这样都没有被诗人攻击的。 诸位师兄师姐, 该我们上了。 好, 多打几个诗人, 这次紧急入室弟子, 再画像。 是红色的元气石。 收获不错, 继续上。 是紫色的元气石。 我靠, 怎么会…… 出什么事了? 黑, 黑色的元气石, 真的有黑色的元气石。 硬龙丹,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 我确实运气不错。 好浓郁的元气能量, 这一枚, 竟胜过十枚普通的元气石。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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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暴动了! 啊? 不好, 赶紧离开这里。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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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怕了, 那些诗人怎么突然间, 全部暴动了? 会不会和这颗黑色的元气石有关? 啊? 多半和它有关, 陆尘蒙对了, 确实有黑色的元气石。 啊? 陆尘? 对了, 陆尘呢? 刚才诗人暴动, 陆尘该不会没逃出来吧? 没逃出来啊, 是他自己没本事。 再说了, 现在我们手中只有四颗元气石, 它来了, 也不够分哪。 我在这儿。 黑色的元气石。 给我。 给你? 凭什么? 你倒是好意思, 张嘴就要价值最高的黑色元气石。 这是之前决定好的, 你想要耍赖? 陆尘蒙别急, 现在诗人暴动, 我们不可再回去。 而元气石只有四块, 我们却有五个人。 如何分配, 还要大家共同决定才好。 毕竟, 大家都是出过力的。 不错, 如何分配大家决定? 柳师妹觉得如何? 我, 我没意见。 我觉得, 元气石应该按各自出力多少来分配。 这里除了陆尘都是击沙石人的主力, 而陆尘毫无实力, 出力也最少, 这元气石就别要了吧。 哎, 沈师妹这话说得欠妥, 陆尘蒙怎么说也算是出了一点力的。 既然元气石得不到, 不如我们补偿它一些银两如何? 郑师兄果然大度, 处事公道, 我们就每人补给他一百两银子吧, 这样回去之后, 也能买上几亩地, 也够他生活了。 很好, 我只是出了一点力。 你们觉得, 我这颗黑色元气石, 是你们花点银两就可以弥补的? 你们觉得, 你们任何一个人去吸引石像, 都能像我一样全身而退吗? 最重要的是, 你们亲口答应过, 黑色元气石, 归我, 所以, 给我。 陆尘,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是大家的决定。 大家的决定? 你们四人全是如此想法, 打算侵吞我的黑色元气石? 不错。 这是我们一致的决定。 我明白了, 这个女人, 终究还是凡夫俗此一枚。 罢了, 既然如此, 你也就错过了这场惊天的大机缘。 陆尘, 也别说我们欺负你这个凡人。 这样,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放弃黑色元气石, 我们继续带着你, 并且保护你的安全。 第二, 黑色元气石给你, 但你必须和我们分开。 毕竟带着你对于我们来说是个累赘。 元气石给我。 你当真选择第二条? 给我? 好, 这是你自己选的, 别后悔。 给它。 小子, 元气石可要看好了, 毕竟宝贝要有相应的实力才可以重新复活效应了。 陆尘, 你太狂妄了, 你不过就是一件凡人, 不知道哪来的资本。 没有我的庇物, 你活不过一个时辰。 是吗? 你可知道, 要是没有我, 你早就死了。 休死里。 行, 这是你自己选的, 希望你别后悔。 小子, 赶紧滚吧, 别再让我见到你。 匹夫无罪, 怀必弃罪。 本来你还可以活命。 既然这样, 黑色元气石先存在你那里, 待会儿娶你性命。 陆尘, 梦下黑色元气石, 给证明师兄赔礼道歉, 你还可以留下来。 上午道歉, 你们也配。 刘如旭, 你都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无论是非, 莫忘初心。 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忠告。 混蛋, 你就是个固执的混蛋。 你就是个固执的混蛋。 念你修行不义, 速速离去, 把身后的灵果让与我。 三级剑池湖, 应该是这处试炼最高等级的灵兽。 而剑池湖守护的这枚灵果, 也是此次试炼品级最高的灵果了。 既然灵果已得到, 白出去了。 清城, 你要对付的那几人怎么还没出现, 不会是在里面出不来了吧? 表哥, 反正还有一个时辰, 试炼就要结束了, 我们再等等又何妨? 出不来最好, 要是出来了, 那就有好看的了。 来了, 那边有人过来了。 我靠, 是这小子, 他是怎么出来的? 清城, 何故如此惊讶, 那小子修为很高。 表哥, 恰恰相反, 那小子就是个普通人, 根本没有任何修为, 我很好奇他一个人, 是怎么从如此危险的失恋之地中活下来的? 站住! 不是, 果然没有任何修为。 算了, 这种废物也不值得我们出手, 让他过去吧。 过去也行? 陆辰, 我早就看你不爽了, 你要是想通过这里, 就从我的胯底下钻过去。 江青城, 我给你个忠告, 招惹我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还给我忠告? 你一个垃圾般的烦人, 能不能别这么搞笑? 我懒得和你废话, 你钻不钻? 不钻, 我就把你打成残废。 江少, 那边又有人过来了? 表哥, 柳如旭那个女人来了? 事情好像有点难办啊, 柳如旭身边那个人是郑明, 郑明和我实力一样, 我虽然不怕她, 但要是打起来, 总归是个麻烦。 没想到柳如旭还棒上了一个如此厉害的高手。 表哥, 不管怎样, 一定不能放过柳如旭, 不然以他的辞职, 将成为我们江家的劲敌。 我明白。 郑明师兄, 前面的人叫江青城, 是和我一起参加试炼的弟子, 他估计会找我麻烦。 刘师妹, 放心, 那个叫什么江青城的, 依仗的无非是江大海, 但我证明还不把他放在眼里。 江青城, 把路让开。 上开? 可以啊, 你自费修为, 然后你柳家承认以我江家为尊。 你做梦。 江大海, 我的路你也敢拦? 证明, 你自然是可以过去的, 但是柳如旭, 必须要留下。 留下柳师妹, 不可能。 证明, 为了一个试炼弟子和我江家反目成仇, 值得吗? 要是一般的试炼弟子, 我自然不会管, 也犯不着和你们为难。 但柳师妹不是一般的试炼弟子。 柳师妹和我情投意合, 已经和我结为双修盗链。 什么? 哪真如此? 看柳如旭的表情可不太像啊。 柳师妹, 你说是不是? 这, 是的, 我和郑明师兄已经死定终身, 现在也是权宜之气, 暂且假装答应下来。 柳如旭, 我没想到你竟然如此自甘堕落, 现在的人气时。 龙城, 你拿了个苍蝇拍子扎扎啥, 你个苍蝇一般的东西, 不嫌丢人吗? 你小子运气真是好, 一个凡人竟然没死在这儿, 还真走出来了。 你们在我眼里连只苍蝇都过, 再一再二不再三, 再敢对我不敬, 我就拍死你们。 我看你失心疯了, 敢这么对我说话? 我们的账还没算完呢。 诸位, 陆臣那里有一枚元气石, 灵气石平常元气石十倍不止, 他一个凡人, 留着也无用。 不如先把元气石拿过来, 我们再慢慢算长如何。 石被灵气的元气石? 竟然还有这样稀奇的宝贝, 那我可要开开眼。 陆臣, 我给你个机会, 你现在给我跪下道个歉, 然后说声爷爷我错了。 可我东西, 不知悔改。 还嘴硬, 找打! 刘异财! 他摸死过去了。 能一击打晕刘异财? 不是普通人,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们惹不起的人。 站住! 出手如此狠辣, 留你不得。 找路? 刘异财刚刚没有防备, 才被你偷袭打倒。 你真以为自己会个三脚猫功夫, 就能…… 小子, 敢伤我师弟师妹, 看来是留你不得了。 先前我不搭理你们, 是我大度, 不越和你们一般见识。 现在我不高兴了, 给我道歉。 让我给你道歉? 好, 你能吃住我这件, 我就给你道歉。 陆臣, 赶紧给证明师兄跪下认错, 我这是为了你好, 不然, 你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柳如婿, 是无测诺。 你, 你自生自灭吧。 死, 困着。 怎么, 你要为这个废物出头? 郑师兄误会了, 我就算为陆臣出头, 又怎么是你的对手?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等会儿干掉了这小子, 他手中那枚十倍灵气的元气石, 归分了所有。 自然是各凭本事, 谁先拿到手, 归谁所有。 既然如此, 小哥, 你也一起出手吧。 证明, 今日我们二人就比一比, 看看到底谁先干掉这小子。 我可以, 小子, 在老师傅江大海的三万虎之下, 你也算开了眼界了。 一种啲 вес语。 鱼鱼鱼鱼的一个人。 增添尾宝语。 是吗? 怎么可能? 为尊, 你在他让我? 我要把你死 是万岁 张明 这是不是就被打倒了 刚才冒犯高人 还请恕罪 看在我们不知的份上 还请高人饶顾我们这次 我将大海 在这里向你赔罪 表哥 你怎么向他赔罪 闭嘴 我这人做事向来公道 一报还一报 你们这些人 都给我过来 每人挨一板子 我就饶了你们 公才 我承认我今天看走眼了 但你也不要得尊进尺 今日这事就死作罢 我们互不追究 表哥 你干什么 路先生道歉 然后乖乖挨一牌子 表哥 你让我给一个废话道歉 按照我说的做 不然我立刻打射你的腿 对不起 乐师 你给我等着 周师兄 你没事吧 柳师妹 我看路神太过弱小 刚才故意对他手下留情 对他的攻击 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没想到他竟然不知好歹 倒打一耙 路晨 你听到了吗 郑师兄故意让着你 你却如此对他 简直太过分了 柳如旭 你现在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简直没救了 还不如这个傻大个儿 看得先行事 蠢货 表哥 我不明白 连你也要对他背功屈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 我也不太明白 但我刚才对他出手 可 我不信他还能通过这次考核 这处试炼最高品阶的灵魂 果然无法让我们开启修为 哪怕让那道修为之门晃上一晃都不行 开启霸体 用了一座无金石矿山 开启修为 又要用掉几座大山呢 热面石骨便是可以测试你们此次试炼的成绩 在测试中 修为提升了多少 石骨会自动测试出来 开始吧 刘易财 修为增长二净 通过测试 郑师兄 刘易财通过了 这么看来我们都能通过测试 成为入室弟子了 王云生 修为增长一净 未通过测试 刘易财 修为增长三净 通过测试 陈魏 通过测试 罗西 未通过测试 最后一位 武尘上来测试 陆陈这家伙 虽然有些不同之处 但看起来还是没有丝毫修为 我敢打赌 他肯定通不过测试 陆陈 修为增长为零 未通过测试 果然如此 我就说 这小子就是个废物 测试完毕 通过测试者称为灵溪宗入室弟子 未通过者返回山下 继续做机名弟子 我修为编尾开启 可否换种测试方法 比如测试实力 去去去去 一边去 说过 测试完毕 没有通过就滚回山下去 做机名弟子 这是规矩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希望你可以变通一些 还敢教训本长老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为了你一个落选弟子 改变灵溪宗的规矩 你不感觉这是在做白日梦吗 我不觉得 灵溪宗的长老 不该如此无奋 欺杀老夫 如此不可调 行 你不是说要测试实力吗 哎 以后本长老比比 我看看你的实力如何 刘长老 废了这个狂妄的家伙 敢对你如此不敬 因为你是个后辈 你先出手吧 则老夫出手 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 不自量力 陆晨这次不被刘长老打残 我跪着吃屎 这小子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好 软绵绵绵的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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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老 我现在算通过了吧 通过了 通过了 这些人已经成为我灵溪宗入室弟子 带他们下去吧 我们陪给哥哥堂主交手宪法 是 众位师弟 随我来 慢着 你还想干什么 我来灵溪宗并不是要成为入室弟子 啊 不想成为入室弟子 那你想干什么 我想做灵溪宗首座 我 我看你是疯了吗 让你两招 让你偷袭成功 你就不知道自己姓谁名谁了 学成弟子没有意义 只有首座才能无限使用灵溪宗的资源 所以 我要建掌门 我真是真疯还是装疯啊 这种话也敢说 要知道首座 可是所有弟子之手 待掌门行事 权力极大 不管风没风 敢如此猖狂 有的是人收拾他 你刚入门不到半天 不但想要建掌门还要成为首座 我真不知道 你为何会有如此荒谬的想法 你可知道首座代表了什么吗 首座将来继承 掌门之位 我日后可能不会担惹灵溪宗的掌门 但我绝对会把灵溪宗 培养成这片大陆上的最强的宗门 你的一本正将吹牛皮的样子 我差点信了 今天我算是见识吧 天底下还有你这种无知的狂人 想见掌门你还没有资格 再胡闹下去可别怪 本长老让执法堂教训你 只是想见掌门 这次装的有点大了 八戒狗 八戒狗 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难道我没听错 八戒狗 苏晨 你顺心疯了吧 赶紧滚下来 张老 这家伙就是胡闹 我建议直接把他交给执法堂 花戒狗 我瞧 谁在喊我 这声音怎么有些耳熟 花戒狗 再不来我帮你炖了 原来是他 我说怎么声音这么熟悉 赶紧去见他 那人脾气可不好 说不定真把我炖了 可老子 坚持胡闹 给我下来 路晨活干 这下装博装翻天了吧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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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强的气势 不感觉 我连气都传不过来了 闭嘴 真的是他 真的是那位爷 他不是被困在混沌域的绝困之地 他怎么出来了 花戒狗 带我去熊云峰大殿见掌闻 那位肯定是绝世大药 浑身散发的妖气太凶悍了 六长老 灵溪宗怎么会有如此大药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没猜错 刚才那个灵兽 应该是灵溪宗传说中的那位 狗祖宗 什么 什么 狗祖宗 传说灵溪宗的最强护法 不对啊 那位狗祖宗不是和灵巧师祖同一个年代吗 是啊 听说那位狗祖宗最是讨灵巧师祖喜欢 几万年了 他怎么会再次出现 而且还拖着陆尘走了 这个 就不是我知道的了 不过 那只灵兽八九不离十就是狗祖宗 因为后山寺堂还挂着狗祖宗的画像 简直一模一样 此事事关重大 大家不得丝毫外传 我现在马上前去熊渊峰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陆尘 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为什么你总是出人意料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陆尘他就是个不能修行的废物 替我强些又能怎么样 表哥 此事要告诉四叔 绝不能让陆尘翻出浪花来 京城 四叔身为灵溪宗长老 一举一动牵扯甚广 还要从长计议 母亲情况再做决定 上门 今日金某上门 已经说明来意 灵溪宗合并进入我大和宗 是有利于你灵溪宗千秋万代的好事啊 不可能 大和宗欺人太善 何必 做得好听 还不是你们大和宗要吞并我灵溪宗 吞并你们又怎样 我大和宗想灭掉你们灵溪宗 只不过是说句话的事 新堂主 这里是灵溪宗 你一个大和宗的小小堂主 敢这么和我们掌门说话 笑话 还以为你们灵溪宗是多么了不起的门派吗 要是你们的老祖宗还有一个活着 我自知吧 现在灵溪宗连三流门派都不留 对付你们这帮废物 我一个堂主绰绰有余 妄死 这习宗可杀不可辱 切人太善 宗欺宗 伤何破碎权 没练脱权益的权法 也敢丢人现眼 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山河破碎权 我滚 什么 他怎么会 你 你怎么会有我灵溪宗的不传之秘 上河破碎权 不传之秘 以后灵溪宗所有功法都归我大河宗 你活来不传之秘 定有人背叛了灵溪宗 让你大河宗 学会了山河破碎权 可 可 可 我 你谁敢偷袭本座 简直是 是他 没错 真的是 狗祖宗 西宗掌门吴文昂 先诸位长老 拜见狗祖宗 你全含糊 郑祖宗在这里 你们拜见我干啥 其 其人太甚 我堂堂大河宗 堂出 敬畏门的安算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陆尘 是这次参加试炼的弟子 陆尘 我想起来了 就是你利用密语闯过了问道林 不错 你有何事 我要做灵犀宗的首座 嗯 这 天不惭 你一个刚通过试炼的 何德何能做首座 首座是当做下一任掌门培养的 你以为是儿戏吗 一群汉货 一个首座而已 你给这位不就完了 就是掌门给了他 也是你们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本 我不是和你说 这是我的决定 黄死 你算什么东西 狗祖宗 你这是 后辈弟子 怎么是这么一群憨慌 当年灵巧 仙子何等从 见了这位都是毕恭毕敬 甚是轻慕 狗祖宗为何会和狗祖宗 陆臣 你和狗祖宗什么关系 这不用你管 首座给我来的 自然 我也会帮你们重振灵犀座 你 你真是狂妄 就凭你一个 大长老 别说了 陆臣 你稍等片刻 让我和其位长老商量一下 不行啊 这 我不同意 吴师兄 这人来路不明 不可情信哪 大长老稍安勿躁 我只说一句 狗祖宗出现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灵犀宗 至少平添了一位王道敬修为的战力 意味着大和宗想吞并我们 也需要点亮点亮 如果再传授一两步失传的地级攻法 我灵犀宗不信犯了 狗祖宗明显和陆臣的关系不一般 既然如此 首座之位给了他又如何 陆臣 你是鬼面神源介绍的人 狗祖宗又和你亲近 按理说 这首座给你也不是不行 只是 我要问一句 你现在是何修为 我尚未开启修为 怪不得 如果我在你身上没有感受到任何修为波动 无望今来 灵犀宗的手座 如今你这样的倒是头一个 你们不同意 可以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陆臣下去安排 陆臣下去安排 大和宗就说 不出现 不出现 但他当年是因灵巧师祖才弱宗 陈犀宗 陈犀宗和陆臣 始终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 一个虎老宗门的手座和太上 长老一起无辜失踪 很诶 很诶 陈犀宗的危机 看来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感受到了吗 有一点 方位不太明确 来了后 你为我拖住他 至少十年 我现在需要时间 好 我尽力而为 他们说的每个字我都认识 为什么听不明白 他们在说什么 吴气息 不会错 我来了 这股熟悉的气息 难道这是小硬的那单 不错 你拿着 去硬龙潭 放入硬龙潭的镇眼之中 你要复活小硬 去吧 硬龙潭的镇眼 是小硬的龙脉所在 小心行事 不要让万人发劝 好 前世你为我整整天月一生 最后却被斩断根基 这一世 你必须是什么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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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给你安排的住所 这也是曾经的手座 由云和师兄居住的地方 恭喜秦师兄 行为又进一步 想必下一任手座 非秦师兄莫说 这不是清平师妹吗 又在为诸位长老做跑腿的活了 秦磊师兄 我做什么事 用不到你来管 没有修行天赋 还赖在灵溪中不走 真是够奇葩的 十几年了 一直敢杂役 我怕脏啊 哪敢管你 又胖又丑还没资质 这可是精英弟子的活动区域 清平师妹 我们真不想在这儿看到你了 陆师兄 我们进去吧 你以后住在这里 我打扫一下 小子你给我站住 你说你要住在这里 胆子不小啊 赶山住进手座的居所 你是什么人 我是你惹不起的人 哈哈哈哈 你算什么东西 别敢说是我们秦师兄惹不起的 你知道秦师兄是谁吗 秦师兄可是灵溪中的精英弟子 我灵溪中上万弟子 这精英弟子却只有五百人 你说秦师兄惹不起你 我允许你再有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秦磊 你想干什么 陆陈师兄是灵溪中的新人手座 你敢动手 诸位长老不会放过你 手座 身上感觉不到一点修为波动 弱得跟个小鸡崽子一样 你要是手座 我还是灵溪中的掌门呢 偷吸气师兄 我死大了 如果我没猜错 手座有代替掌门管教作门弟子的职责 是不是 是 是的 秦磊在灵溪中五百精英弟子中 也是排名靠前的存在 想到陆师兄如此雄武 竟然一拍就就把他拍飞了 既然如此 我今日就履行手座之策 教训教训你们 也好让你们日后懂得什么是规矩 我们错了 小师兄饶命 我们不敢冒犯你 兄弟别打了 知错能敢 善莫大业 起来吧 谢谢师兄 我们再也不敢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站住 师兄还有何吩咐啊 去里面 帮我把五子打扫干下 是 少宗主 灵溪宗胆敢以下反上 殴打我大和宗特使 绝不可轻易饶恕 少宗主 你要替我做主 灵溪宗当主殴打我 可是又一直处着来侮辱我 还威胁我大和宗 说上古时期大和宗只是 附属宗们 再敢来 就是 我得不耐烦了 少宗主 灭了他们 安静 区区一个没落的灵溪宗 算不得什么 灭掉他们 大和宗随便一位长老足矣 但要走出天脉东南之域 进入到天脉东南主域去发展 就必须有大地功法作为抵御 灵溪宗曾经出过大地 他们内部一定有完整的功法 这功法 我们志在必得 少宗主 直接灭掉他们 搜出功法不行吗 这些年 我们安插的探子 几乎盗取了所有的功法 除了地极功法 灭了灵溪宗 怕也无济于事 因为他们自己 可能也不知道 地极功法的下落 那怎么办 天脉东南主域资格争夺战 只剩两年了 如果错过了 大和宗就要再等一百年 所以 我决定 本少宗主亲自出马 少宗主 您也到了 您去灵溪宗干嘛 以什么名义去啊 连亲自去 名义 我早就想好了 那就是 成亲 成亲 不错 上古时期 大和宗还在 灵溪宗统领的时候 曾定下一个规矩 如果大和宗 传人是女性 便可以去 灵溪宗参加试炼 表现突出者 可以和灵溪宗 手作结为道理 这个主意是不是很棒 他们无法拒绝 我还可以光明正大的搜寻大地功法 师兄啊 屋子我们都打扫完了 你还有什么吩咐啊 灵溪宗有一处地方叫枯木谷 你们可知道 枯木谷 敢问师兄 询问枯木谷做什么 既然你们知道此地 那就好办了 从今日起 你们每天为我从枯木谷中 搬运一颗枯木谷 师兄 师兄 枯木谷 乃是灵溪宗禁地 他们没有权利进入 就算进去了 也很难活着出来 毕竟枯木谷 是灵溪宗唯一的大凶之地 无论秀为高低 在里面待上一刻钟 就会被抽干体内凌鲁而亡 这个我自然知晓 你们先起来 我并不是要害你们 师兄不收回命令 我们不起 既然如此 你们随我去枯木谷 枯木谷虽为禁地 但我身为首座 也有进入的权利 枯木谷 几万年过去了 这些枯木也长大了不少 师兄 无妨 这些枯木 是当年我研究草木灵药的时候 意外创造出的一种半生命体 可以单纯地靠吸收灵力成长 又没有生命波动 后来被灵巧 种在了灵溪宗 成了如今的枯木铝 因为枯木超强的吸收能力 任何生命体 都是它的养料 这几万年来 这些枯木靠着吸收灵力 慢慢成长 每一寸都存着无比浩大的灵力 师兄 连你点试都没有 不愧是师兄啊 我真是枯木啊 我去 原来长这样 这些枯木里的万年灵力 助我开启修为 我要再次 一天而休 这样 咱们这样 不行 那可是枯木 师兄 你实力深不可测 不受枯木的干扰 我等只是普通精英弟子 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这里有一句心诀 你们修炼之后 完全可以抵御枯木 现在 你们可以选择 要不要万物做事 要不要修炼这句心诀 罢了 我秦雷就赌一把 陆尘师兄的种种神通 我在灵溪宗从未见过 我赌你日后 至少能成为 灵溪宗的一位石拳长老 陆师兄 我秦雷跟你了 石拳长老 你的木不要定得太保守了 你们两个呢 陆师兄 陆师兄 我 我们 我 我害怕 你们两个独播 我都答应 你们还怕个球啊 秦雷 人各有志 不必相求 既然如此 我也不勉强你们 你们可以离开了 秦雷 下面我就传你这句口诀 能领悟多少 看你的造化 清平 你也可以听一下 师兄 我一定会用心记住的 不是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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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你在说什么呀 用心感悟 这是上古龙 你们听不懂正常 天地一变 勉强勉悟了这句心觉的万分之一 可以抵住 枯木对灵力的吸收了 师兄 这到底是什么功法 我费尽全力 凭着受伤 才看透了口诀的冰山一角 功法你不必知道 知道了对你未必有好处 你记住 能完全参透这一局 便是此生最大的机缘 师兄 我 我资质太差了 连冰山一角都没有领悟到 你有你的造化 很失望 我被求混沌域的缺困置地时 身上曾被尽致十道天锁 先要开启修尾 必须断下其中的两刀天锁 好在有空墓 不然这两刀天锁 会耽误我太多时间 是灵溪宗的讲究 当年灵巧设立此 只有设计门派存网才会敲响 师兄 熊云峰召开大会 精英弟子以上 和精英弟子以下有潜力的弟子 都要参加 张老让你早点过去 走了 几乎所有的星云峰都没有 如此大张旗鼓 知道什么是吗 不知道 灵溪宗的警钟 有上百年没敲过 不过自然警钟都响了 肯定有大事发生 这不是陆尘吗 我以为你强闯熊云峰 早就被竹竹灵溪宗了 没想到还能让我看到你 正好 小爷的仇有得报了 陆尘 我们是入室弟子中的佼佼者 来参加熊云峰大会 你呢 师兄 你认识他们 不认识 黄我 如此不知理数 你还把正师兄放在眼里吗 长这么大我就被你打过 这时候该算算了 你们如此针对我 无非就是看我没有开启修为 不服气而已 这好伴 我打扶你们便是 陆尘 你不过体魄强于一般人 如此不把我等放在眼里 就是在找打 你们不得无理 陆师兄是我灵溪宗首座 可带掌门行事 你们对陆师兄不敬 就是对掌门不敬 好 笑死我了 这种不靠谱的话你也敢编 陆尘 你好歹找个像样的同伙 就这只蠢蠢 修为像只若鸡一样 你以为我们会信吗 你 你们 怎么能这么说话 这种玩笑以后不要开了 否则被人听到 你肯定要受罚 我陆尘是何等存在 岂是你们可以理解 你 你就是个倦牛 让开 别挡路 那是谁啊 这么嚣张 是精英弟子 应该是精英弟子中排名靠前的秦磊师兄 精英弟子是门派未来真正的东梁 嚣张也正常 表哥 我记得你和秦师兄之前认识吧 之前因为四叔的原因见过几次 我去和他打成招 江大海 见过秦磊师兄 不知师兄可还记得我呀 江大海 你就是江长老的后辈吧 不错 江长老正是我们的四叔 小弟江青城 见过秦磊师兄 你们不去雄云峰参加大会 在这里作甚呢 秦师兄 说来可笑 这里有人冒充首座 这种拙劣的行为 我们实在看不下去 准备出手教训一番 首座 难道是陆辰师兄 对对对 就是陆辰 没想到这种人 连秦师兄都知道了 陆辰 见到精英弟子秦师兄 还不赶快行礼 这秦磊师兄的脾气可不太好 今日陆辰碰到他要倒大霉了 陆辰一路走来 也算是做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 不过他这种狂妄的性格 倒大霉是早晚的事情 等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 陆辰陆师兄 是我林熙宗的新一人首座 是 陆辰 这 这怎么可能 师兄 这些人 要不要小弟出手 帮你教训一下 没必要 先去熊云峰 看看发生了何事 你们几个给我清好了 陆辰师兄不愿意找你们麻烦 是师兄有君子风度 但我秦磊是个小人 你们日后最好别让我秦磊看到 否则有你们好果子吃 郑 郑师兄 秦磊可是精英弟子 出了名的雅字必报 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啊 闭嘴 精英弟子就了不起吗 证明用不了多久 也会成为精英弟子 陆辰走了什么狗屎院 怎么就成为首座了 他何德何能 这会点蛮理 一个连修尾都未曾开启的废物 清诚 这事要不算了 依我看 我们最好不要再招惹陆辰了 毕竟连狗祖宗那样的存在 都和他有什么关系 现在又成为首座 这人的来历 有些神秘 我们恐怕惹不起 怕什么 他是首席大弟子 四叔还是灵溪宗 何先长老呢 我先让四叔帮我查查 他的底细 张文师兄 此事确定要公布于众吗 大和宗 少宗主 亲领我灵溪宗 而且是为了成亲而来 荒唐 大和宗 少宗主 自知 绝对冠决天脉 东南之欲 青年一旦 因其年轻聪慧 年纪轻轻 便已接替大和宗主 天和圣君 除离门派事务 使得大和宗内部两派 抛开恩怨 迅速壮大 那是一位 骑女子也不为过 连老夫都要对他 佩服三分 少宗主 来死的目的 想必大家也都清楚 无非为了 地级攻防 这是一招杨某 他们用的妙话 灵溪宗 只能接着 所以掌门的意思是 把此事公之于众 让大家对大和宗 少宗主有所防范 可是 就算这样 谁又能逗得过 那位少宗主啊 你们别忘了 少宗主的名义 是来灵溪宗成亲的 她可是全域青年代 都倾心的女子 若我灵溪宗 杰出弟子 都对其展开追求 觉得会有什么结果 什么结果 当今守座路臣 毫无修为 不过是个凑数的 别说路臣 就算上一任 首座游云河还在 这位精彩 绝艳的少宗主 都未必看得上 所以结果就是 他不会看上 我灵溪宗 任何弟子 不错 我要的就是 这种结果 现在路臣 首座的地位 名不不实 必然会让 许多杰出弟子不满 去和路臣 争夺少宗主的青睐 哦 我有些明白了 陈远师兄 果然是老奸巨化 让全宗的男性弟子 都对少宗主 展开追求 让少宗主 感到厌烦 最终 自己不得不离开 是啊 我灵溪宗 在夹缝中生存 这是我能想到 不得罪 大和宗 最稳妥的方法了 只是如此做来 路臣可能要承受 全宗弟子的针对 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作为首座 将其他弟子承担更多 说来说去 还是我们实力太弱 我吴文昂此生 别无所求 只要能让我灵溪宗 可以增强实力 不再受到窥视和欺凌 就算献出我这条老命 我也愿意 今日召集大家前来 只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大和宗少宗主 云初然小姐 要来我们灵溪宗 目的是为了 你也听错吧 少宗主要和我们 灵溪宗的弟子成亲 我听说过两宗 有联姻的传统 大和宗最出色的女弟子 会嫁给灵溪宗的首座 我们灵溪宗首座 不是失踪了吗 云小姐来了 和谁成亲呢 照古时约定 云小姐的成亲对象 是我灵溪宗的首座 但上一代首座 游云和失踪 所以今日本掌门 任命灵溪首座 经过我和诸位 长老的决定 灵溪宗的新任首座为 陆陈 陈陈 是谁啊 没听过的 应该不是我灵溪宗 排名靠前的精英弟子 难道是 一直在命境中 修炼的那几位 不可能 那几位都是有名的姓人 根本就没有叫陆陈的 掌门 陆陈是谁 现有作为灵溪宗 精英弟子前五 为何没听说过此人 陆陈乃是半个月前 加入我灵溪宗 通过入室弟子的考核 手座之位 此事一定无可辩驳 但大河宗少主成亲一事 本掌门和众位长老 不会过多干涉 诸位优秀弟子 可各展风采 掌门意思 是我们也可以追求少宗主 我说不 我追求云出然小姐 我也想试试 还有我 陆陈根本没有资格成为首座 云出然自然看不上他 大河宗虽然狼子也 但如果真的追求到云出然 不就解了我灵溪宗的危机 大河宗少宗主云出然 到 谁有此理 让我灵溪宗山门不存在吗 竟然直接硬闯进入掌门大殿 吴父掌门 刚才龙居受惊 我还未来得及通报 就直接来到了掌门大殿 吴掌门 不会怪罪我吧 可恶 简直欺人太甚 这完全是侮辱我灵溪宗 掌门 把他驱逐出去 少宗主大驾光临 灵溪宗自然是欢迎 只是这等硬闯灵溪宗的行为 我们不希望再看到下一次 这是自然 下一次就不是我云出然 自己一个人来了 想必这位 就是灵溪宗新任首座了吧 是我 你要和我成亲呢 你现在是不是很激动 是不是 并没有 你撒谎 能娶到我 是你们整个灵溪宗的荣幸 你肯定在偷着乐吧 你想多了 想成为我的女人 你还不够资格 我看不上你 希望你有自知之明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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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气呀 陆陈这一番话 说得我心情舒畅 可是这样 就得罪了少宗主 不太好吧 竟敢对少宗主无礼 住手 我本以为 这次的灵溪宗之行 会很无聊 但现在看来 还蛮有意思的 陆陈你也太能装了吧 你是 我是赞旦手作之位 竟然敢这么跟云小姐说话 是啊 云小姐别理陆陈 她看不上你 我王二麻子看得上你 少宗主 我李二狗愿意跟你洗脚 云小姐 晚上我在小树林等你 灵溪宗 比我想象的 还要有意思 赤旦 走吧 云小姐又开始讲道了 去晚了 可就听不到云小姐的大道之音了 据说这次 少宗主还会奖励一枚秘宝 有缘者得知 陆师兄 这大和宗少宗主也太嚣张了 明明你才是灵溪宗的首座 如今却凡客为主 聚拢了大批优秀弟子 听其耗力 长老们也不管管 一个云出燃而已 我还不放在眼里 今日我叫你们二人前来 是有事情问你们 师兄请说 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关于前任首座失踪的事情 你们和我详细说 这个清平师姐应该了解的比较清楚 毕竟 游云和师兄是清平的亲哥哥 前任首座游云和 真是你哥哥 是的 我哥哥游云和从小天赋出众 而我修炼进展缓慢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是亲兄妹 他在进入灵溪宗短短几年后 就被掌门看上 成为首座 并在天脉东南方之域的剑仙比赛中夺魁 被称为第一青年界限 那时候所有人都认为 我哥哥会成为下一任掌门 带领灵溪宗走上辉煌 然而就在这时候 我哥哥和一位太上长老突然失踪了 突然失踪 你的突然失踪 指的是凭空消失吗 是的 那日掌门召集几位长老开会 几位长老赶去熊云峰的时候 却没看到我哥的身影 死后多番寻找也未过 后来发现那位 受我哥哥为弟子的太上长老也失踪了 失踪前 你哥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表现 要说反常的表现 就是我哥表现得挺神秘的 偶尔一个人自言自语 我感觉那段时间 我哥好像变了一个人 有什么东西影响了他 我大体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道音阁在灵溪宗的何处 道音阁 没听过 是啊 灵溪宗没有叫道音阁的地方 或者说 除了库木谷 或者说 除了库木谷 灵溪宗还有什么境地 灵溪宗现在有三处境地 第一个就是库木谷 第二个是门派秘境 有几位资质极好的师兄在里面修炼 传说他们个个都有成为首座的潜质 这是最新修行 不理会外面的事情 这第三个境地 有些不好说 何谓不好说 因为这第三处境地 并不是宗门斑布的境地 而是那地方太过诡异 上网过不少弟子 渐渐成为人人畏惧的地方 和境地没有什么区别 那地方叫什么名字 黄仁桥 前面带路 带路 师兄 师兄 能不能不去啊 那地方真的很危险 陆师兄 你可别想不开啊 这黄仁桥 绝对比库木谷还要恐怖啊 库木谷的危险 尚且知道来自何处 而黄仁桥 则充满了诡异之气 很多弟子都不知道是怎么消失的 而那位太上长老失踪前 也曾前去探查 结果不仅身负重伤 也未找到恐怖的源头啊 带路便是 如果我所料不错 那里应该有你哥哥失踪的线索 哥哥的线索 好 这就在师兄前去 林小姐 再和我们讲讲 灵波剑法的奥妙吧 听仙子一席话 胜过练剑十年啊 今天有些累了 到此为止 来灵溪宗这些时日 我也没有到处逛逛 你们灵溪宗 可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和我说说 谁说的地方令我满意 我就把这枚 可以苦助修炼的命宝玉 配送给他 丝果牙不错 三代掌门正道的地方 肯定去灵溪宗 那是开派祖师的隐居之所 灵妖阁里面宝妖众多 更有大帝才能炼制的 大药遗渣呀 这几个地方我都去过 没有找到大帝功法的 丝毫踪迹 灵溪宗还有什么地方 是我没去过的 林小姐 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 你肯定感兴趣 说说看 王仁桥 一个让灵溪宗所有弟子 一都不愿提起的地方 王仁桥 有点意思 那我前去 送给你了 多谢于小姐 我必会天生珍藏 师兄 这里就是王仁桥 几七年来 很多弟子误闯此地 少王惨重 传说是因为这座桥的原因 所以这里渐渐被大家叫做王仁桥 林小姐 前面就是王仁桥 陆晨 没想到您也在这里 我未来的夫婿 可真是难得一见呢 进去吧 慢着 陆晨你太无礼了 云小姐在和你说话 你没听见吗 赶紧给云小姐道歉 你又是这样 岂有此理 你竟然连谢勇师兄都不认识 谢勇师兄的实力 在灵溪宗五百精英弟子中 排名可是前五 那你可知道我是灵溪宗手座 见无见少 你对我这样说话 是不是太无礼了 你要不要给我道歉 手座 聂佩 谁不知道你这个手座 当得名不符实 你怎么配得上云初然小姐 这位实力平平的手座 我本来想借助你的身份 方便寻找大地功法 没想到 你如此的不识抬举 那就只好给你找点麻烦了 我明白了 说来说去 你们就是为了那个云初然 你们都听好了 云初然在我眼里 如同蝼蚁一般 连当我的侍女 她都没有资格 更别说伴侣 如此反复俗女 你们愿意追求的 是你们的事情 但别来烦我 不然 我可不会对她客气 你 狂狂 你以为你是王道精 还是盛道精 竟敢如此猖狂 昔日首座尤师兄 也没有你此般狂妄 太过分了 没错 就是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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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鬼话呢 陆尘 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该如此说话 我云初然在天外东南之运 一向被称为天之娇女 你竟然说 我成为侍女的资格都没有 我想知道 你凭什么这么说 天之娇女 可笑 如今之事 当真是道法没落 圣财凋零 昔日你这样的资质 连在我身边 为奴为婢的资格都没有 在我眼里 你这个什么少宗主 还远远不如我的侍女清平 岂有此理 李小姐 你来替你教训这狂徒 放肆 师兄出手 我怎么这么厉害了 谢勇可是精英弟子排名前五 这怎么会被我一掌击退 难道是 陆师兄教给我那句口诀 让我在不知不觉中 实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一定是这样 陆师兄果然是深层不漏啊 秦磊 你敢跟我作对 你说老几啊 和你作对又怎么样 还敢对师兄无礼 我废了你 退下 陆晨 既然你说你身边这个侍女都比我强 好啊 你说说看 你哪里比我强 师兄 云小姐 陆晨在痴人说梦 这个清平 是前手做幽云河的亲妹妹 但与他哥哥不同 他毫无修为 要不是看在 尤师兄的面子上 早就被赶出宗门了 说得没错 清平蠢笨如猪 宗女 他哪里能和云小姐相提并论 清平 你要是有自知之明 赶紧跪在少宗主面前道歉 长得这么丑 没个女人要 看见你就心烦 赶紧滚吧 够了 我说清平比你强 自然比你强 我真不知道 你哪来的自信 无论样貌还是资质 这个清平 有哪一点比得过我 我问你 你来此 可是为了进入王人 是又如何 进入王人桥 你就会知道 清平无论是在 样貌还是资质 都比你强 好啊 今天本少宗主 闲来无事 就好好陪你玩玩 随我来 清平 有点自知之明 那可是王人桥 你进去干啥 活腻了 废物 我也进去一态 我就不信 真如传说中的那么恐怖 这里就是平常的破落大殿 哪有传闻中那么凶险 什么都没有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说变就变 有趣 不知道到底何物作怪 师兄 这里真有我哥哥的线索吗 那里是何物 这 这是 这是 我哥的剑怎么会在这里 几位客官 所来何事啊 你 你从哪里来的 是人是鬼 这位公子说笑了 我长得这么美 怎么可能是鬼呢 别过来 妖物 你以为你骗得了我 再过来 一剑斩了你 来了我这道音阁 公子要是好言好语 还能多活片刻 既然恶语相向 那就成为这里的黑泥土吧 老头 这是 什么声音 这声音 好强的攻击力 明明听不见 却直接灵魂深处 叶之中 不要退缩 我会的 我一定要找到我哥哥 借助此地的盗音之力 试试 再为我破开一道天锁 承受不住了吧 跪下求姐姐我呀 没准 我可以让你们 多活几个时辰 妖物担任作怪 毕了你 我当你这妖物 有多大本事 原来不过如此 你 你 有命来 无命回 诸位不如 做我小女子之音 长埋地下 可好 因果越来越强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妖物 有声音伤人 可不是一番修为能做到的 天锁开始出心厉害 一物相一物 万物倒影 果然无福所望 不光 这样还是不光 看不出 你们几个还挺能撑的 太弱了 你的攻击太弱了 施展你最强的攻击 不然你就没机会了 你的攻击太弱了 施展你最强的攻击 不然你就没机会了 嘴硬 接下来 你们将痛不欲生 公子 小女子的服饰如何 公子 小女子的服饰如何 我受不了了 太痛苦了 凤苦 那就求饶吧 只要公子开口求饶 我就会放过你 饶命 放过我吧 我只是进来打酱油的 我喜欢听话 识相 公子先歇息片刻 带我把其他人也回事 你们三位 还要硬扛吗 坚持住 我一定能坚持住 这攻击太诡异 旧尾的高音 似乎和抵挡英过的攻击 没有任何关系 再继续下去 我恐怕 也坚持不住了 万古道音经过悠悠万载 还是不复从前 要不然不会只有这点威力 还是太弱 直接施展你最强的攻击 露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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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病吗 这位姑娘的实力远超你我 你想不开也别牵连别人啊 清平 能撑到最后吗 不知道 但 只要清平活着 我就不会放弃 好 只要坚持住 你便会脱胎幻骨 还不施展你的最强攻击吗 你竟知道万古道音 你是何人 你不必知道 也没资格知道 装神弄鬼 你要灭了你 简直吧 啊 既然你不想服 那我就成全你 万古最强音 天音万耳 去 十道天锁 霍黑道 啊 不好 圣影竟然化成实质性的攻击 无法化解 无法消除 这下麻烦了 啊 求我 求我 我便饶了你 小小 啊 你 一直好歹 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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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太不诡异 还是先退出去为好 别着急呀 人家还没伺候好客人呢 客人怎么能走呢 我罗罗罪强音 天音万耳 精品联台 我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连精品联台这男宝物都无法抵挡 啊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认出 我求饶 哈哈 这才对呢 毕竟 软饭这么好吃 为什么要肯硬骨头呢 你说是不是 啊 啊 啊 给我求饶 小小 还敢嘴 啊 求饶 好 不然可就没机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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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住啊 一点修行资质都没有 滚回家去 别出来丢人现眼 哼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 就是啊 蠢的跟猪一样 不能放弃 不能放弃 我要修成山上的仙人 这样才能救父亲 才能为哥哥减轻负担 小平 有哥哥在 我不会再让人欺负你 我也一定会救出父亲 哥哥 你到底去哪了 我为什么这么笨 这么多年都学不会修行 哥哥你是走口 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你 我怎么这么笨 怎么这么蠢 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我觉得 你可以 我 可以 我可以 我还没有救出父亲 还没有找到哥哥 我不能放弃 我一定可以的 别说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他明明就要没命了 还能支撑下去 啊 你身体怎么了 不要 不要 快阻止他 只要阻止他我就放你们离开 这是你 啊 热熟了我吧 我错了我让你离开 停下快停下 啊 这是我 这就是你 真正的你 我早就说过你有你的造化 这就是你的造化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刚才的妖女根本不是什么寻常妖物 这枚玉笛才是她的本体 她就是一股大盗之鹰 能看明白 看来你也不是蠢的无可救药 大盗之鹰对我等的冲击 既是伤害又是机缘 只要能撑过大盗之鹰的摧残 有超越常人意志 便可获得这份机缘 获得天鹰 重新塑造体质宛如再生 未来不可限量 可笑 天大的一份机缘 因为我没有坚持住 白白填衣给了别人 可笑啊 我之前就对你说过 你这个什么少宗主 还远远不如我的侍女 现在如何 清平日后的成就 会远胜于你 你到底是何人 你没资格知道 师兄 我从小长得丑 长得矮 资质极差 无时无刻不受到别人的嘲笑与谩漫 我从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这样 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 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你赐予的 从今天开始 师兄就是清平的主人 此后一切任凭主人吩咐 我可以给你机缘 能否把握住 靠的还是你自己 起来吧 你以后就跟在我身边 有朝一日 你的成就不会低于灵巧仙子 你如今是大盗天鹰体 这把玉笛也是大有来头之母 正适合当作你的武器 收起来吧 是 师兄 大盗之音已经被我吸收 此处应该没有其他东西作祟 我哥哥现在在何处 你哥哥的资质 比我想象的更好一些 他来过此处 并未被大盗之音困住 如果我没猜错 你哥哥 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什么 我哥哥 他已经远落了吗 你随我来 露晨 你干什么去 此时不应该先离开此地吗 和你无关 你们可以先行离开 我们回来了 怎么回事 露晨他们二人呢 露晨此人的种种表现 太过令人震撼 不行 我需要赶紧回去禀报父亲 露晨 露晨 你可知道 这无尽空间中 并不只有我们一个世界 而是有许多被介语分割成的诸多世界 你的哥哥不在这世界 并不是远落了 而是他已经离开了 去了别的世界 别的世界 师兄的意思是 我哥哥是整个人 穿越到了别的世界 正是如此 天音阁除了有一岭大道之音外 还有一处通往兵武界的传颂阵 你哥哥和灵溪宗的长老 之所以无故消失 就是误入了此传颂阵 去了兵武界 那 他们还能回来吗 可以 不过之前的传颂 已经把传颂阵 那我们尽快给传颂阵补充能量 没那么简单 一次传颂 耗费能量巨大 就算耗尽整个灵溪宗的资源 都不够 无数万年的探索 在漫长的岁月中 我已经大体探明 整个空间 大体被界域分成九界 当年为了获取其他世界的资源 几位大帝 分别在不同的门派 设置了通往不同世界的传颂阵 兵武界我也会去一趟 找寻一些遗室的东西 待到那时 寻回你哥哥几口 现在先发展灵溪宗 积攒足够开启传颂阵的资源 你借听师兄的 三天了 师兄怎么还不出 陆师兄 陆师兄 你终于出来了 这位是 秦磊师兄 我是清平啊 啥 秦 秦平 真的是秦平啊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是获得了多大的机缘 才让你脱胎换骨啊 这一切都是陆师兄所赐 秦磊师兄如果想要 以后跟着陆师兄便可 好 一定 陆陈师兄都能把秦平变成这样 太不可思议了 陆师兄 陆师兄 今日的枯木给你送过来了 我特意多扛了两根过来 来了 谁来了 我 终于到了 就是这里 那是什么东西 啊 就在下面 那股气息就在下面 啊 发生了什么 这是什么 酷酷的气息 啊 何风大能要灭我灵溪宗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没见过如此强大的实力 我灵溪宗 何时得罪过这种存在 难道灵溪宗接近就要被灭了吗 那是什么 白日 流星 朝着灵溪宗的方向而去 啊 父亲 你不是在闭关吗 我感受到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要降临灵溪宗 能让父亲感到无比强大的力量 那是什么 不知道 很恐怖 好像是不属于这片大陆的力量 恐怕这一次 灵溪宗要被彻底从事件抹除了 撑不住了 多少我女后绝的吞噬手 真是好久不见 好独特的气息 无法叹聚的诱惑 师父 救命啊 救命啊 好强大的威妖 就是你 人机 即是罕见 你这是什么呀 不要啊 学霸 替我拖住他十年 这种吞噬凌雾 我灵溪宗实力本来就不强啊 行此一役恐怕难以支撑 我再来一次 灵溪宗必亡 那东西是朝着陆陈的方向去的 如未先随我去问个清楚 就算 就算灵溪宗要亡 也要亡个明白 陆陈 这件事 做何解释 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灵溪宗破格让你成为首座 你就这样报答宗门的 因为你 整个灵溪宗损毁严重 恐怕会遭遇灭门之灾 不必惊慌 灵溪宗有我在 就不会灭 我会让灵溪宗再现辉煌 恶言不惭 无知小儿 一个修为都没开启的家伙 怎么能说出如此狂言 师兄 见过掌门 诸位掌老 光姑娘气质出尘 飘飘似仙 掌门 我是清平啊 什么 清平 姑娘如此美貌与气质 何必开这种玩笑 就是 清平也算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能不认识吗 而且看姑娘姿质相当不错 清平可是全无天资啊 长老 我真的是清平 是陆师兄让我脱胎换骨 成了现在模样 能让人脱胎换骨 非大能妙术不能唯一 清平 这 是真的 是 陆师兄还发现了我哥哥和长老 他们误入了兵武界 来积攒足够开启法针的资源 我们就可以接他们回来 什么 兵武界 其有记载 灵巧先自打通了通往兵武界的传送阵 没想到这是真的 可没想到竟然被你们找到了 陆陈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没必要知道我是谁 你只要相信 灵溪宗崛起 指日可待 陆陈 你想要怎么做 接下来 灵溪宗 交给我 什么 这绝不可能 就算你和狗祖宗有关系 就算你找到了游云河的线索 按照事关灵溪宗的千秋大业 怎能随便交给一个新人 陆陈 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我绝不同意 长管灵溪宗这种大话你也说得出啊 哼 你也想得太美了点 尿云宗前来拜访 摩月门前来拜访 大河宗前来拜访 天有此理 什么拜访 这些人分明是趁火打劫来了 掌门 喝他们拼了 尿为玉碎不为瓦船 纵然灵溪宗今日灭亡 也要站着亡 灵溪宗闭门 该不见客 尿为 尿为 请回吧 尿为 我要欺人太甚 否则我吴文昂 就算丢掉性命 也要拉个垫背呢 武掌门 你灵溪宗 你灵溪宗有资格让我等垫背吗 别执迷不悟 我等入内巡视一番自会离开 否则 别管我等强闯 好 进去 魔月门跟上 我们不进入 万一 大帝功法被魔月门和妖云宗做的 那 不急 就算灵溪宗遭死大难 但毕竟是上古宗门 有何底蕴 连我父都不是太清楚 等等看 可恶 这是何等的侮辱啊 可见只是把我灵溪宗暗在地上羞辱 我灵溪宗绝不妥协 和你们拼了 兄弟子 随我一起杀 灵溪宗绝对我回来 莫要不自量力 神舟之文 几是人力喊的 灵溪宗无王级强者 已经是名存实亡 人命吧 是天要枉你灵溪宗 再敢反抗 别怪我出手 取而当性命 恨 恨 恨 是我的无能守不住祖宗假夜 灵溪宗王 我决不渡火 可恶 可恨 可恨 我们未曾显露的抵御 没想到 如此不堪一击 你们闹够了没有 灵溪宗 这种局势下 他站出来是想做什么 扭转局势吗 这根本不可能 小子 你又是谁 毫无修为波动 小子 你在隐藏修为 我名陆臣 并未开启修为 给你们实习的时间离开这里 否则 周会人亡 陆臣 并未听过 不过你这口气 倒是让老夫想要把你抽尽波谷 哎呀 这么年轻的肉体 死人先交给我花婆婆了 这是什么 可恶 这是什么东西 来伤我花婆婆 山州 碾碎她 几日 几日 灵溪宗避亡 好强的 城门 你知道这是何物 我灵溪宗还有这种底蕴存在 不清楚 从未听说过 灵溪宗果然还是有底蕴 只是 为什么这种底蕴 是陆臣召唤出来的 陆臣到底是何来历 如秋山 一起攻击 这个大家伙 有些棘手 否则 今日不能攻入小小灵溪宗 摩月门和妖云宗 就成笑话了 摩月门 莫月门 攻击 神州上的灵气炮可灭半王强者 我就不信 灭不掉这个石头怪 冰满不灵 冰满不灵 不一样 什么 神州的王异阵法几强 怎么会被一圈轰成碎片 我摩月门 我摩月门之宝 灵溪宗 回我摩月门之宝 你们狗胆 赶紧放了老虎 否则摩月门一定会灭亡 而等 我 你们怎敢这样 我是摩月门当主 我摩月门 什么 你们竟然灭了烛秋山 放了我 放了我 我保证妖云宗既往不救 少宗主高瞻远瞩 没想到灵溪宗 果然还有抄强抵运存在 幸亏我们没有出手 不然已会落得妖云宗 和摩月门的下场 周毁人亡 灵溪宗有抵运存在 我不惊讶 但令我惊讶的是 为什么是露晨开启 他越来越令人好奇 马上回去 把此事禀告宗主 是 诸位 我来接管灵溪宗 你们还有何意见 这 露晨 这是何物 为何在我灵溪宗 为何能被你调动 这便是灵溪宗的敌遇 只是灵溪宗不断没落 很多东西都被你们遗忘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了 是鬼面神缘告诉你的 一定是这样 鬼面神缘和灵溪宗 源源颇深 他知道不少灵溪宗的机密 一定是他告诉你的 你既然自问自答 我也就懒得解释了 既然如此 掌门的位置我可以让给你 掌门 掌门你在灵溪宗 兢兢业业几十年 更是面对死防压力 努力支撑 怎么能 别说了 我意已决 兢兢业业业又有何用 我还是没能带领灵溪宗崛起 鲁臣 希望你别辜负了灵溪宗 带灵溪宗崛起 拜托了 这是自然 灵溪宗今日遭死大难 可谓多事之秋 或不担行 幸好我灵溪宗 万在上古宗门抵运无穷 首座陆臣开启灵溪宗抵运 顺利渡过危机 今日 我便再次宣布 我吴文昂 把掌门之位 让与陆臣 什么 又是陆臣 他前几日刚成为了首座无人夫妻 怎么今日又成了掌门 我不服 陆臣从哪里冒出来的 怎么短短时间就成为了掌门 掌门 你劳苦功高 这些年为灵溪宗的付出 我们都看在眼里 陆臣太过年轻 就算有些功劳 怎么能担死大任 请掌门三思 陆臣 智利宗门 绝非易事 如今 私利尚且不能服众 如何做到上下一心 这也算 如何做到上下一心 这也算是对你的考验了 接下来交给我便可 好 年轻人自信是好事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掌门 还叫什么掌门 叫我吴长老吧 现在灵溪宗一片废墟 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你们几位掌老 一定要好好帮助陆臣 重建灵溪宗 不 不 掌门 虽然我们心有不甘 但吴长老已经把掌门之位让给你 这是事实 所以我们也不多说什么 灵溪宗重建之事 你打算如何安排 首要之事 自然是要建造灵溪宗掌门大殿 之前的雄云峰掌门大殿 是五百年前用悬松木建的 东南夏凉寒暑不侵重以蔽之 用了五百年仍然稳固如心 现在上当的悬松木 恐怕不是那么好找了呀 悬松木吗 这种都称不上林木的材料 怎么配做我的大殿之友 妄死 陆臣你以为你是谁 又算你当了掌门 灵溪宗也不是你作为作福的地方 我灵溪宗现在内外交困 又算是悬松木 我们都无钱够置 你竟然还想用灵木建造大殿 我看你是吃谁妄想 江长老 你就是用这种语气和本掌门说话 你做的不对 倒塌灵溪宗的万年基业 身为灵溪宗长老有权过问 我没问你有没有权过问 我是在问你 我这就和本掌门说话 尊掌门 说话吧 陆臣处子你敢 我乃灵溪宗 可恶 一个毫无修为的小子敢欺辱本掌老 不算你身为掌门 我今日也要教训教训你 啊 那是什么 啊 怎么如此多的识人啊 他们拖的是 是什么东西 掌门师兄 啊 对对对对 动作动马力点 这 掌门 这些识人是怎么回事啊 只是缩小版的灵溪宗底蕴石头人 没什么攻击力 去枯木林 班域常人不能接触的枯木正好 啊 枯木林 掌门 枯木林火雾无法进去 进去必被枯木西光血气而亡 你如今班域那些枯木干什么 建造掌门大殿 哎 你是认真的 我很认真 诸位长老你们都听见了 这陆尘干的都是什么事 用枯木建造大殿 建造好也是一座西人庆明的大殿 如何使用 诸位不能再让他胡闹下去了 否则 灵溪宗毕亡 掌门 说实话 我也不明白 现好后 你们自然明白 父亲 灵溪宗在快要灭亡的蒋旗关头 竟然换出巨人 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既然灵溪宗底蕴仍在 那么大地功法肯定也在 不如 我大和宗直接一碾压之势 灭了灵溪宗 以他们交出大地功法 不可 灵溪宗的底蕴时巨人 可以摧毁灵州 实力不容小觑 怕什么 宗主乃天和圣君 修为在这天外东南方之域 谁人可敌 宗主出手 一个没落门派的底蕴 不作为据 父亲 你觉得该如何 我对那个叫陆陈的年轻人 很感兴趣 根据最新消息 陆陈现在成为了灵溪宗的掌门 你现在就去灵溪宗 邀请他前往大和宗做客 邀请一个矛头小子 宗主是不是太看得起他了 就是 就算他是掌门又如何 就是 直接命令他前来便可 何必邀请 以什么名义 邀请陆陈前来做客 就说 未来的岳父 想看看女婿 啊 傻 傻 傻 掌门师兄 这些精英弟子也太不懂规矩 着急他们前来 五百人竟然只来了二十几个人 这也太不把你这个掌门放在眼里了 我们好不容易从四叔那里拿到丹药 修为突破成 没想到 这个陆陈竟然成为掌门了 成为掌门又如何 还不是广杆司令一个 你看五百精英弟子 来了几人 哈哈哈哈 就是 我们要不是来看他笑话的 也不会前来 当初我和陆陈一起进入灵溪宗 没想到 陆陈转眼前成了掌门 而我靠着家族的清律支持 才勉强成为精英弟子 陆陈 虽然你屡屡做到一些 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但站得高 摔得狠 这一次 几乎全宗的弟子都不看好你 你太不会省事多事了 你们一个个都给我闭嘴 秦磊 你少在这里跟我们装大半算 你排名还没我高 这里还轮得 牛臣走走 精英的脸都让你丢件了 可恶啊 掌门师兄 你看这帮家伙说的什么话 我忍不了了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去吧 诸位 大家听我说 陆陈逼迫掌门退位 林熙松上下无人福气 今日 众位肯前来 必定都是来讨个说法的 所以我建议 五百精英弟子推荐一人 来和众位长老商议重新另立 首席大弟子和掌门之事 我同意谢勇师兄的提议 就由谢勇师兄代替我们和诸位长老谈判 这事没完 好 既然众位抬爱 我谢勇当然不 谢勇 你休想巧事 秦磊 你一个排不上名的精英弟子 敢挑战排名前五的我 我秦磊今天答备你 我只能说 以勇气可嘉 啊 什么 秦磊 你秀为怎么会提升得这么快 告诉你也无妨 这多亏了掌门师兄 只他传我一句秘法 我才能短时间内 修为快速进步 不可能 乳臣自身毫无修为 又怎么可能传你高尚的功法 没关系 我打了你 你以前仗着自己是精英弟子前五 我乌来喝去看不起我 没想到有一天 我打你一个前五如打狗吧 让我服一个外来的仙人殿子 不可能 秦磊 别太放肆 未堪修为 进入宗门 没几天的仙人当掌门 我们就是不服气 不服气没关系 我打到你们东西 别打啊 接下来 不服的都可以上来 一群废物 掌门师兄手段通天 谈指尖化尖两次宗门大难 你们竟然还不服 我看你们就是赤裸裸的嫉妒 嫉妒掌门师兄年纪轻轻当上掌门 嫉妒掌门师兄的超绝手段 嫉妒掌门师兄可以和大和宗少宗主成情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有谁不服先过我这关 才有资格质疑掌门师兄 好大的威风啊 秦磊 是精英弟子排名第一的龙一臣师兄 龙师兄极其低调 在宗门弟子中仅次于尤盐河师兄 龙师兄出现 看秦磊和陆臣怎么嚣张 秦磊 我来领教领教领的手段 谁怕谁 是吗 掌门师兄 龙一臣此人 在精英弟子第一人位置上多年 我还不是他的对手 你就是陆臣 喂 你这小子竟敢 你不应该直呼我名 你想让我叫你师兄 还是掌门 我觉得你现在还不配啊 不是师兄 也不是掌门 你应该叫我祖爷爷 什么 我 陆臣 你敢侮辱我 我并没有侮辱你 我是在抬举你 头生双脚 身上有硬龙之气弥漫 明显是响应的直戏后来 这人称呼我祖爷爷 我确实在抬举他 可恶 武臣 欺人太适 龙师兄 打败这狂人 让他知道 打败他 记住他们真面我 你为什么不躲 是因为你太弱 我龙义臣 在灵溪中这么多年 自认为也是一个狂傲人物 没见过像你这么狂的 既然如此 吃我一拳 什么 怎么可能 露天还未动手 龙师兄竟然被震退了 这 我是不是看花眼了 不可能 再来 什么精英弟子第一 在我看来 废物无意 可恶 我不信 够了吗 你 你想干什么 还打吗 不 不打了 以后如何 书练到这种程度 我心服口服 龙一辰 拜见掌门 接下来 还有人对本掌门有意见吗 不得不说 陆辰虽然没有修为 但医生体术确实高明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走 既然看不到他的笑话 就让他当个光感司令 没修为走不长久 别忘了还有历代修行 闭关的真正妖孽 早晚让他好看 站住 我让你们走了吗 陆辰 你想做什么 挑衅完本掌门还想走 让我们掌底教训 你疯了 你疯了 陆辰 你当掌门我们不反对 但为何为难我们 为难你们又怎样 陆辰 这 你们二人呢 江大海 拜 拜见掌门 柳柳絮 拜见掌门 今日到来的所有人 以后便跟随本掌门修行 寻每日前来 不得偷懒 谁若不听话 那就把他听话为止 大河宗 实者到 此时大河宗的人来干什么 肯定是听闻陆辰 当上了掌门 派人过来看我 灵溪宗的笑话 何止是看笑话 这次大河宗 恐怕真的要吞并我 灵溪宗 别忘了 陆辰还和少宗主 有婚约 如今灵溪宗 突遭大难 你觉得他们是来退婚的 不管怎样 都有陆辰好看的 何下 可是灵溪宗 新任掌门陆辰 是我 大河宗宗主发指 请陆掌门 前往大河宗一叙 宗主说 想亲眼看看他的女婿 什么 这女婿 大河宗宗主 定位何其重高 竟然这样说 这意思是 承认了陆辰的地位 还真要把少宗主 云初然嫁给陆辰 走吧 掌门师兄 这会不会有诈呀 无妨 照我说的说 谁不听令 照他 少宗主 陆辰到了 陆辰 我没想到 你真的敢来 为何不敢 你就不怕 有来无回 区区大河宗 如何让我有来无回 果然如传言一般狂妄 别说你一个名不正 言不顺的新任掌门 就是你们五掌门来死 都不敢说如此大话 我并未说大话 大河宗 昔日不过是 灵溪宗的副手门派而已 是谁给你们的胆 是谁给你们的胆 整日寄予灵溪宗 大胆 你是宗主请来的客人 老夫也要出手给你个教训 住手 先去见父亲吧 陆辰 你刚才那些话 最好不要让我父亲听见 否则 涉及到大河宗颜面的事情 就算他再看中你 也不会轻饶了你 此处便是我们大河宗的圣地 应龙涵 大河宗的开派祖师 便是一条得道的应龙 其龙脉发源便是此处 前日应龙坛有龙眼环绕 祖师应龙似乎 依旧在守护我大河宗 小子 你们灵溪宗又如何啊 可还有这样的传说人物 显露行踪啊 你们说的应龙祖师 是我兄弟 我今日的大河宗 正是为了小应和他 啥 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 路掌门廷会讲笑话 路晨 这种玩笑还是不要再开了 应龙祖师可曾是这世间唯一的真龙 容不得半点亵渎 我并未开玩笑 你这人真是让人无语 如果你和应龙祖师是兄弟 那我岂不是得叫你祖爷爷 小应的直戏后呢 再有些 不是 小子 大胆 要不是你是宗族请来的客人 我早就把你大些挖块了 父亲 路晨到了 路掌门 你可知为何要你来此 你直说便是 为了你和我女儿云出燃的婚事 这是两派历来的传统 你意下如何呀 父亲 你先不要说话 是 父亲 我不同意 什么 他竟然拒绝了呀 你好大的胆子 这事哪有你不同意的份 路晨 现在灵溪宗没落是不争的事实 你和初然结尾道旅 灵溪宗可以收到大合宗的庇佑 免去灭派之位 甚至两派合二为一 未来新的门派 也会有你二人执掌 所以 你的真实目的是吞避灵溪宗 而吞避灵溪宗的真实目的 是为了那个石巨人吧 那尊石巨人横空出世 确实战力彪悍 令人无比惊讶 连我都看不透身前 你既然看得透彻 那我就把话挑明 只因石巨人 是你路晨操控 虽然你修为地位 但因为那尊石巨人身价倍增 才有真正和我女儿结尾道旅的可能 小子 你要有四知之明知道吗 要不是为了大地功法 你以为少宗主会愚尊降贵 前往灵溪宗吗 祖臣 我女儿在天脉东南方治愈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才女 无数青年天才攀而不得 现在 你考虑的怎么样啊 我还是那句 我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不配 别说和我结尾道了 就算是当我的事 云出然都不够资格 这话我先前就对他说吧 第一门派大合宗 臣服你一个马上要灭亡的灵溪宗 陆尘我问 你是凭什么说出这种大话 就凭我是陆尘 别说天脉东南方之语 就算是神海大陆 就算之前未破碎的荒谷大陆 我陆尘让灵溪宗成为第一宗门 他便会是这世上最强宗门 陆尘你够了 宗主 我忍不住了 让我试试这小子实力 陆尘 你今天说的话很可笑 做的事更可笑 云出然是我女儿 当着我这个父亲的面 你没有拒绝我女儿的权利 如果你执意拒绝 便抵上你们整个灵溪宗吧 我的决定不会改变 混账 宗主 让我逼了这小子 汉海宗 寒龙公子到 天河圣君 听闻今日 初然妹妹的未婚夫来到了大河东 此等大事会来凑凑热闹 宗主不会怪罪吧 来者是客 寒龙公子如果是来凑热闹的 本宗主自然不会怪罪 只是 如果公子是另有他事 我就不那么欢迎了 大河宗怎么说 也是天脉东南之狱最强的宗门之一 虽然比不上我们汉海东 这种天脉东南主狱的强大门派 我实在不明白 初然妹妹作为天之交呢 为何要嫁给一个极其无名的小子 此事是我大河宗的私事 就不劳盘龙公子费心了 天河圣君 你应该知道我对初然妹妹一直有爱慕之心 如今他嫁给的 是眼前这么一个没什么修为波动的小子 我很不爽 盘龙公子 不管我嫁给谁 这都是我大河宗的私事 可汉海宗和盘龙公子都没关系 既然如此 我不管大河宗的事 我管管这个小子的事情 小子 一个天脉东南之狱的落寞小门派 我不知道你想和云出燃成为道理 底气何在 你可知道我的身份 是天脉东南主狱的强大门派 汉海宗的清传弟子 天脉主狱才是真正的王者之地 你们之狱不过是穷乡屁壤罢了 似你这种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 见识天脉主狱的辽阔与广大 你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 你可以闭嘴了 看来是个不要命的 既然如此 本公子就直接告诉你 你配不上初然妹妹 你自动退出 答不答应 可以 好 既然你拒绝了 那就别怪 傻 你答应了 圣君 这小子什么意思 潘龙公子 你有所不知啊 陆尘刚才拒绝了和初然的婚事 竟敢拒绝袁初然 你有什么资格拒绝 二公子向初然妹妹 表达爱意这么多年 我都不曾回应 你竟然拒绝 你敢打我 我刚才说过了 我刚才说过了 让你闭嘴 人性命 第二 初然妹妹和我订婚 什么 否刘龙公子 这是何意 这天脉东南之旅 这天脉东南之旅 就归汉海宗的管理之下 到时候 你随我回汉海宗 见识天脉主欲更广阔的世界 岂不更好 做梦 我不会嫁给你 大河宗 也不会被汉海宗吞并 那你嫁给谁 非要嫁给这个一鸣不文 跟废物一样的家伙 既然如此 我现在就灭了他 方丈初然妹妹 你看看这个窝囊废 是怎么被我一根手指干掉 寒龙公子 你敢 洞掌门是我们大河宗 请来的客人 你不可对他出手 掌门 这种人也能称为掌门 虽说天脉东南之旅 真是落寞已久 但也不至于随便了 一个废物做掌门 你还敢打我第二次 你如果再莫不及其 没完没了 我还打你第三次 我又灭了你 不好 公子 我们出手吧 四香 这是本公子的切齿大辱 我今日要天宿灭了他 你会从战败持权 为你狂闹 好 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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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并未开启修为 怎么会有如此高的战力 我知道 路晨越来越神秘了 总能给人惊喜和意外 人称我家公子 最无可赦 你们这是要拆了我们大河宗大殿吗 公子少儒 你们大河宗难辞其咎 拆了又如何 你们果然是来找麻烦的 就算你们是天外主义宗门 真当我大河宗好欺负 不愧是大河宗宗主 修为果然了的 只是气势就让人喘不过气 天河圣君 臣不臣服汉海宗 你最好掂量掂量 寒龙 这是 汉海宗智宝 可以直接召唤蛟龙攻击 寒龙公子身上穿的是寒龙圣衣 看来他是有不瘾了 我从神楼显示 碾压一切 小子 显灭了你 一个小人物 倒在盘龙之下 是抬着你了 是 关了他 父亲 若晨他 哎 现在谁也救不了他了 那生什么事了 你看出事了 安龙 陈琪给我吞了这个小子 这是什么 我这 这是 这是 映龙祖师 什么 大鹤洞显然动作云霄天 碍压一 映龙祖师 这怎么可能 小鹰 好久不见 公子 映龙祖师复活 我看这是天荒夜谭 那条映龙已经战死几万年了 当年我们汉海宗的祖师也参与了那次大战 他怎么还可能再现呢 我看他们这是在故弄玄虚 多半是什么强大的优手罢了 不错 不错 我汉海宗怎么能被一个小小知语门派吓着 就算像龙也要涂了他 有的公子要你命你绝对活不了 这就不可能 没有灭我 我就是汉海宗公主 这个正军 救命啊 灭了 汉海宗绝对会灭了大鹤洞 你不是属下有情 汉海宗是主欲门派 势力极强 灭了 当年苦了你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陆成为什么会认识叶龙祖师 那些看样子他们还很熟悉 他们是在用龙语交流 这种预言早就失传了 没想到陆成竟然能听懂 这人的来历恐怕不简单 我明白了 你现在嫉妒虚弱 刚能化险而已 先返回龙潭修养 在我为你找到完全 凝聚肉身的毛腰前 我也要出龙潭 去吧 来日方长 我此次前来 还有一件事想要询问你们 何事 灵溪宗的叛徒是谁 这些年和你们大合宗安通款区 使得灵溪宗众多秘法都被大合宗所得 这 罢了 突然 这些事就全部告知陆掌门吧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此人的确是个小人 我大合宗也只是和他进行利益交换而已 话说回来 陆辰 你和应荣祖师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些 你暂时还不必知道 陆辰 就算我不问 但你刚才灭了汉海宗府宗主的儿子 这事非同小可 我能看得出 虽然应荣祖师重新出事 但修为极其不稳定 如果汉海宗来共 我们很难抵抗 以前 在神海大陆还属于荒谷大陆一角的时候 御与御之间 都有御仗 主御的高手想要进入知御作战 就会受到御仗排斥 现在御仗可还在 这个 御仗确实还存在 但御仗的限制 并没有那么强 如果一个地道境高手 真要强行突破御仗 最多三年 三年 时间足够了 我来此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就先回去了 关于大和宗未来如何自处 天鹅省君 你要想清楚 父亲 陆尘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然 我之前想把你嫁给陆尘 已经很高看他了 却没想到 还是远远没有看透他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的决定 恐怕直接关系着大和宗的未来 神魔墓园 到底是何人所创 这些墓碑又是何人所立 为什么你们会被埋在这里 如果不是响应告证 我也不会知道 你们会埋在这里 小子 你怎么又回来了 鬼灭神员 当年是何人让你看守神魔墓园 别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是说 当有人从坟墓里爬出来 你就完成了守墓人的工作 你为何还在这里 别管了 我在这里待了五数年 不知道该去哪了 我给我一件东西 我还没拿到手呢 反倒 太反倒了 那人让你余生跟随于我 你可愿意 不愿意 你太弱了 等于能从墓里爬出来这件事 虽然不同寻常 可是你还是太弱了 我对弱鸡不感兴趣 喂 喂 小子 你又莫名其妙就走 那些东西的下落你知道吗 喂 喂 嗯嗯嗯嗯 不烧鸡不烧鸡不烧鸡 嗯 掌门师兄 你可算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师兄 灵溪宗内正在召开罢免大会 怕什么 你可怕 陆陈子子 不过进入灵溪宗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仗着自己懂得操控十具人 又逼迫掌门退位 实乃大逆不斗 掌门心灰意冷 闭门修炼 我将云服身为灵溪宗四长老 不能由这辞子妄为 今日召集诸位精英弟子 就是为了罢免陆臣的掌门之位 为了灵溪宗的发展 驱逐陆臣 灵溪宗掌门 许有有实力 有威望者接班 胡说 四长老 掌门明明是自愿 把掌门之位 让给陆师兄的 何来逼迫一说 我看你是纯粹 自己想到灵溪宗掌门 何须找这么多理由 秦磊 作为陆臣的走狗 你倒是挺忠心的 今日以后 陆臣就啥也不是 你这个精英弟子 也别想做了 郑师兄 我总觉得我们 战队江家有些不妥 陆臣虽然自立颇浅 但毕竟为灵溪宗 做出过贡献 柳师妹 我们和陆臣 其实已经坚远颇深 陆臣不得 我们以后在灵溪宗 不会有好严肃 陆臣能当掌门 纯粹是靠着那尊十巨人 今日 四长老竟然敢召开 罢免大会 肯定是有了 限制十巨人的办法 不错 江家在灵溪宗 势力极深 我们提早战队 等四长老成了掌门 我们都会是功臣 陆臣这个狂妄之徒 也会遭到清算 江云福在召开什么罢免大会 针对陆臣 你这个前掌门 不去看看吗 我既然把掌门之位 交给了陆臣 就应该相信 他能带领灵溪宗前进 如果陆臣真的被四长老赶下台 他这个掌门也没必要挡了 也是 山女欲来呀 秦雷 念你精英弟子的身份 修行不易 再给你一次机会 随本长老一起罢免陆臣 做梦 陆师兄的手段 其实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能懂的 凡传不灵 俺这些亏了你 这不是陆臣吗 他俩怎么来了 陆臣 你来得正好 今日是你的罢免大会 没了你怎么行 罢免我 凭什么 谁给你们的权利 又凭我 我江云福 身为灵溪宗四长老 如灵溪宗百年有余 今日就罢免你这荒唐的掌门之位 掌门罢免掌门 可笑 江云福你听好了 我现在以掌门身份 罢免你的掌门之位 你 反了 先给我拿下这个数字 又是你们几个狗改不了吃屎的家伙 柳如旭 这次你不参与吗 柳师妹 还愣着干什么 这可是表现的好机会 我 我 撤出 什么 柳如旭 你还想不想在灵溪宗混了 你现在临阵脱逃 等我四叔成为掌门 灵溪宗就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了 师妹听我一句劝 不要自我前途 我柳如旭进入灵溪宗 本来就是为了修行 但从灵溪宗考核起 我就被很多无关修行的琐事干扰 做各种违心 但觉得能获得利益的选择 我觉得 这样不对 如此下去 我的修道之心 也被慢慢地磨灭霉了 所以 我退出 不加入任何势力 不做任何选择 只选择修行 欢然醒悟 为师为王 站住 入了灵溪宗 还想无善其身 幼稚 岂不知你这种弟子最先被抛弃 你就跪在这里 给众位精英弟子提个醒 看看你这可笑的决定 是对是错 是 拿下路晨 这小子体肤很强 远距离心机他 干啥 我 你们不得对长的师兄无礼 清平 你不过是个丑丫头 仗着在王仁桥的奇遇 长了翅膀 就觉得自己是凤凰了 嘿 再怎么变 也是那个又丑又胖的废物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 让这些人知道 谁才是废物 今日你必将闪耀整个灵溪宗 师兄 我明白了 先拿下你 什么 太温柔了 对不起你 如你 骂你之人 老星雷霆 可恶 看看我真实的实力 山河破碎拳 谢师兄 气势汹汹了 那可是他最拿手的山河破碎拳 平手段 什么 什么 很好 那这些杂鱼就交给你了 哼 可恶 竟然看不起我走 一起上 不告诉你这鸟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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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犯来林师兄 该打 废物 一起出招 打败他 冲啊 嗯 老天爷急 天津浩荡 啊 啊 啊 这是什么声音 白石 是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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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瓶竟然会变得这么强 这还是那个清瓶吗 大胆 好歹多 我来会会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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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我是四长老的对手 你退下吧 接下来不用你出手了 陆臣 你既然执迷不悟 我就打醒你 你们听好了 陆臣子子 来我灵溪宗患有三宗罪 一 残害摩月门 摇云宗两位长老 使我蹤入绝境 一二 逼迫掌门师兄退位 此乃大逆不道 一三 残害同门 滋意妄为 此三宗罪 罪大恶尽 我现在正式宣布 罢免他的掌门之位 并且 就地处决此 十巨人 陆臣又都用十巨人 十个江长老也打不过十巨人啊 这回江长老奈何不了陆臣啊 陆臣 我既然今日敢烦你 就是有备而来 让我掌管唐书阁 古老典籍中 发现了掌控十人的秘密 现在这不是只有你能掌控十巨人 给我拍脸辞子 没了十巨人 你就是个废人 别敢和本长老叫板 下了 怎么回事 给我敲扁陆臣辞子 我明明有控制十巨人的方法 为什么十巨人还是听你的智慧 因为你不配 岂有此理 手打 好恐怖 有十巨人在 掌门就是无敌的存在 江云福 你说我有三宗罪 那么 今日我也要诉你三宗罪 其一 你以下犯上冒犯掌门 其二 你身为长老 不攻击来敌 反而污蔑退敌之人 其三 你利用掌管藏书阁之便 盗卖密法给其他宗门 此乃叛徒行为 宗上所述 灵溪宗长老江云福 罪无可赦 大言不惭 苏臣就凭你也想处决我 路掌门真要处决江长老 恐怕江长老再艰难逃了 没想到路掌门如此狠辣果断 谢 陆辰 我不服 直呼掌门性 放肆 你不讲道理 你诉我的三宗罪 我不承认 我给你一次辩驳的机会 好让你输个明白 第一条 你说我冒犯掌门 我不承认你 何来冒犯 前任掌门已经传位于我 众所周知 不需要你的承认 板博不成立 下一条 第二条 妖云宗摩月门强大无比 我是为了保全宗门 只有你自裁才能平息怒火 我灵溪宗才会存活下来 妖云宗摩月门算什么东西 若不来 我也迟早灭了他们 似你这般龟缩不前 懦弱 灵溪宗才真的名存实亡 好好狂妄自大 我再说第三条 你说我出卖灵溪宗功法 你有什么证据 我江云服不承认 你这是污蔑 你要承认 我给你 是幻影师 据说可以保留一段 现实中发生的画面 看头是你们灵溪宗寺长老江云服 几乎灵溪宗所有的功法秘籍 都为大河宗拓映了一份 并且味口颇大 实在是个无耻之徒 什么 把我灵溪宗历代典籍都给了大河宗 叛徒啊 真无耻 真不要脸 这就是证据 江云夫 还有何话可说 陆 陆掌门饶我一命 我也是一时糊涂 才做出那种事 已经完了 不 饶我一命 我这些年也为灵溪宗多了不少贡献 只要你饶了我 我愿意 你陆掌门麻烧是斋 灵溪宗不要怕你了 你们当如何 陆掌门 我 我将他还知错了 我们知错了 这就是陆掌门饶命啊 这就是陆掌的真实实力吗 原来我 一直都小看他了 灵溪宗掌门 何在 谁 这人是谁 岂有此理 敢直接抢手灵溪宗 灵溪宗掌门 出来见我 我就是 你 没想到灵溪宗掌门如此年轻 你是何人 我乃妖云宗和摩月门的特使 特来给你们下达上宗旨意 灵溪宗打杀妖云宗和摩月门长老 罪大恶极 妖云宗和摩月门来找麻烦了 这下不好办了 给灵溪宗下达旨意 出来听听 灵溪宗掌门接旨 灵溪宗所作之事 对无可赦 行雄之人陆臣 就地正法 第二 灵溪宗对我妖魔二宗 卸出所有功法密宝 敞开大门 任二宗弟子随意出行 答应了 灵溪宗和灭亡有何区别 这些事情太过分了吧 看来只能拼死一战了 哈哈 陆掌门 后悔莫及了吧 今日你打算付出什么保全你的性命 我也问问你 我也问问你 今日你打算付出什么 我去你的性命 以后 口气倒不小 好人 灵溪宗那边来信了 陆臣储局了七长老江云福 并列举了江云福三宗罪 其中一项 便是江云福出卖灵溪宗功法密集 无计其数 这么多年 我灵溪宗相互扶持 才没有灭亡 没想到 江长老竟然是叛徒 做得好 我之前就怀疑有汉托 这次被陆臣揪出来 是大功一戒 经此一事 陆臣的威望 也会在灵溪宗彻底树立起来 不得不说 陆臣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也许在他的手上 灵溪宗真的会焕发光景 又来了一只传信歌 难道又有什么重要消息吗 这 出什么事了 妖魔二宗派使者前来 开出无理条件 以为陆臣镇压 看样子 陆臣要灭了妖魔二宗的使者 竟然这么快就来了 不行 绝对不能让陆臣任性妄为 使者不能打 否则我们和妖魔二宗 只有开战一条路 等等 此事非同小可 功力不好就是灭宗之祸 你觉得灵溪宗一直忍让懦弱 就能生存的下去 可那也比立刻灭亡的好啊 我觉得陆臣这么做 自有他的道理 或者他的底气 扬门之祸既然已经交给他 索性让他放手去做吧 可是 如果灵溪宗真的就此灭亡怎么办 那我们就随灵溪宗一起陪葬 罢了 就信陆臣那小子一回 一位的狗活终将灭亡 辉煌一把也许能绝地逢生啊 你敢打我 我若出了事 灵溪宗活不过三天 知道 两宗交战 不难来使 使者就这么 陆臣真的动手了 如此很大国决 是近万年来 行事最张狂的一任掌门了 今日 七长老江云福背叛灵溪宗 被本掌门斩于此 妖魔二宗来使 挑衅我灵溪宗 亦被本掌门斩于此 台下众位精英弟子 可对本掌门有何不满 既然没有人不满 即日起 全员见位 迎战妖魔二宗 不停从号令者 斩立决 是 尊掌门号令 是 尊掌门号令 前任掌门无恶 以及众位长老 并未出现阻止我的决定 看来灵溪宗高层 还算有些见识 掌门师兄 按照你的吩咐 新的掌门大殿 全部用枯木谷的枯木建造而成 这些识人效率很高 现在已经基本完工 只是 旱被吸干凌厉 方圆五百米 根本不敢有人靠近 连长老们都跑到后山修炼了 掌门大殿 出现了变化 好像 那股 那股吸人灵力的恐怖气息消失了 我也感觉到了 掌门师兄 手段非凡呢 接下来 灵溪宗大殿 还行 护山大殿 灵溪宗在剑派之中 灵巧曾经建造过一座 护山大殿 只不过在上古时期 灵溪宗接起反射 护山大殿基本没有开启 所以渐渐被人遗忘 掌门大殿又变化了 好像活了一般 我也感觉到了 也许这才是掌门师兄 建造大殿的用意 护山大殿缺了一脚 五块阵石 少了一块 五块阵石分别为金木水火土 五种属性 这些厉害无数角阵石 五十 罢了 先开启修为 再去寻找真实 游空木建成当年 云寒的灵力之处 能助我破开一二道天锁 这样 就你开启修为 给我破 修为开启 怎么回事 是妖魔二宗宫来了吗 这是 掌门师兄这动静也太大了 这小子确实有些意思 这就是你让我追随他的原因吗 父亲 这是灵溪宗第二次闹出如此大的动静了 突然 灵溪宗出了个路沉 我那合同的千秋八叶 难成了 至少无法靠吞并灵溪宗来实现了 收 闹的动静有些大 不管了 我修为已经开启 超凡之下 皆可打败 掌门师兄 掌门师兄 你 你没感觉错 我已经开启修为 恭喜掌门 这下看那些不服之人 还能说什么 这附近可有火山延迈之类的地方 火山延迈 没有听说啊 没有 难道是我猜错了 对了 灵溪宗一百五十里之外 有一处岩泉 中年往外喷射滚烫的泉水 连附近的河水都滚烫无底 有如此热量 想必岩泉的地下 有一条岩脉吧 应该就是此处 过去 掌门师兄 这里的湖水炽热无比 生物早已灭绝 常人接近了呀 会被灼伤的 而且传说 这里有妖怪 有不少修士想利用此地修身炼器 被那只妖物残害了 后面 基本无人再敢靠近这里了 我想去看看 师兄 师兄 这里太过危险 无妨 你们再次等候 小门师兄 这点热量实在不算是好 霸体无双 热量的满雨在那边 有人在这儿 严群的热量 都是这块火属性的阵石提供的 朗出湖山大阵的五块阵石 是灵桥采集于五大阵地 五大阵地浩瀚神秘 是五星力量的终极之地 这块镇石历经几万年 火属性力量便未减入私后 什么人 干动老族的东西 小鱼而已 你敢动机我 上去陪你慢慢玩 掌门师兄胆子也太大了 我站在这里都被烧得受不了 更别说进去了 火里有动静了 羞头 毁灭吧 臣服有我 无穷好处 否则灰飞也灭 竟然是那只传说中的八族大妖 这只大妖实力极其恐怖 凶名远扬 我也听说过 这只八族大妖在五十年前 一怒之下曾经灭掉过一个门派 小妹 王爷 小妹 我要撕毁你 人类羞逝 我要撕毁你 想想 我 我 掌门师兄也太凶残了 竟然斩大妖如切菜 是啊 这只大妖可是图灭一个宗门的存在呢 你 你敢跑 我就灭了你 我和你无冤无仇 是你先让我修炼 你别欺人太甚 无冤无仇 我脚下这块阵石是灵溪宗之物 是不是你到了此座 你 你是灵溪宗的人 我乃灵溪宗掌门 我爱不得你知道我的弱点 斩掉了我的八卫 让我无法施展火功之术 祖上曾为灵溪宗抛头炉洒热血 如今拿走一枚镇石又算什么 你祖上曾为灵溪宗无名之一 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 归顺灵溪宗 你 你怎么知道我的来历 归顺灵溪宗 我可以让你成为真正的天手 九天十地 屁命无敌 吹牛的话谁都会说 凭什么相信你 天手印 天手印 这是我天手印族 失传已久的天手印 行 行 两入灵溪宗 臣服于我 你将会得到远昌你祖先的荣耀 你到底是谁 天手印在老祖陨落后彻底失传 你是怎么学会的 你只需知道我是灵溪宗掌门即可 现在你决定要不要臣服用 归顺灵溪宗 你让我考虑一下 毕竟灵溪宗如今没落 你虽是灵溪宗掌门 但修为实在评评 文掌门没有时间给你考虑 你现在就回答 答不答应 虽然你输了什么荣耀的话 我是怎么也不相信 但为了天手印 我可以答应你 不过我有个条件 如果遇到灵溪宗的生死大战 明知不敌 我不会死战 为选择离开 你说的这种情况永远都不会发生 念在你老祖有功的份上 我答应你 没想到掌门师兄真的收服了这只大妖 这只大妖的实力强过我灵溪长老不少 这次灵溪宗又骗了一位助理 昔日的灵溪宗 其他寺里在何处 我只知道有一个树妖和一个土地庙山神 那两个家伙身上有着五行灵力 就在那边的百万大山里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 那我过去 行 你们都站在我的头顶 那速度比较快 你们坐好啊 我要启动了 我好快的速度 没想到他还能够拍照 火焰飞行啊 而且速度变成一番的熊师会飞鱼去 八尾天圣除了沙场 还有就是 我之前和他教授 于是取巧斩去了他的八尾 刚说的伙伴被图无法施展 要不然八尾这么愿意吸收国手的阵势 真正的事 绝对强过前日掌门巫老 八尾前队竟然这么强 本要如施展火攻之术 可坟灭百里 寸草不生 就是这里 掌门 这树土地庙存在了不知多少岁月 附近的乡民经常前来供奉 甚至还有不少修士 也前来跪拜 祈求机缘 哇 好宽敞的庙宇 果然是土链 三尾绝地兽 掌门 要不要我把他找出来 不用 八尾 我有个疑问 为何只有你盗取了五星阵石 其他司令 为何无人去灵溪宗盗取阵石修炼 这个可能是他们不知道吧 我也是又一次潜入灵溪宗 在一本古籍上看到的 本来以为只是传言 也没想到真把镇石挖出来了 原来是不知道 武灵之祖为灵溪宗舍身忘死 连这么重要的事情 都没有告知后来 确实对灵溪宗心更高 黄映 你是何人 是谁 谁 现在 臣服于我 我便传你帝王意 小辈 口出狂言 三尾绝地兽 在这小庙里 靠相互成就大道 太慢了 归顺于我 走无上大道 你一个小辈 有什么体气 要带老夫走无上大道 田青人 我看你是不知道 天高地厚 三尾 你祖上触犯天规 世世代代被天碑镇压 我可以解除天碑镇压 什么 连我祖的最高机密也知道 什么 连我祖的最高机密你也知道 我的耐心有限 不想错过这大机遇 就加入灵溪宗 臣服于我 老头 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八尾天兽都臣服路掌门了 你也赶紧的吧 老夫修炼千载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凭你知道的这些事情 会接帝王印 那还不够 老夫也会帝王印 可笑 你的帝王印不过是皮毛而已 本掌门传给你的帝王印 才是大道正通 放肆 我的帝王印来祖传 你竟然敢说我学的是皮毛 那我让你试试他的威力如何 帝王印 师兄 小心 小心 这 这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谁 你修为平平 但施展的帝王印 竟然远胜于我 哎呀别说了 赶紧投了吧 问救灵溪宗掌门 你的仙祖并未把完全的帝王印 传承下来 我的是完全吧 原来如此 怪不得今些年来 总感觉毫无长进 迫不得已 才扮演山神土地 收集香火 现在 你如何选择 小老儿愿意追随路掌门 很好 接下来 寻找那只牧龄树妖 路掌门 这里是百万大山 有极其量祸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找到 不错 这几千年来 我也就见过他一面 他行踪不定 没有固定的居所 这百万大山中 森林茂盛 所过之处皆是牧龄力涌动 啊 不过是一处处的采集牧龄力罢了 原来是这样 帐门果然见多识广 下去 一旦找不到 那就把他引出来 清平 在天鹰阁中获得的那只玉笛可还在 师兄 在这儿 你是大道天鹰体 天生精通各类音律 我现在传你一段音符 你吹奏出来 可以吸引牧龄前来 听懂了吗 完全听不懂 你听懂吗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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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吧 这是 姚云宗和摩原门的非洲战舰 快点陆尘掌门长老 姚摩尔宗宫来了 没想到 姚摩尔宗这么快就宫来了 陆尘掌门哪 没有找到 有弟子禀报 看见陆尘已经离开了灵溪宗 可恶 难道他临阵脱逃了 来了 陆尘侯 你这笛声不错 小姑娘 留下来给我做婢女如何 这样问问我掌门师兄 同不同意 你是他们领头的 我说的话 你同意吗 我问什么事 我此次前来 是让你归顺于我 你可愿意 归顺于你 哈哈哈哈 你是在和我说笑话吗 哎呦 无为 别耽误时间了 赶紧归顺陆掌门吧 挣扎也没用 是啊 大家时间都挺宝贵的 你们算什么东西 也能让我归顺 小姑娘 太暴躁了 你应该学学我老人家 不要动不动就生气 给你学教育 哎 哎哎 有个好错呀 路股掌门 这无为最擅长的就是困人 一旦被他的藤蔓缠住 很难挣脱 没想到我们武林中 实力最强的是无为 要挣脱这藤蔓 估计要使出我八尾的 至强火术了 你现在还让我归顺你吗 什么 狂妄 别小看我 啊 啊 啊 运厂门的体质好强 无为神木兽 竟然没有破开他的防御 反而自己震伤了 老夫之前还心有不甘 为了帝王印 委屈求全 现在看来 我们是跟对人了 嗯 神木印 这 什么 这不可能 你为什么会我足的神木印 而且你的神木印 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鹿掌门不但会 而且比我们所掌握的 更加正统 玄妙 哎 我早就说过了 早点归顺灵溪宗 归顺鹿掌门吧 现在 做出你的决定 看在神木印的份上 我可以归顺于你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哎呀 不就是灵溪宗 陷入绝境的时候 我们不死战吗 这个条件 我早就跟掌门提过了 他答应了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无耻 临阵脱逃 往恩赴役 我无畏如果追随某人 便会誓死追随 我的条件是 我要和他学习音律 他也无条件传授于我 果然木像羽衣 你们无畏一族 习性难改啊 我答应你 竟然所有人都到齐了 阿伟 是 做我辣 前往灵溪宗 是 竟然是万年前 很罕见的摊西草 没想到这里有一大片 师兄 你拿这些杂草做什么 杂草 你说这是杂草 这种草药蕴含的灵力极低 平常拿来喂养普通妖兽的 这 遍地都是 不就是杂草吗 你说这胎西草 遍地都是 你确定吗 掌门 这种草药 在百万大山中 确实遍地都是 是 是天地有所变化了 还是现在的修士根本不适合 这种在十万年前极其珍贵的陵草 竟然遍地都是 新磊 等回到灵溪宗 召集全宗弟子 把这百万大山里的胎西草 全部采集干净 好 师兄 你采集这些杂 胎西草 做什么用啊 炼丹 炼丹 这种草灵力极低 能练什么弹药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灵溪宗先残害妖云宗 摩月门的长老 后战使者 罪无可恕 你们可知罪 明是你们妖魔二宗 欺我灵溪宗 灵溪宗何惧一战 今日灵溪宗毕业 好 住 小小灵溪宗和妖魔二宗开战 简直是堂帝挡车 我听说那泛式狂徒 是你们灵溪宗的新任掌门陆臣 此人何在 陆臣掌门还没回来吗 没有 他是不是不敢回来了 亏得我们这么信任他 陆臣何在 快出来受罚 掌门去哪里了 不知道 前日怒战使者 今日怎么能不在 看来陆掌门是个缩头乌龟啊 连面都不敢露 可恨呐 事情里如此一众陆臣 他怎么能一走了之 如果陆臣再不出现 不能发动十巨人 我灵溪宗必亡啊 就是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一样的骨气 所有人听好了 小国就投降我二宗 入宗为奴为壁 掌门还没出现 我们怎么办 掌门再又如何 他们来事汽汽汽 我们必败无疑啊 表哥 我 我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当然适合灵溪宗 勇尊王 我数三生 三生过后 若还无人投降 你们就一起下地狱 而等莫妖则木 一旦骑射 众人绝对师无准 三 二 我撑不住了 我撑不住了 我也受不了了 我们怎么办 先进观其变 陆辰 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没出现 你一再创造奇迹 这次还会继续吗 你全废物 丢人的玩意儿 林熙宗白咬你们了 我非经营弟子 能见到最后 这么点人啊 看来 给你们吃的苦头还不够 给我 不好 不好 咱们瞄准了灵溪宗帝 会死 啊 啊 啊 可恶 我们只能站在原地被打吗 我本事你们下来 我们决斗 给你 包一下 好可怕 师兄 让我攻上去 你这么被毒挨打太憋屈了 还不是时候 我们冲出去 身后这些弟子无人保护 又真诚炮灰了 有我们在 多少还能替他们抵挡一些攻击 就算今日灵溪宗避免 我们也要挡在众位弟子的前面 就算今日灵溪宗避免 我们也要挡在众位弟子的前面 现在 再让我看看投降的人 有多少 我 我 我守不住了 我投降 金城 你敢 表哥 我们无力反抗 不投降怎么火 你也投了吧 江大海 你绝不高火 你今日敢投降 我就没你这样的表弟 恩断义绝 江大海 你少在这里充当什么英雄好汉 沉门 陆陈自己都跑路了 我们凭什么不能投降 芸汐宗精英弟子郑明 愿意投降妖魔二宗 这 我留意才投降 既然掌门都跑了 我们撑着还有何用 我们也投降 我还想和我们一起投了吧 可恶啊 妖魔二宗这是诸心哪 芸汐宗弟子要有骨气 谁敢投降 我毙了他 掌门自己都跑了 我们不能跑吗 我们也是明哲保身 我们投降没有错 错的是陆陈 谁让他临阵脱逃 徐叔门掌门逃了 别回来了 我就说这小子不会临阵脱逃 回来就好 掌门回来了 这 这 掌门 灵溪宗会一再担心 赶紧发动十具人吧 陆琪 陆辰小儿 你竟敢回来 那就给灵溪宗陪葬吧 既然有人选择投降 我作为掌握 就给你们一次机会 从现在起 灵溪宗所有弟子 可以选择事后脱离灵溪宗 脱离者 灵溪宗盖部追究 掌门 掌门 如此情形下 灵溪宗的弟子恐怕会流失大半 无妨 可恶 这小子竟然无事敢长老 那就让你多活一会儿 多体会一下绝望的感觉 选择退出灵溪宗的人 可以离开了 我们走 留一条命比啥都强 我们也走吧 刘师妹 不如和我们一起离开 就算陆辰回来 也打不住妖魔二尊的进攻 你留在这里 只会平白搭上一条姓名 你们走便可 不用管我 这一次 我柳如旭不会再选错了 老哥 一起走吧 陆辰咋的四叔 何必跟着他一起 为灵溪宗陪葬呢 一马归一马 我不能在灵溪宗 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 我柳三生 三生过后 还没有离开的灵溪宗弟子 日后再想脱离灵溪宗 便是叛宗 斩立决 算了 我们也离开吧 虽然不舍 但总算活了下来 小哥 我走了 你既然要留下来 希望你不要后悔 希望 你也不要后悔 唉 竟然走了这么多弟子 虽然灵溪宗没落了 今日又面临灭宗危机 但如此结果 实在是令人有些心寒啊 陆辰小儿 如今你灵溪宗弟子实不存二 本长老就大发慈悲 送你们一起上路 灵溪宗所有弟子听令 准备战斗 监灵来提 监灵 怎么监灵呀 如此行事 自保就不错了 可乌小儿 你竟敢一再无视本长老的话 你们都 相依 可乌小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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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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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 什么 被挡住了 这是什么 居然这么牢固 师兄 灵溪宗啥时候有护山大阵的 不知道 又是陆尘从灵溪宗挖掘出来的 不得不说 陆尘远比我们了解灵溪宗啊 是 无聊死了 啥时候轮到我们上啊 现在怎么想参战了 你之前不是说 灵溪宗必亡的时候 独自逃跑吗 我这不是看出来了 只要陆尘在 灵溪宗绝不会亡吗 可恶 想躲在里面招缩头目归 做梦 妖魔二宗百招齐发 被我破了这个阵法 什么 这是什么阵法 怎么防御力这么强 掌门为我 非独三大阵厉害啊 我有些后悔离开了 暂时挡住了一个 更强的攻击还在后面 而且 他们也就只能躲着 根本努力也计 根本努力也计 十军人只能在范围内活动 我们已离开他的攻击范围 现在对我们造成危险 接下来怎么办 神剑着陆 他们不是有护山大阵 有十军人守护吗 我们就把他们困死在里面 二宗弟子听令 从现在起围困灵溪宗 不接受任何人投降 出来一个打一个 我说的没错吧 灵溪宗实力太语 肯定避战指出 什么 竟然主动开放大阵 陆臣怎么想的 灵溪宗所有弟子听令 全军出击 歼免来敌 灵溪宗所有弟子听令 全军出击 歼免来敌 师兄 真的要攻出去吗 掌门的 走出去 那今日就战个痛快 那姜花耳朵知道我们的群众不是好欺负的 杀 竟然放弃护山大阵的庇护 这些人都疯了吗 敢主动进攻 让你知道什么是恐惧 来 走 阿长老 你们一定要拦住他们 请终弟子争取生计 好 然然双俗 也逼了这些欺人的畜生 下下灵溪宗敢忤逆我妖魔二宗 真是欠调教 什么东西敢阻拦我们 一头妖兽而已 烤着他吃肉 有人 小太子们 答应我先把你们烤了 还是赶紧逃降吧 燃烧修为 你们也不是对手 他说的对 两位 停止燃烧修为吧 不然此战过后 你们二人也报废了 掌门有令 你们退后 这两个老家伙 交给我们 他们二人实力很强 不如我们四人一起 两个小崽子而已 哪来的物质之辈 敢对本生老夫 这 你是霸道镜的强者 什么霸道镜 鲁臣掌门竟然请来了霸道镜的强者 我灵溪宗已经上千年没有出现霸道镜的强者了 该你了 别跑啊 又是一个霸道镜 这怎么可能 你们灵溪宗哪里来了这么多强者 师兄啊 不止一个 是两个霸道镜强者啊 我们这次有救了 鲁臣掌门有一手啊 你错了 应该是三个 下面这个霸道 应该也是一个霸道镜 传说在百万大山中 有超强妖兽 他们存在了无数年 看来掌门出去一趟 是收服这三人去了 妖魔二族的长老已经战败 冲啊 上 前面有个喷火怪 让我们上王惨重 根本顾不过去 现在两位长老也败了 我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赶紧逃啊回去搬救兵啊 快跑 快救命啊 她的灵溪族 这是 妖云宗二大王 摇云山 是我妖云宗的二大王 摇云山摇二大王 摇二大王秀为高深 他来了我们有救了 什么叫有救了 是灵溪宗必亡 可恶 这次我要把灵溪宗活着的人都千刀万刮 宠魂八股 云山 救我 可恶 灵溪宗 一个没落的垃圾门派竟然敢反抗 当真是不想活了 我给你们一次保留全尸的机会 马上放了我二宗长老 放我灵溪宗者 我 你敢 我乃 妖云宗二大王摇云山的道律 你敢动我 我 老太婆 挺自视甚高 这就送你上路 妈呀 你就是灵溪宗的掌门吧 年轻人果然狂妄 敢不敢和本大王一战 我胜了就放了我的道律 当然 你如果想当缩头乌龟 当我没说 我 斩 我 我 怎么 我 好你个陆辰 哪有与我决战 竟然言而无信 我 本掌门说一搏 你我决战的结果早已注定 接下来 轮到你了 我 我 只要让你后悔还到这世上 我叫我二宗的长老 必须把他活换了 大王是灭了子 灭了你 啊 章门小心 要与山身为妖云族二大王成名已久 一双黑鲨掌毒辣之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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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 前面的话当我没说 好 好 好 犯我灵溪宗者 冉无赦 犯我灵溪宗者 冉无赦 不 犯我灵溪宗者 冉无赦 要我摩二宗的人 你都不要放过 父亲 没想到姚母二宗来势汹汹 最后却一败涂地 陆尘又创造了奇迹 不然 现在是我大和宗 该表明心意的时候了 父亲 姚母二宗虽然一败涂地 但毕竟根基还在 并未清朝而出 如果我们此刻动手 等于彻底和二宗敌对 不然 还记得上次 陆尘离开大和宗的时候 对我们说过的话吗 陆尘说 让我们考虑清楚大和宗的未来 不错 其实 自从陆尘召唤出应龙祖师的那一刻 我大和宗的未来 已经和陆尘脱离不开关系了 确实如此 就算看在应龙祖师的关系上 我们大和宗也不得不出手 大和宗所有弟子听令 立刻配合灵犀宗 拦截妖魔二宗逃跑之人 为二宗弟子 斩无赦 是 掌门 好消息 大和宗出手了 此刻 不过 妖魔二宗的人 只能说陆尘命大 大和宗派出了高手帮助了陆尘 让他逃过一劫 这陆尘也太走运了 灵犀宗现在没事了 我们回去吧 现在回去 陆掌门还会要我们吗 灵犀宗本来就没有多少弟子 我们走了 灵犀宗就会更加衰落 陆掌门为了灵犀宗的发展 肯定不会不要我们 不错 没有我们 灵犀宗就是个空壳子 我们现在回去 那自然不计前嫌欢迎我们 走 回去了 我们是为了灵犀宗好 陆尘应该感激我们 我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就我们和陆尘的关系 他绝不会再让我们进入灵犀宗 各位 你们别忘了 灵犀宗只是暂时的打败妖魔二宗而已 要么二宗的真正实力并没有展现 迟早还会报复 江青城 你的意思是 门派秘境中 有灵犀宗真正的天骄在修行 你是要唤醒那些天骄 不错 现在的灵犀宗正被陆尘带领着走向灭亡 那些秘境中的真正天骄 自然就是带领灵犀宗度过此劫之人 好 一旦他们出来 这灵犀宗 这灵犀宗就没有陆尘什么事了 都给我停下 新磊 江大海 让开 我们要进掌门 你们想干什么 掌门早知道了 早就说了 不见 我们可是因为灵犀宗需要我们而回来的 哈哈哈 遇到事你们就跑了 没事就要跑回来 你们还有脸说灵犀宗需要你们 走吧 您在同门一场 别让我出手对付你们 灵犀宗没了我们 就是一座空壳 早晚灭亡 你 你们刚才都跑了 灵犀宗灭亡了吗 有你们这些忘恩负义之辈 灵犀宗才会灭亡 掌门说了 一个不要 可恶 我们走 掌门 此次不但全监妖魔二宗来犯之敌 而且还交货灵犀战剑上百搜 这灵犀战剑价值非凡 灵犀宗先前都没有一搜 这一次我们算是发财了 但我们也不能太过得意 如果妖魔二宗惨败后清朝而出 灵犀宗未必还能挡得住啊 嗯 师兄说的不错 掌门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你拿个主意吧 接下来 全速提升实力 一个月后 触发负面妖魔二宗 啥 掌门 你是认真的吗 这是否有些太冒进了 我从不开玩笑 接下来按照我的部署去安排 一个月后 妖魔二宗毕灭 你 大王扰命 实在是那灵犀宗势力太强 又有大和尊帮助 哇 你又救命令犀宗 还有令我找不远 妖云宗大大王和我摩月门的大大王闭关这么久了 还没出关吗 回离二大王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出关 本大王等不了了 尔大王 召集摩月门的精锐 跟我去灭了灵犀宗和大和尊 尔大王 尔大王等不了了 召集摩月门的精锐 跟我去灭了灵犀宗和大和尊 尔大王 尔大王息怒 灵犀宗不足为惧 但大和尊宗主天和圣君云孝天修为突破半王境 不容小觑 不如等两位大王出关后 再直接覆灭二宗 小菜一碟 罢了 那就让他们再多活一个月 拜见掌门 掌门 掌门 你找我们有事 掌门师兄 和妖魔二宗一战 你挥手之间覆灭来敌 我龙玉晨 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有什么事情 你尽管吩咐 你二人去一趟大和尊 并把这卷主箭 交给天和圣君云孝天 掌门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此外 你们和天和圣君言说 一个月后 灵犀宗进攻妖魔二宗之时 让大和尊自行做出绝法 什么 掌门 你的意思 我们这次前去的目 是邀请大和尊 一起参与进攻妖魔二宗 何以这么理解 嗯 掌门 保证完成任务 父亲 你没事吧 不是 只不过是再一次尝试突破王道径 失败罢了 父亲 你已经卡在半王径多年 难道突破的王道径真的那么难吗 难 也不难 对于那些道统传承完整的大宗大派来说 有着完整的晋升王道径的无上功法 满升王道径强者自然不难 但我大和尊的传承并不完整 毕竟大和尊历史上确实是灵溪宗的附属门派 灵溪宗没落 大和尊又怎么能不受影响 这些年 我大和尊一直想要突兵的纪宗 根本原因还是要找到可以让大和尊持续向上发展的基本功法 陆不能断了 可惜 灵溪宗的功法也已经一事断绝了 不然 你的资质远胜于我 只要有向上突破的基础功法 你未来的成就绝对远高于我 可惜 资质再强也无用 没有功法 上限始终有限 宗主 灵溪宗有使者前来 灵溪宗的人 请他们进来 外见天和圣君 虎毕多礼 大长老 今日所来何事啊 那个 我灵溪宗掌门 让我给宗主带话 有什么话 但是说无妨 这 掌门计划一个月之后进攻妖魔二宗 派我们前来邀请大和尊一同前往 什么 我看陆尘是疯了吧 进攻妖魔二宗 你知道妖魔二宗是什么实力吗 大长老 陆尘掌门最近的表现确实成得上精彩绝言 但以如今灵溪宗的实力进攻妖魔二宗 实在太荒唐了 这绝无胜算 天和圣君 少宗主 这有什么荒唐的 掌门师兄的决定不会有错 在掌门的带领下 一个月后 定能歼灭妖魔二宗 不知 你们可知道 妖魔二宗可是有着霸道境 伴王境 甚至王道境强者 那又如何 陆尘掌门弹指间令他们灰飞湮灭 你放肆 你一个小小的精英弟子 今晚在这里胡说八道 反正陆尘掌门说了 让你们大和宗自行决断 我们灵溪宗又没有强迫你们去 一辰等 你们大和宗害怕妖魔二宗 我灵溪宗不去 你竟敢看不起大和宗 还只找打 啊 没事 什么 这是 你们想干什么 这就是大和宗的代客知道吗 你倒逆是谁 我是龙奕臣 陵溪宗精英弟子中排名第一 父亲 刚才那股气息 那都是 尹和圣君 你干什么 当真一言不合就要灭口 大长老 你误会了 龙奕臣可能就是我大和宗一直要找的人 我只想确认一下 不用怕 本宗主并没有想要伤害你的意思 不会错 不会错 绝对不会错 你绝对是我大和宗一直要找的人 好饿啊 你绝对是我大和宗一直要找的人 宗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大长老 你有所不知啊 我大和宗一直在寻找应龙祖师的后人 几千年都毫无头绪 不想他竟在灵溪中 啥玩意儿 龙奕臣 你是大和宗应龙祖师的后人 我 我不知道啊 头生双脚 又对我大和宗的独门功法功金免疫 不会错的 你绝对是应龙祖师的后人 从今日起 你就留在大和宗 和初然一样同为大和宗少宗主 那个 你有什么要求 可以尽管说 什么应龙祖师后人 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来替掌门师兄传话 你让我冷静冷静 捋一捋 这么说来 今日之事是陆臣掌门故意让龙奕臣来的吧 掌门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份 那么 我手里的这枚竹简 啊 宗主 除此之外 掌门还要我把这枚竹简交给你 竹简 这是 这真的是陆臣让你给我的 正是 父亲 这竹简是 这是突破王道径的基础功法 什么 这种功法 陆臣竟然也有 他是怎么得来的 貌似是掌门亲手写的 写的 掌门竟能写出王道功法 在灵溪宗就算第一境界的霸道功法 也只有残篇 这也是这些年 灵溪宗迟迟没有霸道竟强者的原因 王道功法 都由岛运流转 一般人根本无法输血 我现在真的好奇 陆臣掌门的来历啊 啊 天和圣君 关于一个月后 进攻妖魔二宗之事 不知你现在如何决断 罢了 本来这种事儿 我大和宗绝对不会冒险 但今日 陆臣掌门为我大和宗送上了两份大礼 这对我大和宗 媲美再造之恩啊 且这部功法对我大和宗来说 就如天降干露 将让我大和宗整体实力 都会迈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如此大恩 我大和宗无以为报 所以 劳烦大长老通知陆掌门 一个月之后 我大和宗和灵溪宗 一起出征 如此甚好 我这就回去 禀告掌门 等等 隆一辰 你若留在大和宗 大和宗的资源任你支配 你不再考虑一下吗 哼 多谢宗主好意 我知道 我自己有些特殊 毕竟头上长脚的人不多 不过 我是在灵溪宗长大的 我龙一辰从小就是个孤儿 是灵溪宗把我抚养成人 如今灵溪宗面临灭宗危机 我不能离开 也罢 应容祖宗不知何时才能再次显灵 这些时日 你就先待在灵溪宗吧 父亲 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太草率了 毕竟涉及到大和宗的存亡 应龙祖师 只要应龙祖师能苏醒 那和宗的霸业未必不能成 你想的太简单了 先不说应龙祖师几万年来也就苏醒了这一次 重要的是 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让起崽子苏醒 就算祖师醒来 他是站在哪边 都说不好 父亲 趁着这段时间 我想再去灵溪宗一趟 去吧 如果能弄清路晨的来历 就好了 你们说掌门弄这么多杂草 到底有何用 掌门说这叫胎西草 练丹用的 练丹 这种草很常见 没听过谁用它练过丹呢 掌门 灵溪宗现在还生多少弟子 只余下不到三百名精英弟子 他们修为如何 灵溪宗积若已久 就算是精英弟子 实力也不是很强 大多数也就在氧气晶六七层 隆毅臣作为精英弟子第一人 实力达到了胎西晶三侧 氧气晶 胎西晶 初刀晶 霸刀晶 现在的境界划分 到时候已经没什么区别 掌门 炼丹师极其稀有 灵溪宗可没有啊 你真的会练丹 用这些草 接下来我会练着胎西丹 在十天之内 把所有弟子的修为都提升到 海西晶一上 把所有弟子的修为都提升到 海西晶一上 上门 你多么玩吧 上门也学会开玩笑了 这不可能 别说十天提升到胎西晶 就是资质烧好的弟子 每个五年十年也修炼不到啊 你们可以拭目以待 有一事 我一直很在意 掌门请问 灵溪宗有三处近地 枯木林和王仁桥 我都已经去过 第三处密集 据说有几位资质结好的弟子 在里面修炼 他们各个有成为首座的前置 只是最新修行 是 灵溪宗千挑万选 精力培养 希望他们百年后突破王道景 重振灵溪宗 那为何灵溪宗有灭宗之位 他们没有出来 掌门有所不知 秘境只能进入一次 最高可待满百年 在里面修炼 事半功倍 他们怕出来后 无法再进入了 存王之界还不出来 这些弟子恐怕初心已变 对灵溪宗来说 是祸不是福 这就是当阁 灵溪宗已经有几千年没有开启过了 还好 这尊丹炉还在 接下来炼丹一人一场 其他人可以出去了 龙玉琛留下来帮我炼丹 掌门 我不会炼丹啊 咋了啊 不用你动手 你喷火即可 喷火 这尊丹炉 似乎流转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气血 子炉名为好听 十万年前 我和清帝用于炼制天药 子炉由神铁挡造 是清帝以断制为代价 取自绝先之地 半炉散发着神性 能极大地提高丹药品质 只有对天地感不及其灵灵之人才可以 察觉这股神性 进去吧 掌门师兄 去哪儿啊 进去丹炉里面 那掌门 我进去干什么 你是练丹还是练我 少说一话 进去 对你有莫大的好处 好吧 掌门 能不能告诉我 为啥让我进去啊 我 练的最重要的是丹火和丹炉 现在先辞另一场劲 让他掌握龙族的天赋大道 小门 好热啊 我有些受不了了 只是有些受不了 那也行 好烫啊 小门 我不行了 让我出去吧 这是不行的吗 那不行 再给你下点药 哎 让我看看 下下看看 成何体统 你救命啊 掌门没练丹 反而把炉师兄练了 掌门的操作我一向看不明 这次就更不明白了 叫得也太惨了 哎 掌门太凶残了 我还是离这里远点吧 还活着吗 还活着吗 我就当自己凉了 反正掌门也不会放我出去 没错 有觉悟 说明你快成了 现在我传你一句龙语 你用心听 这都是 掌门 我听不懂啊 听不懂没关系 能听见即可 默念三遍 是个龙语 龙师兄 这么快就有了 我很期待你的蜕变 龙师兄不会真被掌门炼成龙了吧 好险啊 差点就在里面化成灰了 你的龙魂资质极高 看来你是小硬的地脚带传人 龙船准带最是不凡 而你的血脉中 还有一丝真黄血 现在又修炼天火大道 未来你的成就 可能会追上小硬 掌门 我想喝水 休息好了 开始炼丹吧 按照我教你的口诀 施斩祸数 我试试 掌门 真的可以 我发出火焰了 八位天兽也是祸属性 但那只是商人的地货 而龙玉尘崛起的天火大火 才是猎丹所需要的圣火 唉 什么时候 这 来到这 跟掌门 成了 我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气 海鲁 这就是太西丹 麦香不是很好看啊 黑乎乎的 而且灵力波动也不是很强 掌门 这丹药能吃啊 怎么就不能吃了 这可是我辛苦一天一夜炼制出来的 我先吃一颗试试 我 我破镜了 我破镜了 就这么突破了 哇 真神奇啊 氧气静 是隐气入体 让修士感受天地灵气 胎西静 则是灵气入体后 诞生灵胎 把天地灵气存入 灵胎加以运用 犹如呼吸 也是胎西 这两个过程中 修士并不需要太强烈的灵气补充 所以 胎西丹的灵力波动并不强 但它可以协助灵胎进行胎西 迅速让灵胎在体内壮大 之后的王道锦和霸道锦 才是踏入真正的修行之路 不过 超凡之下皆是凡人 掌门 把太西丹分发下去 灵溪宗的整体实力会暴涨 攻打妖魔耳宗 我们也算有了一丝底气 太西丹每人只能吃十颗 十颗过后 就会失去作用 此外 太西丹对于胎西静的修士作用 我没那么等 龙侍指 我现在台西境九层 就差一脚就能进入霸道境 你虽然觉醒龙魂又吃了台西丹 但才台西境五层 全力出手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大长老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样的攻击 他已弱了 是人吗 龙依晨打败了大长老 一台西境五层 击败太西境九层 这就是龙师兄在丹炉内被掌门炼化的成果吗 行 你干什么去啊 我去找掌门 让他也把我在丹炉内炼一炼 等等我 我也去 小兔崽子们都这么厉害 我作为大长老 有人哪 本掌门已经提升了所有普通弟子实力 时间还很充足 接下来是时候 提升你们这些灵溪宗主要战力的实力 掌门师兄 你终于想到我们了 我和大长老等诸位长老 都夹在台西境九层多年 迟迟不能突破到霸道境 掌门 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我这些年也尝试过不少办法 都没能突破 太难了 突破境界 无非是工法 资质和资源三个方面 工法我看过了 残缺不前 这样的修炼只会事倍功办 接下来我会传给你们完整的霸道境工法 我就知道掌门有 掌门 赶紧传与我等吧 不急 以你们的资质 又算有完整的工法也无法都突破 掌门的意思是 工法和资质都不行 那就只有最后一条路 便是资源 可我灵溪宗穷的叮当响 根本没有存粮啊 九月深渊 最近是否开戏过 九月深渊 掌门 没听过这个地方啊 白云秘境 鬼城秘境 这两个的秘境呢 都没听说过 这几处地方 天才地宝储量十分丰厚 而且离灵溪宗不远 只要有实力和方法 能在里面得到不少好处 看来唯一的解释是 这几个秘境 因为某些原因消失了 附近可有什么 可以获得修行资源的洞天 你静吗 有是有一个 但是 哎呀师兄 有你就赶紧说呀 掌门又带我们去抢宝贝 我灵溪宗现在太需要修炼资源了 剑线比赛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 想当年 刘云和横扫青年一代 获得第一青年剑线 师兄的意思是 十年一次的剑线比赛 又要开始了 不错 剑线比赛 只能门派首席大帝子 才可以参加 师兄 剑线大赛和掌门所说的 获取资源 有什么关系啊 领得剑线大赛前三甲的门派 可以进入仙缘秘境 哦 仙缘秘境竟然开放了 这仙缘秘境老夫也听说过 传说是仙界掉下来 是仙人赐予大陆修饰的一座仙矿 里面有仙缘 可以活王人生白骨 更别说提升修为 哎呀 这仙缘了不得呀 如果能得到一块 修为绝对突飞猛进 咱们 我们就去那吧 仙缘秘境 确实来自仙界 不过是当年的一场大战掉落 如果能找到千缘 对于修行的速度和质量 都大有弊异 出发 去剑线大赛 掌门 前方就是剑气城 传说是万年前的九剑大帝建立 自此 剑线大赛就在剑气城开始举办 九剑大帝 这里就是小九生长的地方 当年逆战苍天的狂傲少年 永久消失在岁月长河之中 掌门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明日就是比赛的正是日期 掌门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明日就是比赛的正是日期 掌门 打算派何人参战呢 本掌门亲自杀 掌门 你亲自杀 我当掌门之前就是灵溪宗首作 也就是首席大弟子 现在还没有新的首席大弟子 本掌门亲自杀 理所当然 掌门 剑线比赛妖孽备出 如果掌门有个闪失 我灵溪宗承担不起啊 是啊 掌门不如让龙亦臣出马 嗯嗯 他现在比我都厉害 也许运气好 能夺得田三甲呢 不妨 只有本掌门亲自出手 不妨为是 既然掌门已经决定 那我们先去前面的剑仙楼歇息吧 掌门 这就是剑仙楼 是专门为各大门派参加剑仙大赛的歇歇之处 看几位面生 应该不是来参加仙楼大赛的吧 抱歉了诸位 仙楼只接待各大门派参赛之人 我们乃是灵溪宗 正是为参加此次剑仙大赛而来 原来是我们天脉东南之域最弱的灵溪宗 我以为你们不会来参加仙楼大赛 没想到还真敢来 小姑娘少废话 赶紧给我们安排房间 诸位 房间已经满了 你们可以自己去找店主 陈掌柜 怎么会没有房间 剑仙大赛历来的规矩 剑仙阁负责参加门派的一应起居 我说没有就没有 实在不行打到回府 反正灵溪宗就算参赛也意义不大 平儿 给我们星云剑宗安排几个上等房间 陈公子放心 还剩最后几个上等的客房 早就留着呢 岂有此理你今天跟我说清楚 我们来了就没有房间 为什么他们来了就有房间住 平儿 这些人是 是 灵溪宗的人 也是来参加仙剑大赛的 灵溪宗 对 今年因为仙缘秘境的原因 来参加剑仙大赛的门派比网界多了一些 所以客房不够 这很正常 就算如此 是我们先来的 为什么不就先给我们安排 反而给你们星云剑宗预留了房间 陈公子 听你话里的意思 是你们灵溪宗能和我们星云剑宗比 无自量力 这灵溪宗竟然想和星云剑宗平起平坐 齐有此理 我灵溪宗就算实力不强 但岂能被你们如此嘲笑 掌门 灭了这群小崽子吗 陈掌柜请你们离开 是给你们灵溪宗面子 你们如果不时去 想在仙剑楼闹事 我星云剑宗可不会袖手旁观 诸位也可以打听打听 我仙剑楼背后的势力是谁 现在 请各位离开吧 慢着 是大河宗的少宗主云出燃 他在天外东南之语年轻一代中 资质超群 是这次比赛的热门人选 灾貌双绝 怪不得让无数天交到暗生请诉 少宗主好久不见 我是 陈掌柜 我大河宗控述几间客房 让给灵溪宗如何 大河宗自己的客房 可以自行处置 陆掌门 跟我上去吧 仙剑楼背后的势力 是剑气城陈家 传说陈家祖上就是九剑大帝 最好不要在这里爆发冲突 走吧 掌门 我这暴脾气咽不下这口气 稍安无造 稍后会让这些构杖人士的家伙 归在你们面前 忍错 狂妄 如此狂妄无知之途 少宗主 你竟然与之为伍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很简单 陆掌门可是我的未婚夫呢 什么 什么情况 少宗主什么时候订婚的 那个陆陈是什么来路 竟然赢得了少宗主的芳心 平平无奇 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凡的地方 至少表面看起来 远远不如陈星云呢 掌门的魅力就是大呀 少宗主这等女子 都是主动靠上来 明日剑仙大赛剑 我们走 喝一松喝 喝 师兄 房间都收拾好了 你要不要歇息一下 不用 随我去剑气城转转吧 明天就要参加剑仙大赛 我去逃一把剑 啊 掌门 你要买剑的话 就去剑气城的九剑阁 那是陈家为了纪念九剑大帝而见了 那是陈家主导的最好的剑 一楼的剑都是陈家打造 用的也是上等材料 贵客可有看上的剑 一楼的剑都是陈家打造 用的也是上等材料 贵客可有看上的剑 这也是凡品 二楼都是陈家嫡系打造的配件 每一把皆非凡品 贵客 二楼的剑可否满意 大师所啊 陈家无人啊 这位客官 你什么意思啊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乱讲 九剑阁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慢着 逍遥 何出此言 何为陈家无人 我本想在九剑阁寻找一把配件 我的要求并不高 非凡即可 却发现 这里皆是凡品 陈家连非凡配件都铸造不出来 看了陈家的驻兵之术 没落久矣 此人说话毫无顾忌 切中要害 恐怕来里不浅 小友这话虽然有些伤我陈家族人的心 但不得不承认 确实如此 不过 我看小友气量非凡 如果真想找非凡配件 可以跟我来 我这里有一把剑 绝非凡品 如果小友能拿走 我免费赠送 小友可愿意一试 带路即可 我给你钱 大长郎 这老掌柜带我们去哪儿啊 我怕是去看那把传说中的石中剑吧 石中剑 那是何物 一把插在巨石中的非凡之剑 据说 此剑来历不凡 似乎和九剑大地有关 插在巨石之中 不知道多少岁月 无人可取出 陈家曾放言 谁能拔出石中剑 这把非凡之剑就归谁所以 这 难道就是 这 难道就是 就是此处 这石中剑 巧有可重义 拔出来 这又何难 有何难 真是无知者不畏 古往今来多少天骄都拔不出石中剑 我乃天师傅白风 自认为在此次仙剑大赛中 也算是能排进前三的存在 但刚才拔的石中剑 却也纹丝不动 原来是天师傅的白风公子 久仰久仰 白风都未能拔出石中剑 别人连想都不要想了 小子 不是要拔剑吗 开始吧 且让我白风开开眼界 看好了 剑来 什么 多少年了 是中剑第一次有了反应 好 这 这怎么可能 掌门为武 竟然真的拔出来了 不对 应该是轻轻一招手 剑就飞出来了 太神奇了 此人适何来练 原来如此 怪不得九剑会把如此一把 品级不高的剑超入石中 原来是这个 几万年过去了 竟然真的有人拔出了石中剑 而且并不是我陈家后人 掌门 我来替你拿剑 慢着 小子 运气不错呀 没想到你真的拔出了石中剑 开个架吧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把石中剑本公子要了 我也不抢人所难 你们开个架吧 不卖 再说一遍 说了 不卖 本公子打到不卖 不卖 天师府的人也敢打 你真是活腻了 少看 不然废了你 黄天拳 好 就凭你们 还想拦住本公子 少当了 好快的生法 小子 垂放你 什么 自不料理 啊 啊 被我的胳膊 完蛋了 还没完呢 好 啊 可是此次仙剑大战的第一天叫 白云虎 完蛋了 啊 啊 我 你 饶了我吧 走 等 等一下 敢问小友 出自河门河派 这位 还是我们灵溪宗掌门 陆陆 原来是灵溪宗的掌门 敢问陆掌门 也是来参加剑仙大赛的 正是 那 那个 可不把十中剑给老夫 不非你们也要反悔 前前可是说好的 这十中剑谁拔出来 就归谁作用 你们误会了 我只是想看看这十中剑 毕竟这把剑 据说是我陈家的先祖 九剑大帝所留之物啊 要去看吗 我谢陆掌门 先祖之剑 可惜呀 我陈家后继无人 陈家子孙无孝 无一人能拔出这十中剑 反被外人拔出 唉 我陈家族人 剑术和主兵之术皆已没落 贵队先祖 会对先祖啊 林一大师兄 快点救救我们 金光门一点颜色 看看 如果不是紧的 请问小琪 你可敢接受我的答案 我们秦云宗帝 绝不会入战安朝 唉 我陈家族人 剑术和主兵之术皆已没落 会对先祖啊 阿兰 既然是陈家历来的规矩 这十中剑就归陆掌门所有了 唉 请问 陆掌门还有何时 你是陈家何人 事不相瞒 老夫正是陈家现任家主 既然如此 这把剑就给你吧 这陆掌门你这是何意 此剑虽非反品 但才智一般 而且此剑当初铸造 并非是为了当剑使道 而是为了传给陈家后人 可惜陈家 无人能拔出此剑 我有些听不明白陆掌门的话 当年九剑大帝 怕你们陈家后期无人 传承断去的 只等陈家没落之时 有杰出的陈家后人 能拔出十中剑 取出其中的地数 就能重现陈家的辉煌 可惜 他还是远远低估了陈家没落的程度 小九曾经为我披荆斩棘 他的后人 我必定会为他照料一二 地数藏在建中 你回去破开此剑便可 这 不泄露掌门 九剑仙祖深谋远虑 有了这把十中剑 陈家复兴有望了呀 家长您没事吧 快去 通知陈家的几位老祖出怪 我陈家要有大事宣布 是 灵溪宗陆掌门竟然对我陈家的事情 了如指掌 灵溪宗故事也曾出现过大帝 鲁臣子人不简单 是 灵溪宗陆掌门 那把十中剑中真的藏有帝术吗 掌门就这么把帝术送人了 我灵溪宗可都还没有呢 帝术超凡 不是一般人可以修炼的 陈家薛买特殊 非常适合驻兵之术 我就算将之带会 灵溪宗也很难找到人席练 灵溪宗的帝术之所以失传 其实也和灵溪宗独有的 御清灵体血脉在慢慢失传有关 这件事 等灭了妖魔尔宗 我会想办法让灵溪宗 再现帝术传承 传说御清灵体修炼起来 有霞光闪现 如果真能让灵溪宗种弟子 再现御清灵体的血脉传承 到时候灵溪宗布满霞光 想想就令人激动啊 岂有此理 真是岂有此理 为什么不让住下去了 交钱 不交钱 这仙剑楼你们就住不了 我们明明住的是大河宗 让出来的房间 为何还要交钱 本来你们灵溪宗没有资格住在这里 既然让你们住了 那就要交钱 我是这里的掌柜 我说了算 否则 我就把你们从这里清理出去 你 掌门 掌门 我实在忍不了了 气死我了 我想喷火把这个仙剑楼烧了 忍不了了又如何 我劝你们还是乖乖交钱吧 这剑气城是陈家的地盘 你们敢再次撒野吗 哼 不交钱是吧 那就别怪我 把你们的行李都扔出去 黄安舟 掌门这是要过来交钱吗 你们灵溪宗小门小派 破财消灾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拿来吧 敢打我 打得好 你这种搞掌人士的家伙 早该打了 掌门为我解气 掌门 陈掌柜再次故意找茬 听说是为了替星云建宗出计 毕竟邵宗主为了掌门 当众伤了陈星云的面子 陆掌门好大的胆子呀 敢在仙剑楼殴打掌柜 你们看上大事 来人 敢欧打剑气成陈掌的人 灵溪宗的人 竟然一个也别想离开 看你了 住手 家主 家主 灵溪宗众人不守规矩 在此放肆 还欧打于我 我正准备调训他们 如果我没记错 你是陈家三房的长女对吧 是 我是三房的 没想到家主竟然记得我 陈家家主都来了 陆掌门 今日你们灵溪宗恐怕 真要被义王打尽了 陈掌门打的你哪里 这里 打的我这半边脸 这 家主 陈掌门 是我陈家招待不周 我代表陈家给你赔罪了 什么 家主竟然对他如此尊敬 跪下 给陆掌门赔罪 陆掌门 我 我错了 陆掌门 陈平儿今日任你处置 是 还记得我说 要让这个构章人士的家伙 跪在你面前认错 现在 你去给我灵溪宗所有人 还一个认错 我 陈家主 陈平儿毕竟是陈家人 你为了一个外人如此处罚自家人 是不是有些不妥 你为了一个外人如此处罚自家人 是不是有些不妥 陈公子 虽然你们星云建宗和我建计成陈家 祖上曾有渊源 但毕竟已不是一家 我陈家的事情 陈公子还是不要插招 这个陆掌做了什么 竟然让陈家家主如此看重 叫陆掌门说的做 我 我错了 今天我们掌门教你做人 看你以后 还会不会如此势利人 可恶 灵溪宗 如此侮辱我 就是侮辱陈家三房 我陈家三房 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陈家三房管教不严 冒犯陈家贵客 灵溪宗众人 从今日起 陈家三房全部割出陈家 从此不再是剑气城 陈氏族人 师父 家主 我错了 求你不要这么做 你这么做 三房的族人不会放过我的 陆掌门 我真的知错了 求求你 让家主不要割出陈家三房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陆掌门 按照你说的 我陈家破开了十中箭 在里面确实发现了陈家失传已久的 铸兵之术啊 有了这铸兵之术 想必陈家用不了多少年 就能再现古时辉煌 这对我陈家来说是大恩 陆掌门 请受我一拜 陈家主客气了 陆掌门 不如请灵溪宗众众伟贵客 前往陈家居住 也方便陈家尽地主之宜啊 不用了 明日剑仙大赛之后 我们就要前往仙原秘境 原来陆掌门是为了此事而来 剑仙大赛 虽是我陈家举办 但已经举办了数万年 传下来的规矩 陈家都不可破 剑仙大赛 根据仙原秘境的开放时间而定 有时候十年一次 有时候可能上百年 才会举办一次 每一切的竞争都十分激烈 获胜者在东南枝羽青年一代中 将获得极高的名赏 这枚玉佩就赠送给陆掌门 如果灵溪宗获得剑仙大赛前三名 在进入仙原秘境后 有这块玉佩在 会获得更大的机缘 神文玉 弩掌门竟然知道此欲 神文玉虽然不是什么攻击 或者防御类的法宝 但有一个很稀有的作用 便是把原始验 快速转化成灵力 被修士吸收 这极大的协赏了修士 利用原始修宴的时间 我原本以为神文玉 早就随着岁月更迭 消失无前 没想到陈家主请上添花 送来一杯 我灵溪宗 确实需要这件玉佩 这样我们会节省很多时间 陆掌门客气了 你对陈家的答案 岂是一枚神文玉能比的 陆掌门还有什么需要 可尽管吩咐 日后 我灵溪宗会练制一些骑兵力气 到时候还要请陈家帮忙 只要陆掌门一句话 陈家最顶级的驻兵师 可随时前往灵溪宗 小门 此次剑仙大赛 天脉东南之域 一共有三十六个正道势力参加 因为仙缘秘境开放的原因 是参加门派势力最多的一次 很多隐秘的门派都来了 你要多加小心 无妨 天先大赛正式开始 比赛规则很简单 诸位互相挑战即可 最后三位不败者 获得进入仙缘秘境的机会 互相挑战 规则这么简单粗暴吗 这种规则 对于我们灵溪宗这种弱势力 恐怕很不占优势 毕竟如果挑战 大家肯定先挑战实力比较弱的门派 眼仙大赛正式开始 诸位可以开始挑战了 我先来 我乃蛇剑宗杨凡 第一个要挑战的 是灵溪宗的高手 果然柿子剪着软的你 这蛇剑宗的杨凡 倒是聪明 要是我挑战 也第一个挑战灵溪宗啊 先拿到一场胜利 震慑全场再说 掌门 蛇剑宗的杨凡 在力量方面很有天赋 是蛇剑宗百年来最有天赋的弟子 一把蛇剑灵巧至极很难防凡 你要小心啊 无妨 哎 哎 你的剑呢 对付你还用不着剑 哼 很狂妄 保上姓名吧 我不斩无名之辈 灵溪宗陆陈 出手吧 这可是你自己戳大的 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谁呢 去哪儿了 啊 啊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还没看清他怎么出招的 就输了吗 一场 灵溪宗陆陈胜 下一场挑战开始 陆张门且慢 我聚剑宗 下一场挑战开始 陆张门且慢 聚剑宗前来挑战 真当我们灵溪宗好欺负吗 一个个的都挑战我们灵溪宗 出手吧 你还不用剑吗 我这巨剑重达两千八百斤 若碰到肉身 灰死即伤 动手吧 莫要浪费时间 狂妄 什么 这不可能吧 巨剑本身重达两千八百斤 架上飞舞的力道 足足有万斤俱力 陆陈竟然就凭两根手枕夹住了 也许又是灵溪宗的一匹黑马呀 就跟以前的那位游云河一般 陆陈好生猛 第二场 灵溪宗陆陈胜 陆掌门慢着 我 开战宗挑战灵溪宗陆掌门 我已经洗漏了如此势力 这些人还接连挑战我 有些反常 看来背后有人指使 我刚才打听了一番 是天师府的人在背后捣鬼 天师府的白云虎 被称为此次剑仙大赛的头号种子 之前他弟弟招惹掌门 被掌门废去一臂 所以故意针对我们灵溪宗 这个陆陈确实有些实力 但看你能坚持到第几轮 既然都来挑战我灵溪宗 下面到谁了 废物 这么多人都没有击败陆陈 陈陈 我们之间的恩怨也该算算了 可以 但是我们之间有什么恩怨 可恶 感觉你是一点没把我放在眼里 直接 你躲开嘛 星云落剑 是星明剑中的独门剑决 星云落剑 此招威力极大 据说可以越境斩对手 最重要的是 星云剑决的覆盖范围极广 现在整个擂台 都是星云剑决的攻击范围 陈陈根本必无可避啊 没用的 此次剑仙大赛 也许 只有天师府的白云虎 能成为陆陈的威胁吧 我竟然挡住了 这可是我星云剑中威力最大的剑招 徒有其表而已 你已经办了 自己下去吧 你这是在侮辱我 看天 你 我 你那么实力景色一天师 你想让陈星云摆得如此干脆 如此鄙视和小儿打闹无意 你们想上来的一起上吧 嘿嘿嘿嘿 陆掌门 说我们小儿 你是不是有些狂妄了 如此大话 我倒想要成全他 陆陈 让我们一起上 你是看不起我们所有人吗 我只是想节省一些时间 节省时间 果然是狂妄之极 我们成全你 上 什么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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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令我失望 敢伤我弟弟 你果然有些本事 不招吗 你不是赶时间吗 是啊 啊 常见余体 这是本命剑 白云虎竟然修成了本命剑 传说本命剑无误不摧 无误不破 剑出法随 所向披靡啊 我们就一剑定神父如何 可以 陆陈竟然答应了 知道白云虎拥有本命剑 他竟然还敢答应 这可能就是真的狂妄不自知了 既然你答应了 别说我白云虎欺负你 拿剑吧 陆陈 我带河宗的月盒剑给你用 多谢 剑来 开什么 啊 竟拿一根树枝和我比 我白云虎长这么大 自认为也是狂傲之人 那和你比这是小巫剑大巫 你这种人不是真有本事 就是疯子 哈哈 所以我不会小看你 我会使出全力 让你解释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剑法 这是什么剑法 竟然变算出如此巨剑 你不寻常了 天师傅果然体验深厚 能把本命剑修成如此巨大 众若深月 白云虎不会是此次 剑心大赛的最强者 卢辰 自断一臂 会在我意义面前求他宽恕你 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不然死剑一出 面无可改 于是因为剑变大了 所以口气也变大了 看来你对真正的力量一无所知 接下来 你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别说擂坛 我都差点被这股剑气炸飞 太强了 好强 在近期的摧残下 整个擂台都炸没了 碧尘 入尘不会尽骨无存了吧 什么 什么 竟然没事 入尘真的用一根树枝 打出了巨箭之威 这是怎么做到的 太不可思议了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的本命剑 灵溪宗陆陈胜 此次剑仙大赛 何宗还未和灵溪宗比试过 少宗主 是否 不认输 既然如此 此次剑仙大赛 灵溪宗陆陈 以全胜的战绩 获得第一名 获得进入仙缘秘境的资格 并获得东南之域 第一剑仙的称号 没想到 灵溪宗这个几乎 天脉东南之域 最弱的门派 竟然再次斩获 剑仙大赛的投名 若陈此人 刚成为灵溪宗掌门不久 不简单了 你是 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 力量 不可能 你拿的只是一根树枝 那是你对真正的力量 一无所知 真正的力量 掌门 仙缘秘境 今日开放 除了我们灵溪宗之外 天师傅和星云剑宗 也获得了名额 此次会随我们一同进入 此外 按照规矩 进入仙缘秘境的 每一个门派 最多可带十人进入 哎呀 陈家家主 赶念掌门大恩 特意允许我们灵溪宗 可以带二十人进入 可是我灵溪宗 并未带那么多人前来 陆辰 既然你们名额多了 不如卖给大和宗一个人情 带上我大和宗的人如何 可以 你们大和宗此次与我灵溪宗 一同建功妖魔二宗 确实有必要提升一下实力 陆掌门 进入前方的山洞 便是仙缘秘境 里面有机缘也有危险 切莫强求 安全为主啊 另外 陈家主有话请说 实话实说 我有一事相求 那时候 陈家还是盛极一语 陈家曾经有一位 出众的天才进修 持仙祖之间进入仙缘秘境 没想到 在里面遇到了未知的危险化魔 读尽了当年一同进入的修室 并且把仙祖之间 遗失在仙缘秘境 仙祖臣诺 命令陈家后人 不得再进入仙缘秘境 除非那把仙祖之剑 再剑偏语 陈家主 是让我把那把剑带出来 陆掌门果然聪明果然 进入秘境后 不必刻意寻找 如果有人碰剑 请陆掌门帮我陈家 把那把剑带出来 虽然我陈家得到了主兵之数 但陈家衰落已久 只有仙缘秘境 才能快速提升陈家实力 我这么做 也是怕陈家再衰落下去 就守不住这仙缘秘境了 每次进出仙缘秘境的名额 最多四十人 这已经让很多门派不满 暗地里不知道 有多少人在策划什么 我真怕陈家有一天 真守不住了 原来如此 我答应你 陈家和灵溪宗情况相同 那些大地道头 都在慢慢地数失落 后期无人 多谢陆掌门 陈家主不必多礼 走吧 大地属曾征战朱天 血海沙发的事情 也慢慢无人记得了 仙缘秘境 难道在山洞里面吗 你这是怎么了 啊 啊 这是 我们怎么出现在这里啊 时空间真正好啊 这里好强的灵力 是仙缘的原因吗 你们守好入口 切勿再让人进入 现在进入的名额 已经整成四十人了 达到了最大名额 放心吧 家主 我们会看好此处 就算我陈家不如以前 但余威仍在 无人敢招惹我们陈家 是啊 陈家就是这片区域 最小亮的名号 谁人敢惹啊 什么 依稀 家主 是一些散修 你们好大胆 敢对我陈家出手 陈家把持仙缘秘境这么久 凭什么不对我等散修开放 如果是万年前的陈家 我们自然无人敢惹 但是现在 金飞西比啊 但是现在 金飞西比啊 你是阴山老人 也算是天脉东南之域 有名气的散修 没想到会做这种事情 我说废话 陈家主 这次天脉东南之域 有势力的散修都过来了 你们陈家挡不住 啊 万王警 我什么意思 这次要进入 仙缘秘境突破王道境 莫要让老夫和你们死战 我们这些散修 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 修炼了无数载 警戒被卡在一个极限 再也无法提升 只有仙缘秘境 可能让我们再次突破 不然就只能受缘耗尽 大家冲啊 家主 你没事吧 没事 这些都是天脉东南 至于最强大的散修们 我们陈家无力阻止 这次进入的至少 有五十名散修 这下麻烦了 仙缘秘境关闭了 三天后才会重启 按照仙缘秘境的规则 每次从仙缘秘境出来的修室 不能多于四十人 如今进入了约九十人 也就是说 足足要有五十人允命在里面 大家才能出来 这次进入的散修整体 实力远远高于白云湖 陆陈等人恐怕要爆发一场大战 那怎么办 如果几大门派的人出事 我陈家怎么交代 你搜索通知星云建宗 大河宗 天师府 灵溪宗 严明勤狂 让他们赶来此处 掌门 我能感觉到前面有一股特殊的灵力波动 我也感受到了 找到了 这便是原石 你们所感受的灵力来源 好特殊的灵力波动 似乎对于修炼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原石是天地奇真 最适合修士修为的提升 这还只是一块地原石 如果碰到天原石 圣原石 甚至仙原石 会对修为有极为恐怖的提升 掌门 那我们赶快吸收这枚地原石修炼吧 一块原石太少了 刚才 很多人感受到了原石能量的波动 说明你们灵性十足 现在能感受灵力波动的人 分散去寻找原石 两个石正后再次结合 到时候 我利用这枚神文语 快速让你们吸收原石 提升修为 我们先去了 你们几个都没有感受到原石波动 说实话 我感受到了 我就是看看最后谁留下来 胡师兄 齐长老 你俩不行啊 自知看来远远不如我 我先替你们找先原石去了 话真多 赶紧走 掌门 其实 大长老当年 也是灵溪宗的种子之一 只是为了灵溪宗 大长老没有进入门派秘境 说起来 大长老的资质 其实比当年进入门派秘境的 那几名种子还要货 是灵溪宗耽误了他呀 你放心 明珠不会永远蒙尘 这次如果有足够多的原石 大长老可能会爆发时提升修为 清平 秦磊 你们俩人一个拥有大道天音体 一个随我学习了一句秘语 为何不离开 掌门师兄看得透透的 只是我和清平习惯了待在师兄身边 不想离开 既然如此 你们留下来吧 我正好也需要人手 师兄 我们为何来树林里啊 原石不是都在山上吗 看看这棵树 有什么特别 活了粗点 看不出什么特别啊 我似乎能感受到极为微弱的原石气息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你没有感觉错 这棵树的内部确实藏有原石 真的假的 原石不是一种金矿吗 剔开这棵树 你们就知道了 这棵树好硬 有些不正常 什么 这棵树离成瑶只差一步 不要伤害它的根续 砍断它只敢即可 哦 哇 那股特殊的灵力更浓烈了 师兄 这棵原石似乎不简单 你感觉的不错 这边是比地原石高一个等级的天原石 那为何这么珍贵的天原石会在这棵巨树的内部 这棵巨树为了成瑶 再利用这枚天原石修炼 在先原秘境 高阶的原石基本都被各种生物占为寄有 封锁气息 掌门的意思是 找寻更高阶的原石面临两个问题 一个是无法感受其气息 一个是容易碰到强大的守护妖 不错 不过 这对我们不是问题 你们随我去找机客 去吧 这只妖兽体内有一枚天原石 你们去取出来 一只小妖而已 我来解决 把天原石自己吐出来 我不上去 你把天原石自己 mi 救命啊 张门师兄救命啊 秦宇啊 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 张门师兄救命啊 啊 他不是你们啊 哎 天原石自己救出来 走出来 不然我们今天的晚饭 你就是原材料 你什么要见识我那去了 你说过你来几句 你去捡吧 众门 众人都到齐了 原始也收集了破多 只有龙一臣还没有回来 这就有些奇怪了 龙一臣现在修为并不低 即使星云剑宗和天师府的人 对他动手 他也不至于逃不掉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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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师府的人 给老夫停下 老夫需要你们的精神补充体力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新鲜的血液 千元秘境进来的不是只有我们三个门派吗 这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哈哈哈哈 好出原始啊 正好不用老夫费力寻找了 解决掉他 解决掉他 我出手吧 你做什么东西 老夫可是修炼千年的大伞修 一枉一 什么 你不 怎么会这样 你如果是大伞修 那老夫就是伞修祖宗了 哈哈 不 不 让我一命 无许邪魔歪道 得命 多谢路掌门救命之恩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邪修从何而来 听他们的口气 是天脉东南之狱的散修 直接冲破了陈家的防守 进入了这处先缘秘境 这些人的修为境界都很高 我天师府猝不及防 被这伙人残害了不少 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头掌双脚的少年 并未见到 接下来 我去找龙玉辰 你们所有人一起行动 继续寻找云士 那会伞修奈何不了你们 在我回来之前 一定要多多收集天原石 师兄 我陪你一起去吧 我也跟你去吧 也好帮师兄干点脏活累活 走吧 掌门师兄 我们这是要去哪啊 走这边 有打斗生 没想到 在这处密境里还能碰到 这漂亮的女人 也决定生擒你 做我们寒山双煞的女奴 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 我劝你束手就擒 这样我们还能放你一条生路 否则 我们玩完你 还会吃掉你鲜美的肉体 仔细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我嘴里 小娃娃 你修为尚起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刚才的话 我实在不舍得就这么吃掉你 这样人的修为都告诉我太多 只能拼命一搏了 我忍不住了 马上抓住他讲要 别反抗了 再反抗我就忍不住要折磨你了 我 我 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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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啊 皮肤狠呢 我就喜欢这种少女 放肆 躲开了 我现在陪你玩玩 我皮肤 我看看你还怎么震的 我 我一定要灭了你 你伤不到我 老夫的步伐当是超群 是吗 我 我竟然就这么背 没想到 你一个小丫头竟然如此狠了 不惜自残 说实话 老夫都对你有些佩服了 你有这副心性 日后会很可怕 所以 我必须要灭了你 来吧 入手 苏晨 哪来的毛头小子 别敢管我的事 你没事吧 你来的正是时候 再晚点恐怕就有事了 竟然无事老夫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不真死活的家伙 这是什么速度 哇 蜘蛛好厉害 圣极治疗单 你竟然知道 这枚治疗单 是我大河宗遗留下来的唯一一枚圣极治疗单 可以以极快的速度治疗任何伤势 幸亏带了这枚丹药 不然这次还真不堪设想 圣极治疗单 确实效果极其显著 如果能准备一些 这次进攻妖魔二宗 会减少许多伤亡 啥 准备圣极治疗单 我没听错吧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大哥 现在世上根本无人可以炼制圣极治疗单 世上无人可炼制 不代表我陆臣不行 单方炼制的方法都不是问题 只是主要不知道现在还好不好找 你没骗我 我不骗自己人 自己人 竟然说我是自己人 他的意思不会是 你脸色不大 可是伤势复发了 秦宇要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的大黄狗子 你脸色不太好 可是伤势复发了 没事 圣极治疗单 需要的药材是啥 我帮你找找 圣极治疗单的事情 出去再说吧 现在先解决这里的麻烦 不愧是仙缘秘境啊 等我们消化完这些原石 境界就能提升 听说一个小子得到了一块 特殊的原石啊 一块给普通原石好几百块 好多老家伙都去追那小子 打劫圣原石去了 哎 巧了真是 又碰到了明门正派的人 得到的原石都交出来 爷爷就留你们小命 你们口中得到圣原石的人 是不是头伸双脚 小子 你在问我们问题 回答我的问题 我可以只废了你们 我可以只废了你们 你算什么东西 敢这么和我们说话 我先废了你 啊 什么 啊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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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轻轻的 怎么会这么强 因为我就是很强 我回答你的问题 让我一命那个 获得圣原石的小子 就是头伸双脚的 他朝那边跑了 完了 带上他们的原石 我们去找龙一辰 看你们往哪跑 你是不是故意的 那些伞修追你 你跟着我跑干什么 我不跟着你跑 我早就被他们打残了 你被不被打残 和我有关系吗 现在连累的我也跑不掉了 没事不慌 让门师兄过来救我们的 救个屁 我们前面有十几个修为高山的伞修 打不过 没脸条还在沉睡的大蛇 更是恐怖 还是打不过 现在前后夹击 我们跑都跑不掉 露晨虽然厉害 但是来了也是白搭 小子 把圣原石教出来 给你们一个痛快的结局 吃鞋做了他们 反正他们现在没处跑了 站住 再也不站住 我可要发大招了 小娃娃 忽悠谁呢 你有本事就发大招我看看 你信不信我个大招啊 我信你个鬼 我白云虎堂堂天师傅的绝世天才 就这么被你小的连累死了 想想就憋去 是你这次就能偏了 这位这妖蛇还在沉睡 就是灭了他们 妖蛇醒了就不好办了 这是你们逼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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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的大招 快逃 不好 你硬我们 哇 好厉害啊 是很厉害 那你差点把我们也搭进去 那么大一颗原石 我们要不要趁着妖蛇和伞熊战斗 去把他偷走啊 你是疯的吗 现在命都快绑不住了 你还想这事 我先溜了 让我走了 你愿干啥就干啥 完了 什么意思 你看 你看 这条妖蛇恐怕比起我天使扶主来 只强不住 他过来了 可恶 我宁愿和那些散秀战斗 也不愿意碰到这个大家伙 这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哎呀 早知道他这么厉害 我也就不拿原石砸他了 掌门师兄 啊 有得上人 这么一大块上原石 在这处秘境中应该很寒假了 我要了 哎 你们灵溪宗的人都是疯子吗 现在他彻底被激怒了 我感觉陆陈要完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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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小心 你 想办 你 前面那颗圣文石我要了 你有意见吗 太神奇了 这条妖蛇既然会听掌门师兄的话 先元明鉴 这里的一草阴末 曾经都很熟悉 因为这是我当年转到我的地方 而这条蛇妖 如果我没记错 当年还不过是一条尺寸上的小蛇而已 现在我以龙羽震慑于他 他自然不可反恨 并且完全体面于我 只是 物是人非 当年在这里陪我战斗过的那些人 他都已经不在了 你的意思是 前面的山谷中有些元石 你们暂时等我 我去去就回 我跟你去 传说中的新元石我也想见识一番 我我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 这次默认了赶紧上去 走 我现在不是 这次默认了赶紧上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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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是先元石 我 我原是先元石 长大的生物都是死亡殆尽 这条妖蛇在这里 应该算是顶级战力的存在 陈家曾有一位天才剑修 在此地化魔 难道大凶之物 是陈家那名天才剑修 什么 魏索兴 天忆停上 糟糕 挠不住 不好 喂 地山老人 你确定陈元命境 还有仙元石存在 老夫确定 传说仙元石神妙无穷 我等得到后 不但能突破修为增加寿元 其效果比一般地元石 还要强大千倍 据说还有特殊的作用 不错 这枚仙元石 可是头一无二的存在 假之难以估量 就算那里有危险存在 我等联手足以镇压一切 仙元石是我等囊中之物 前面就到了 是陈家的仙所之间 看来湖中的大凶之物 确实是陈家那位 入魔的天才剑修 是那些伞修 竟然有人逼我们先到这里了 仙元石还在 我应该知道你入魔的原因了 网了 剑修给你 带了你们 临山老人 现在怎么办 我们如果想要得到这边石 就必须干掉那个拿剑的家伙 但是不知道他的实力如何 我感觉可能很强 那就找人去试试他的实力 我们上前去试试湖中那个拿剑的实力 要去 你们自己去 我去 现在就宰了你们 那就干一场 看看谁怕谁 小娃娃们 别妄图挑衅我们 我们都是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妖怪 你们加上这条大蛇 根本不够我们宰的 师兄 你去哪 我去前面看看 算你有自知之明 对小子胆子挺大的 这个拿剑的浑身一股邪气 剑气更是害人 那小子恐怕会被一剑拼成两半的 青者灼之远 动者静之迹 人能成青景 天地惜尽畏 果然如我猜想的一般 这青青咒 只能维持你片刻的青鲜 待我拿到那颗仙岩石 就为你解决入魔的问题 我 仙 那小子竟然有事 看来这个拿剑的 不是我们想的那般熊 应该不会轻易出手 既然如此 我们也去拿那颗仙岩石 走 走 老夫来了 怎么会这样 明明那小子能过去 死 不好 死 竟然一瞬间就全被灭了 云山老人 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那小子过去没事 而我们的人全都被拿剑的做掉了 不知道 也许那小子有什么特殊的本事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只能等那小子拿到仙岩石 给我们送回来了 仙岩石 多少年没有见到了 这也许是这处仙岩密集中 唯一一块仙岩石了 仙岩石对于修为的提升既有神效 这字不必说 更重要的是 它是促进体制提升的一种无上宝石 当初仙岩大战的起义 就是为了争夺仙岩石 在仙岩石不是无比稀缺的上路云南 曾经有大教教授 让自己的后 一出生就沐浴在仙岩石之中 几十年后一出世 便是震动万语的绝代天骄 这也是为什么会爆发仙岩大战 引动数尊教祖 大力出现 借助这枚仙岩石 也许我可以冲击一下第三道天锁 小子 赶紧把仙岩石给我们拿过来 快点 别磨叽 我拿到的东西 为什么要给你们 你说什么 你竟敢违逆我们的命令 你们算什么东西 也能命令文掌门 去拿下这小子的同伴 我就不相信这小子不乖乖叫出谢运石 这小子不是抬举 我就拿下你们 不行把他全部干掉 我没听错 就凭这几个小位和这条蛇 上一起干掉那条大蛇 小看了这条大蛇 没想到他的实力如此强悍 现在怎么办 再是撤退 一个不留 好 哇 既然这个拿剪的和大蛇都听从这个年轻人的命令 只有拿下他才能保住性命 小子 乖乖束手就擒 不知死活 这是什么 好强大的能量 这是什么能量 太强大了 无论是幸运石 啊 灭 这人的修为到底在何境界 只是这股气势 就让我感到如临深渊 他给人的感觉无比可怕 闲云石已经拿到 现在我就为你解决入谋的问题 轻者卓之 动者静之机 人能成清静 天地皆昔归 我现在感觉清明了许多 现在我要强行处理你体内的暗黑之气 过程会撕裂你的部分灵魂 你忍耐住 好 果然是你在作祟 是谁 谁在打扰软软软 尊者长子就没有何知去世气的浑头如何 是谁坏我道士 继续亡魂而已 也敢妄想出生 你 好不容易找到这去坚持 可以带你九天 你竟然坏我道士 我要灭了你 怎么可能 有多少问题 怎么可以攻击到我 那是虚空之蛮 难道说你是 做不可能 当年先言大战 你们这些阴沟里的家伙全部被图击 我还记得当年被我一脚踏碎身躯 没想到你这只死而不降的臭臭 还想继续作恶 可能 你不是被困在绝困之地 你怎么会置身出来 这 这绝不可能 既然如此 我就再灭你一次 饶我一命 我 恢复了无数损悦 才获得一切生计 饶你一命 当年你们所过之处 生灵涂炭 恶事做绝 你们这些人 就该永不朝生 我 我没命了 你也活不了太久 我要的 你这个逆世之子 走我要 你的灵魂被那个亡魂侵蚀 融合了大部分 虽然我强行将你的灵魂撕裂 揪出了亡魂 但你的魂魄受伤太过严重 现在处于极度虚弱之中 如果真被他彻底侵蚀了灵魂 走出仙缘秘境 后果不堪设想 以你现在的情况 只能在仙缘秘境中修养 我传你一套微影灵魂的功法 日后你恢复之后 可以走出仙缘秘境 竟然是这种级别的功法 秦辈 这部功法是不是太贵重 你是九线大帝之后 又是天生剑体 有了这部功法的辅助 运气好 你可以修出剑魂 魂体合一 剑之一大的噪音 直追九线大帝 前辈 您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日后你恢复完毕 走出仙缘秘境 前往灵溪宗 为我办一件事 前辈放心 你的救命再造之恩 我无以为报 日后我定会前往灵溪宗 任前辈差遣 对了 把你的剑给我 我答应过你们陈家信任组长 要把这仙祖之间带出去 麻烦前辈了 走了 等一下 前辈来此 可是为了寻找原石 正是 这个就送给前辈吧 仙天灵狐 仙缘秘境里的原石 都不可以被收纳 任何储物的器物都不行 但是 仙天灵狐是一个例外 我确实很需要原石 越多越好 这东西我收下了 走吧 恭送前辈 掌门都去了这么长时间 怎么还没回来啊 怎么了 好大的妖蛇 准备战斗 准备战斗 哎呀 大蛇上面有人 是掌门他们 掌门把龙奕尘找回来了 而且还降服了如此巨大的妖兽 哎呀 让巨蛇当作技 有面啊 掌门 你可以离开了 再次好不修炼 对你来说是一场造化 老门 我们找了很多原石 而且这里面还有不少地级原石 以及一枚圣级原石 就是这颗圣原石 能量异常冲突 龙奕尘 这次出去被伞兄们打傻了 大长老 你们这些收获 和我们比起来 那是小巫见大巫 龙奕尘 几个时辰不见 你膨胀了呀 你们的收获在哪呢 看见没有 都在这仙天灵虎里面 行了 赶紧把原石取出来 开始修炼吧 你们看好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这么多 好戏还在后面 你看 这是什么 什么 这是圣原石 如此巨大的圣原石 哎呦喂 你这可了不得 只是这一枚 恐怕比所有的原石加起来 都要有价值吧 现在你们都围着原石盘坐好 温掌门要为你们提升修为 这神文玉唯一的作用 就是提升修为对原石的吸收速度 在神文玉的转发中 可以提升千百倍的速度 迅速的吸收 接下来这些原石的狂暴灵力 会迅速灌入你们的体内 你们坚持不住的时候 自行退出即可 开始 我感觉我这次能连续突破几个境界 好纯净的灵力 这一次 也许稍微还能再继续 跟着掌门果然有好处 我说了 余生修为了 神文玉的效果果然不错 开袭进六层 我突破了 我也突破了 开袭进三层 还有我 开袭进四层 小崽子们就是容易突破 我们这些老家伙们 也不能被他们逼下去 不 大长老从台西境 突破到了出道境 今日原石充足 大长老终于可以 痛痛快快的破境 可以用我破 出道境 我终于突破了 掌门 这是 初道境 是迈上大道的开始 也是从初道境开始 修士就要开始修炼真正的功法 我传授给你的这部功法 很适合你在初道境修炼 好 多谢掌门 原石还有很多 继续破境吧 看看你此次 能在初道境突破几出 好 这陆尘果然手段非常 竟然 让灵溪宗弟子集体 再次修炼突破 真让人眼馋呢 我要不要 也趁机修炼一下呢 我也算是和灵溪宗众人 共患难 吸收点没什么吧 除了几个尾兽 大家都有所突破 不错 吴长王 再心再力 争取今日突破八道境 掌门 我会竭尽全力 好 初道境 陆尘 穿我一部初道境的功法吧 为何 第一 你是我未婚夫 第二 灵溪宗和大河宗是盟友 要一起攻打妖魔二宗 我们有实力怎么行 第二个理由勉强可以 不愧是你 出手就没有反品 你们进入初道境后 我会给你们每人都传输一部功法 只可自行修炼 勿合外传 为了掌门师兄的功法 其实无论如何 我都要突破到初道境 我突破了 我龙一辰突破到初道境了 小兔载造 修行速度这么快 清兵 你现在适合境界 师兄 我现在初道境两层 什么 你怎么会破境这么快 不行 我一定不能被你比下去 我要继续突破 你的境界压制了太久了 你应该一飞冲天 不该如此 掌门的意思是 你的天资上车 但之前龙一辰逼你境界低 还羁绊了你 你可这为何 请掌门解惑 你的闲半生都奉献给了灵溪宗 如今灵溪宗形势已变 不要再压一次 借助这个圣源石 我相信你可以一飞冲天 借助这个圣源石 我相信你可以一飞冲天 掌门 我有些明白了 你们三个 普通源石对你们的修为突破帮助有限 现在圣源石开始练花 你们抓住机会 好 只剩下还在消耗的圣源石了 乌掌老子突破霸道经 掌门 我可能不行了 无法突破到霸道经 继续 可是掌门 继续 你资质确实不如其他人 但你在掌门置位这么多年 早就力量的心性坚韧 别以为灵溪宗的未来只在那些年轻人身上 你们这些人也是灵溪宗的未来 我明白了 圣源石被吸收了一半 出道经三层 掌门 我觉得我要开始了 出道经四层 很好 出道经五层 大招老真起飞了 连续突破 出道经六层 七层 八层 九层 掌门 我要冲击八道经了 还有五层 突破的八道经动静这么大吗 凭我破 师兄 不突破 吴文郎 也身死到宵 掌门师兄 不找老他 不妨 我也是灵溪宗的种子 我本就应该突破八道经 这就是八道经嘛 好八道的气息 师兄 我已经突破 别让我看不起你 你也行的 大招老 我被你看不起 你活破呀 既然如此 我必助你一棒 我突破了 我吴文郎真的突破了 恭喜吴长老 多谢掌门相助 如果不是你自己能坚持下来 就算有我的帮助也没用 吴长们 我们三人也要突破了 不过我们三人突破的动静 可能有些大 我们先离开此地 去吧 那三位前辈 到底是什么境界啊 吴祸竟然能引来天雷 这也太惊人了 这三位的修为 绝对超越霸道境了 如此强者 竟然都对陆臣言听计从 陆臣 是怎么降服他们的 灵溪宗地缘深厚 深不可测呀 唉 像我天师府 也算是天脉东南之欲 数一数二的大势力 为什么我感觉天师府 比不上灵溪宗呢 掌门 原石都给我们用了 您自己不修炼吗 我不用修炼 且我修炼也用不到这些 那里竟然有一颗 头颅大小的圣原石 这么大的圣原石 实属罕见 唉 看来我们运气不错 又是这些伞修 我大合作 被他们害了不少人 陆臣 让我来对付他们 还有我 之前这些伞修 追得我好惨 我龙一臣要找回场子 哼 我也想试试如今的修为 还有我 哼 行啊 小娃娃们 一个个的胆子不小啊 成全你们 这是霸道镜 你这么年轻 修为怎么可能是霸道镜 你想多了 我只不过是出道镜巅峰 只不过你太废物 才感觉我是霸道镜 那就让我这个霸道镜 教训教训你这个小娃娃 你的对手是我 上 宰了他们 多走圣原石 上 小子 吃我一招 走 什么 白云虎 你咋还没走啊 我的存在感就这么低吗 除霸霸霸道镜而已 敢和老夫叫板 我曾经是天才 现在照样天才 果然都是废物 我 胜利了 好久没这么痛快了 没想到啊 之前还被散修追着跑 现在 我们能亲手干掉这些散修了 你们的表现不错 现在回归原位 继续吸收剩下的圣原石 你们会得到比仙亲更大的好处 圣原石已经消耗完了 带回去了 我明明只差一副 就可以突破霸道镜 为何后面吸收了不少圣原石的能量 还是没能突破 霸道镜 需要修士在大战中历练感悟 形成自己无敌的霸道之势 那 我该怎么做 很简单 和妖魔二宗一战时 你身心势足便可 小门 我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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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接下来 你们就是要跨越超凡了 跨入超凡 何其艰难 是啊 修炼了这么多年 我想都不敢想 光凭我们的手段 自然不可能 那你别忘了我们为什么跟着露掌门 露掌门 难道你可以 覆灭妖魔二宗之后 你们跟着我去天外主运 我会寻找适当的时机 让你们跨越超凡 露掀门 露掀门 走吧 诶 龙一辰 我刚才是不是耳朵听错了 露掀说要覆灭妖魔二宗 你没听错 这次回去 我们灵溪宗就要进攻妖魔二宗了 什么 那可是妖魔二宗啊 你为什么说得如此理所当然 还天师府的天骄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是疯子吗 面对妖魔二宗 你就不慌吗 慌啥 念的感觉是 疯子 不只是你 你们灵溪宗的全是疯子 嗨 陈家主 里面的人怎么还没出来 不住别急 时间马上就到了 可恶 如果我天师府天教白玉湖有任何闪失 那些伞修出了一个 本府灭一个 还有你们陈家 竟然出现如此纰漏 让那些伞修趁机作乱 如果我星云尽宗天骄 陈星云有闪失 你们陈家们自己叫 诸位放心 我陈家必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陈晓天 你怎么不说话 你女儿陈初然不是也在里面 放心 那些伞修翻不起大浪来 陈晓天 你哪来的自信呢 那些伞修可是有八道径的强者 不是我自信 是因为灵溪宗的陈晨也进去了 有他在 不用太过担心 我得先见大赛第一名的陈晨 不错 陈晨此人 本宗主都看不透 我得见先大赛第一名又如何 在那些人老成精的伞修面前还不够看呢 灵溪宗不过是一个没落的门牌而已 指望灵溪宗的人 原宗主 你还真是心大呀 现在只希望 里面的人能见机行事 躲起来 避免和那些伞修直接对抗 否则 后果难以预料啊 出来了 灵溪宗的人竟然全部都出来了 一个未少 父亲 出然 我就知道 有陈晨在 你不会有事 服主 而云虎 你没事就好 里面那些伞修吗 都被解决了 不愧是我天师府的天骄 快说说 你解决几个 呃 那个 服主 散修们是被陆晨和灵溪宗的人解决的 啊 灵溪宗的人竟然能把那些伞修全部解决 几个伞修罢了 没了就没了 我管你气息外放 修为又提升了最少五个小境界吧 嗯 这种提升速度 嗯 也是罕见了 无愧是我天师府的天骄啊 什么 你说你提升了一个大境界有余 那可是十几个小境界啊 父亲 都是陆晨的帮助 我才提升至这么快 父主 其实我这次修为提升不算快 灵溪宗那些人提升的才叫恐怖 人均一个大境界 我也是多亏了陆晨 送了一些他们的修炼资源 还把修为境界提升了五层 别人都提升了那么多境界 你陈兴云作为兴云剑走的天骄 你咱一点修味都没提升呢 哎 宗主 那些伞修一来 我就躲起来了 你躲个锤子 啊 别人知道跟着陆晨 你咱不知道跟着陆晨呢 不安全 又有肉吃的 还是你聪明啊 知道跟着陆晨 宗主 这个陆晨非同小可 我觉得我天师府 有必要交好灵溪宗 哎呀 之前云晓天说这陆晨厉害 我还不信 现在看来 他比云晓天说的 还要厉害很多 陈家主 陈家的先祖之剑 我已经为你们去会 先祖之剑 真的是陈家的先祖之剑 多谢陆晨们 以后灵溪宗但凡要用得着陈家的地方 陆晨们只会一声便可 陆晨们 你叫了白云胡 这等恩情我天师府记下了 以后有事可以直接吩咐 我确实需要你们天师府一些东西 哦 何物 生灵草 生灵草 这是一种灵草吗 我们天师府有吗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天师府有生灵草的 还有 你要生灵草做什么 你只需要知道 我要炼制圣级治疗丹即可 哼 不可能 如今之事 无人可炼制圣级治疗丹 这你不用管 生灵草只有你们天师府的密地有生长 你让我想想 你让我想想 我可以答应你 但 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让白云胡跟在你身边 学习一段时 可以 既然如此 稍后我会让白云胡带着生灵草 前往灵溪宗 此行愿吗 回去吧 府主 生灵草 到底是啥 是一种很罕见的高级灵草 只有在我们天师府的密地中生长 自十万年前 清帝开创丹道一马 炼丹之风日益昌盛 其中有一位丹药 叫圣级治疗丹 治疗效果逆天 而圣级治疗丹的主要 便是生灵草 在丹道繁盛的时期 我天师府的一株生灵草 能拍到天下 既然生灵草这么珍贵 府主为何全都白白送给陆尘 后来 清帝陨落 丹道也开始没落 到如今 炼丹师已极其稀少 能炼至圣级治疗丹的 估计一个没有 我们天师府的圣灵草 自然也就一文不值了 陆尘可以炼至圣级治疗丹 不知道 此次我看不透 这次把圣灵草给他 算是卖个人情 你这段时间就待在陆尘身边 一许多学点东西 二也是看看 这个陆尘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那个 府主 我觉得我现在 不适合待在陆尘身边 怎么 还端着你天师府 浇死的架子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要学会向别人学习 府主 不是 别说了 这是本府主的决定 让你待在陆尘身边 也是磨练你的心性 府主 你听我说完 现在有个情况 我要告知你 什么情况 凌西宗要攻打妖魔二宗 而且就在这几日 什么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不早点说呀 妖魔二宗实力极强 在这天外东南之狱 就是不可招惹的势力呀 师兄 精英弟子柳如虚球剑 让他见了吧 陆 柳如虚拜见掌门 找我什么事 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 是感谢掌门前些时日的太西丹 让我的修为突破了太西境 太西丹 灵溪宗弟子人人都有 不必特意陷往 这也是 这也是对你们当初留下来的想法 第二件事 我是来给掌门道歉的 以前的事 是我目光短浅 做了许多错事 现在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掌门再给我一次机会 知错能改是好事 但有些东西失去了 就再混乱了 比如机遇 既然你当初没有把握住 就真的没有了 你能明白吗 我 我明白 下去吧 是 掌门师兄 柳 柳如旭现在才想通 我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机缘 只是为时已晚 之后能不能把握住一些东西 看他自己了 清平 师兄 控制下去 让大家做好准备 三日后 进攻妖魔二宗 是 到了 这就是灵溪宗吗 虽然感觉灵溪宗人少了 但是每个人都是神采异异 精气神十足 都在努力修炼 不过照这样下去 也许灵溪宗恒心崛起 只日可爱 陆臣彻底改变了整个灵溪宗 陆掌门 我这次把天师府的生灵草都带来了 那么最近这些时日 你就温在我身边吧 师兄 现在炼丹吗 我来喷火 以你现在的火力 炼制胎吸丹还可以 炼制圣级治疗丹还不够 那怎么办啊 请来 你去枯木林扛一些枯木回来 是 龙与臣 用你的火焰 催动这些枯木燃烧 好 枯木玉含的灵力极其庞大 在龙与臣天火的焚烧下 可以转发为天火的气息 圣级这两半 事半功倍 三天了 今日是进宫妖魔二宗的日子 怎么掌门还没出来 圣级治疗丹 岂是那么容易炼制啊 说实话 我是不相信路掌门 可以在短短三天的时间内 炼制出圣级治疗丹来的 要知道圣级治疗丹 几千年没有人炼制成功了 那你等着被打脸吧 灵草一向 圣级丹药炼制成功才会出现 这说明路掌门已经炼药成功了 真的被打脸了 圣级治疗丹已经炼制成功 奔发下去 即可出发 战妖魔二宗 是 即可出发 战妖魔二宗 是 里面不知道什么情况 宗主已经闭关多时了 父亲 你突破了 不错 我云孝天终于突破王道境了 恭喜宗主 我大和宗 必会强势崛起 父亲 灵溪宗那边已经出发了 我们 大和宗所有弟子 即刻出发 出战妖魔二宗 宗主 真的要和灵溪宗一起胡闹啊 万一 不然 你觉得呢 我大和宗既然答应过灵溪宗 就不能言而无信 而且 陆尘此人 擅长创造奇迹 我此前能突破 全靠陆尘给我的功法 而且陆尘此人 未来不可限量 绑定陆尘 也许我大和宗会冲出天脉之雨 与这片狭小之地 也说不定 鼓发吧 是 大王起 大王 二大王 灵溪宗正朝着我妖魔二宗宫来 你 我没找他们 他们竟然送上门来了 包集二宗弟子 押起大国烧开热水 等灵溪宗的人来了 直接煮了吃肉 二大王 是否先防御抵挡 等待两位大大王的出关啊 小小灵溪宗罢了 根本用不到大大王出手 二大王 那陆尘最近风头正盛 不可小觑啊 风头再盛 能比得过本大王吗 赶紧去烧热水 我都迫不及待 平常灵溪宗众人的血肉了 是 嗯 味道无作 嗯 老板 咋就没苦脸了 大哥 为啥你这么悠闲 一点都不紧张啊 有啥可紧张的 灭了妖魔二宗就好了 这可是大战 哎 发轻松啊 为什么我一个万人都这么紧张 而你们却不当回事 哎 让门 到达妖魔二宗了 飞船直接降落在妖魔二宗核心大殿 这 会不会太冒险啊 无妨 完了完了 直接降落妖魔二宗的核心区域 这不是找面吗 早知道我就不跟来了 我这是上了贼船了呀 二大王 灵溪宗的人攻来了 来得正好 我的大盗早已饥渴难耐了 不自量力的俏良小丑 再光他们 那帮家伙估计连我们的山门都攻不破 走吧 去山门收拾灵溪宗 什么情况 发生什么了 我仍敢袭击我妖魔二宗的大殿 你们是灵溪宗的人 妖魔二宗 昔日灵溪宗强盛之势 这里不过是灵溪宗一处圈养妖兽的地方罢了 可恶 竟然敢直接摔毁我妖魔二宗的大殿 我怒了你 怒了他们 我灭上 就这就这 什么妖魔二宗 就是一群若鸡啊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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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门 妖魔二宗的帝子冲上来了 林西宗所有帝子 帝子冲上来了 啊 啊 啊 霸道祭 西宗竟然出了霸道祭的高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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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霸道祭 来到妖魔二宗也只有被图的份 还给我毁灭 啊 啊 好强 这就是妖魔体制吧 也是比人类要强和很多 不好 大大老 我来助你 我 何人敢放我妖魔二宗 放 秦楚山 掌门 此人叫秦楚山 是妖魔二宗的一位太上长老 而等银精受禄 哈哈哈哈 秦楚山老二 你的对手是我 秦小天 你们大和宗竟然也敢参与此事 就不怕大和宗先入万劫不复吗 秦老二 少说废话 当年你我正风 未奔胜负 今日我就图了你 哈哈哈哈 秦小天 你简直是刺不两立 我也是伴王精 今日 我了解了这几十年的恩怨 斩了你 呃 什么伴王精 就是个废物 哈 什么 王道精 你怎么会是王道精 呵呵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大和宗怎么会有王道精的功法 这不可能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王道精功法 是陆陈掌门赐予我 所以 找我陆陈者 灭 陈者 灭 秦小天 你敢 两位大王也突破了王道精 待他们出关 你们必败 你不信了 呃 呃 呃 什么 艾上长老这么轻易被干掉了 可恶 我要摩尔宗长老 你们必将付出代价 尝尝小爷的龙眼 呃 这是什么火焰 一个小小的出道劲 只能发出如此炙热的火焰 配话 小爷我的龙眼都能炼制剩极丹药 烧熟你个牛头怪啊 呵呵呵 小子 干的不错 接下来该活了 可恶 灵溪宗不是没落了吗 咱们弟子都这么强 大胆灵溪宗 醉不容忠 哼 妖摩尔宗果然比喻深厚 竟然又冒出了两位半王精和三位八道精 诸位长老 屠了他们 我们去抵挡营啸天 剩下的人去把所有人屠光 是 承门 我去了 站住 小娃娃 你个初道精 敢阻拦我八道精 路长没说过 我需要身先士卒 你 那是我突破八道精的磨刀石 上 脖子两立 再来 修饰灵溪宗的掌门 先毙了你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对路长们指手画脚 你到底是何人 灵溪宗怎么会有职能高手 我是你二大爷 掌门 这些小菜都不够开胃的 话说有马尔宗的强者呢 来了 啊 暴犯妖魔二宗者何人 暴上明来 是两位大王出关了 两位大王是无敌的存在 灵溪宗众人必亡 终于来了两个像样的对手 小小灵溪宗以下犯上 本大王灭了尔等 你就是灵溪宗掌门吧 写灭了你 再战其他人 两位大王出手灭掉灵溪宗掌门 灵溪宗掌门 写灵溪宗 灵溪宗 这什么兵器 不可能 两位大王竟然被一击而退 两位大王不过是看灵溪宗落下 放点水罢了 掌门威武 我灵溪宗掌门如此厉害 我们也不能入来气势 上 这点修为 不过仗着兵器之宝罢了 我们一起灭了他 正好夺了那件质宝 什么 你是恶人 那个西宗不可能有这种构想 你可是与我妖魔尔宗作对 阻挡本大王的后果吗 你这小菜我来对付就够了 黄无 他就先灭了你 你的对手是我 我来陪你玩玩 又一个不弱于我们的高手 可恶 灵溪宗不是已经没落了吗 族长们 都有对手了 老夫总不能闲着吧 你去帮我办件事 去妖魔尔宗的后山 那里有两株枯藤 你拿着虚空铲 将那两颗枯藤砍掉 带回来 好嘞 我这就去办 如何问你小爷什么 我 嗯 龙小子配合的不错 不少 可恶 这小子修为不高 但是太矮事儿了 先灭了你 小心 不好 躲不开了 白蝴 你没跑啊 既然上了贼船 只能陪你们这群疯子 战斗到底了 老鱼真多 骗了你们 小子 受伤不轻吧 我看你还怎么盘火 可要吧 现在吃弹药 完了 什么 你为什么没受伤 对 你刚才吃了什么 那是什么弹药 什么 二大王被灭了 父亲不用管我我自己来 你个小小的出道警 你还真顽强 是时候服务呆药了 上市恢复 咱 竟然完全恢复了 你吃的是圣级治疗丹 我 你我终究差了一个大境界 你今日必亡 可恶 又恢复了 这可是圣级治疗丹 在每个门派 都是鸭香底的宝贝 为什么你可以死无忌惮的服用 圣级治疗丹这么不值钱了吗 斩 可恶 老夫这次自毁修为也要灭了你 死我破 什么 竟然灵阵突破到了霸道教 魔刀石 我已突破 结束了 哈 哈哈 不愧是我云小天的女儿 那我这父亲也不能表现太惨了 可恶 快瞅 啊 啊 逃 你逃得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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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不用省着 受伤了就赶紧嗑药 是 吃大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有的伤都毁服了 掌門刺激我们的大药太神奇了 怎么打啊 好不容易快打到灵灵溪宗弟子 一颗大药就毁服了 我不打了 这上没法打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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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有我耳朵的弟子 你们一个个都给我冲 几日灵溪总 逼我 啊 可我对战还敢分心 你这是不要命了 超凡会出现吗 应该是这里了 不知道掌门要这两个枯藤有什么用 含两条藤蔓而已 还用不到掌门的制补 嗯 竟然没断 我就不信了 我堂堂三尾绝地兽 还弄不断这两条枯藤 啊 这枯藤有些特别啊 连我竟然都看不断 本来只能用路掌门的学庭场了 你 我们来助你 小姐 给我灭 就是现在 看见 什么 可恶啊 我妖魔二宗的长老都被灭了 我要让你们都陪葬 放开放开我 你也去陪他们吧 什么 啊 啊 不 我们二人像晚了几千年 一起窗里妖魔二宗 你怎么会 可恶 可恶 伤害我的盗驴 你们也不能活 天哪 把自己的盗驴吃了 这样 你我就会融为一体 永不分开 让我获得你的力量 灭了这些人 变大了 变大了 好将也变强了 给我 死灭 王道经巅峰 实力提升了好多倍 你会变大吗 我也会 上 啊 不凭你们也能阻挡本大王 呀 掌门 这家伙变大后实力借尽超凡 不太好对付 小儿 你竟然敢攻打妖魔二宗 这是你此生 最大的错误 我要让你化成有你 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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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威武 灭了灵溪洞掌门 鲁臣 父亲 鲁臣不会有事 这大大王此事的实力 可是接近超凡 谁父都不是对手 鲁臣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哎 什么 啊 看来我还是低咕鲁臣了 这不可能 你怎么能挡住本大王 哈哈哈哈 灵溪洞掌门才救援我 是我全力计 呀 那你吃我一车 好强啊 好强啊 什么 我 我 我 这 这就是路掌门的实力吗 一拳之威 直接换灰 大王没了 Brilliant 腐灭妖魔二宗 敢反抗者 一个不留 是 今日一战 在陆掌门的带领下 为灵溪宗创造奇迹 这就剩了 那么强大的妖魔二宗就这么败了 总感觉这么不真实呢 早就和你说过不要紧张 有掌门在 一切都是手道擒来 掌门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该搜刮妖魔二宗了 不许 还没完 还没完 妖魔二宗真正的底牌 还未出现 真正的底牌 来了 老强的技术 这是 妖魔二宗竟然还有一条龙存在 很强 超越了王道京 难道是 这怎么可能 什么 又出来了一头强大的爵士妖兽 掌门 那真的是一条龙吗 一条泥球而已 不过咱让你蛟龙血满 他的龙血 都远远不如你体内流淌的多 你 你 要 说 你 要 我 对 就 我 说 你 这妖兽超凡了 这股气势很强 恐怕确实超凡了 你们没感觉错 这两只畜生确实超凡了 超凡 这怎么可能 天脉之雨不是说 无人能达到超凡吗 什么是超凡啊 王道境之上就是超凡境 虽然看似只是生了一个境界 但是 超凡和超凡以下 是巨大的分水岭 超凡之下 还在凡人的体系修炼 只有跨入超凡 才算是真正走上 大道之路的起点 哇 原来如此 王帝王哥自过两厉 儿的臂王 还不会嫌引颈就路 两只畜生而已 本掌门给你们个机会 胡扶在地 立刻臣服 否则把你们大写八块 炖肉熬汤 狂妄相战 我先 吞了你 超凡啊 纵然知道不低 我也想试试 我命来 路掌门 我回来了 东西拿到了吗 他拿到了 路掌门 超凡之下老夫也不是对手 接下来只能靠掌门显神通啊 其他神秘中 被老祖出事了 老伯二祖还没有办 两位超凡之下的老祖在 走个大合作 一个也别向国人回去 你们最好赶紧跪下投降 我们老祖发威 绝对尸骨无存 小辟 小辟 做好死亡的准备了吗 来吧 让我试试超凡之上的力量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小辟 我唯有你吧 我来他 随他 我 小辟为我 秦平全都就打退了 超凡之上的存在 路掌门的肉身之力 到底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无语了 你的肉身之力 你是怎么做 我高看你们这两只畜生 虽然修为勉强修到了超凡 但肉身太弱了 枉为妖兽一族 你敢看不起我们 你承认你的肉身之力 强悍无比 甚至是我在天脉东南地域 遇到肉身最强的存在 但你定位如超凡 等知超凡之下 皆为凡人 不错 超凡和超凡之下 最大的区别便是 超凡可以使用神通 神通 闻天 好强大的吸力 抓住我 我快生不住了 救命啊 多谢前辈 大家坚持住 不要被吸走 骆移的挣扎大了 神通 神通 严肃 车 快车 我 我 这就是神通啊 能量精准 伤害极大 还有特殊法则 而且方不正方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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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对付那两只超凡妖兽吗 神通 神通 神通乃天地造化 乾坤之术 超凡之下 无法抵御神通的攻击 神通 神通 这掌门也不能对付这两只超凡吗 完了 这下完了 陆陈也没有办法 我就不该上这条费船 神通 能不慌吗 我招谁惹谁了 非要跟你们来 这是无妄之灾啊 你没看到掌门很淡定吧 放心 掌门刚才说了 要把两只妖兽炖肉熬汤 掌门说过的话 从来没有不算说的 你快闭嘴吧 把我弄毙了 这两只虫兽 发达零头不自知 小小凡人 你有什么狂妄的资本 尊掌门就先破了你们的神通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那方走起 困掌门就先破了你们的神通 凡人想要破掉超凡的神通 此等大话你也敢说 是 有两条裤衬来对我等 我看你是傻了吧 什么 我们的神通 怎么会突然消失了 你对我们做了什么 你 这是什么东西 你们不是超凡吗 这两条富瑶腾 可以把你们封印在超凡之下 什么 这是富瑶腾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你到底是什么人 都说无意 把这两只畜上大卸八块 炖肉熬汤 是 你也超凡哪 这等惊天大事 我云霄天怎能不参与 不 饶我 饶我饶你饶 我 你也不想饶你了 天哪 我没看错吧 两只超凡就这么败了 早就让你别慌你不听了 你记住 可以永远相信陆掌门 是啊 我们可以永远相信陆掌门 胜利了 胜利了 我们打败了强大的妖魔二宗 这 这怎么可能 两位超凡妖兽老族怎么会被打败 我们怎么可能 会败给弱小的灵犀宗 我们真的灭掉了超凡 不敢相信哪 不但取得了胜利 还灭了超凡 超凡妖兽的血肉灵力充沛 乃是大谱之物 不久之后 就会溃散在天地之间 大家抓紧时间 把这两只妖兽炖肉熬汤 抓紧做饭 没想到有一天我们能吃到超凡妖兽的肉 家主 灵犀宗和妖魔二宗已经开战 我们此去真的要参与两排的战争 妖魔二宗可不好惹 唉 鲁臣对我臣家有恩 待会见机行事吧 白云虎的小崽子 竟然跟着灵犀宗一起去进攻妖魔二宗 她是要疯啊 以灵犀宗的实力 就算有大和宗帮助 面对妖魔二宗也必败无疑 没办法了 只希望我们能来得及 把白云虎救出来 你说灵犀宗怎么这么想开啊 想着去进攻妖魔二宗 从我和陆臣此人的接触来看 此人狂妄自大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 灵犀宗自取灭亡 纯粹是陆臣自找的 而陆臣毕竟也算是救了你一命 我行云见宗是情况而定吧 如果能保下灵犀宗几个弟子的性命 也算是偿还了这份恩情 龙师兄 这边喷点火 还是你的火煮出来的肉好吃 别急 一个个来 想累死我 你们这群吃货 我给掌门炼丹都没这么累啊 掌门 妖魔二宗的修炼资源全部树立清楚了 积累的宝贝当真是不少 起码顶我灵犀宗白贝不止啊 有了妖魔二宗提供的资源 接下来灵犀宗的发展 绝对会一飞冲天 这些修炼资源分给大河宗三成 陆掌门 此一全靠陆掌门力挽狂澜 我大河宗提示并未付出太多 三成 是不是有些太多了 你大河宗敢下定决心 跟随灵犀宗一起和妖魔二宗开展 就值得这三成的修炼资源 如此 那多谢陆掌门了 如此巨量资源 对我大河宗也是受益无穷啊 我云小天再次保证 从今往后 大河宗和灵犀宗同气联制 大河宗永远不会做出 背叛灵犀宗的事情 啊 好像是天师府陈家等施力过来了 前方就到妖魔二宗了 也不知道灵犀宗 也不知道灵犀宗怎么样呢 还有没有人活着 大家准备 抢救白云虎 大家准备一下 如果灵犀宗没人活着了 就将他们的遗骸带回灵犀宗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来做地方了 说好的两派血拼呢 怎么还吃上了 这里是妖魔二宗 灵犀宗和大河宗的人 怎么在这里做上饭了 这人家的灵犀宗 你还活着 我的意思是 你跟着灵犀宗一起进攻妖魔二宗 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还有 现在什么情况 你们怎么还吃上饭了 妖魔二宗被灭了 什么 妖魔二宗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灭了 难道妖魔二宗是纸老虎 根本没有传闻的那么厉害 不是 妖魔二宗很厉害 甚至最后 两只超凡妖兽老祖都出现了 什么 超凡妖兽 这不可能 天脉之鱼怎么可能有超凡的存在 你会不会看错了 如果有超凡妖兽 你怎么可能活下来 你们所有人都活不了啊 福主 是真的 我亲眼所见 最后超凡妖兽 被陆臣带领灵犀宗众人斩灭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超凡怎么可能被灭 你是不是被打傻了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那黄狗街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超凡怎么可能被灭 你是不是被打傻了 福主 这就是你没见识了 你知道我吃的是啥肉吗 这就是那超凡妖兽炖煮的肉 陆臣不但消灭了超凡妖兽 还把妖兽的肉大卸八块 给大家分食了 真的 真的 超凡血肉灵气极其充足 我感觉自己的修为 我感觉自己的修为都增长了一大截 给我尝尝 超凡灵力充沛 真的是超凡妖兽的肉 没想到奔夫中老了还能占一个耗杯的光 只剩一口超凡妖兽的肉 父王此生啊 怎么会这样 灵溪宗不但全间要摩尔松 还灭了超凡 尊陆啊 这不是真的 你们肯定在做梦 你说个鬼的梦啊 以后不准招着陆尘门 都是年轻人 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如果你有陆尘的一半 我星云剑宗早就崛起了 听见了吗 陆尘门 听见了 今日灵溪宗灭妖魔二宗此举 当名震天脉 陈组长 按照之前的约定 陈家的那些驻兵师 三日后可以前往灵溪宗 没问题 我陈家随时听候陆掌门调遣 有如许师妹 这次蒸发妖魔二宗 我等并未前去 你说掌门 能不能灭掉妖魔二宗啊 虽然我对灵溪宗绝对忠诚 也绝对相信掌门 但我还是非常担心 我们小小的灵溪宗 怎么可能灭得了他们啊 能全身而退就不错了 除非出现奇迹 你们还是不了解陆辰 曾经我也不了解他这样的男人 你们只需要知道 陆辰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奇迹 就是这里了 这里就是门牌秘境吗 里面真的汇聚了近百年来 我们灵溪宗种子级别的弟子吗 放心吧 那些人都在里面 其中我江家那名种子 已经快到百年之期 应该要出来了 现在我就用我江家的特有方式 召唤出我江家种子 太好了 只要真正的种子出现 这灵溪宗就没露成什么事了 去 怎么没动静 何人让我修行 何是我江家后辈子弟 江家后辈江青城 拜见我江家老祖 何事 老祖 灵溪宗如今被恶人当道 面临生死危机 请老祖出关 拯救灵溪宗 什么 见过师祖 我们都是灵溪宗的弟子 如今灵溪宗的掌门之位 被一个叫陆辰的贼人窃取 此人狂妄自大 不仅残害四长老江家江云福 更是让灵溪宗四处生 灵溪宗在此人的代理下 马上要走向灭亡了 好强的修为 拜见师祖 那陆辰何在 身为灵溪宗种子 则无旁贷 这就斩了他 老祖 陆辰带领灵溪宗的一些弟子 去进宫妖魔二宗了 能不能活着回来 还不一定 进宫妖魔二宗 简直是自不量力 看来这人当真如你们说的一般 防望到了极简 老祖 现在正是接受灵溪宗的绝佳时机 不如先顾虑住整个灵溪宗 既然连老夫都出来了 那就索性多唤醒几枚种子吧 他们修炼的时间也够长了 灵溪宗有难 灵溪宗空 你那种子来出关了 多少年了 我等终于到了出关的时候了 我等种子出关 当图境一气贼子 这么热闹的事情 我怎么能不参与一下 是 是灵溪宗后山的方向 有大变动 陆辰不在 恐怕来者不善 大家做好战斗的准备 你们可是妖魔二宗的来历 妖魔二宗崛起的时间 并不是太久 也就一两万年左右的时间 至于来历 只是听说 北帝天生妖气弥漫 适合妖魔修行 妖魔二宗才再次立宗 那你们知道 为何此地妖气弥漫 这个不清楚 昔日妖魔二宗所在之地 不过是灵溪宗 饲养妖兽的一处地方 经年累月 在强大妖兽的侵染之下 此地的妖气 才会经久不散 什么 此外 此地的深处 还埋藏着一座困灵阵 才能聚集妖灵之里 经久不散 并且随着岁月的更迭 越聚越多 这恐怕连妖魔二宗 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 这里是一座风水宝地 九战雀巢罢了 陆掌门 我们回来了 寻到你们仙祖的气息了吗 寻到你们仙祖的气息了吗 此地虽然妖气弥漫 但并没有感受到仙祖的气息 我们的仙祖 真的在此地待过吗 昔日你们武陵之祖 都是灵溪宗的护山圣兽 武陵之祖的实力 是远超超凡的存在 同时他们也负责看护这片 灵溪宗的妖兽饲养之地 在这里待了又何止千万年 直到我们灵溪宗 在以前很强手 没想到会这么厉害 你们如果能够得到这股气息 才能真正感受到 你们灵伪兽一族的傲益 陆掌门 我们该怎么做 紫藤为富妖头 专门镇压超凡妖兽之地 当年富妖藤化为百里之城 围困此地 圈养超凡妖兽 吴伟神木兽 用你的木灵力催动这两条孤藤 覆盖此地 急去被困灵阵聚集到 无穷妖灵之地 好 陆掌门 孤藤的更系 已经覆盖了此地 开始吧 昆灵阵 先祖气息 哇 真的先祖的气息呀 所有灵溪宗弟子 就地修炼 吸收此地妖灵之力 撞到铁魄 当年灵溪宗在这里 饲养妖兽 并且布下昆灵阵 汲取妖灵之力 现在的我还不能破阵 但我可以利用 复妖藤作为管道 扎根于底下 把昆灵阵内的 妖灵之力 全部抽取出来 妖灵之力 是一种特殊灵力 不增加修为 却可以增强肉身 奠定更加扎实的 修为基础 我乃霸体 自然不用这 妖灵之力脆体 但是 我可以借此机会 冲击一下 我的第三道天锁 明俊 好强大的灵力 太刺痒了 陆尘在做什么呢 给我破 有些作用 第三道天锁 出现猎袭了 为什么巨大的灵力 朝陆尘标射而去了 看不明白啊 我能感受到陆尘掌门身上 有大恐怖存在 十道天锁 旁人看不见 一道更比一道难破 剩下的八道天锁 想要破开 看来只能离开此地才行 我感觉 我的肉身强大了很多倍 是啊 我觉得我每时每刻 肉身都在变强 精光万一 这是催提大成的征兆啊 谷主 好羡慕啊 我也想当灵溪宗的弟子 你傻呀 你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借助此地的 要灵之力催提 这可是不可再得的机缘啊 可是刚才陆尘 只让灵溪宗弟子盘坐修炼 我又不是灵溪宗弟子 哎呀 说你傻你还真傻 你都帮助灵溪宗进攻 妖魔二宗了 才遇了战斗 你和陆尘算是自己人了 跟着一起修炼怎么了 说的也是 我是和灵溪宗同生共死的人 我光荣我荣耀 我要和他们一起修炼 早知道我吧 你也让灵溪宗来了 仙族的气息 我心中消化得差不多了 我明误了仙族的气息 也许不久之后 我也可以跨越臭犯 黑色闪电 这是怎么回事 黑色闪电 是天罚的一种 哪天罚 我也迷雾了 怎么回事 黑色火种 又是一种天罚 天碑提前出现了 陆长门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灵溪宗一族 虽然如今不鲜 但大有来历 天碑 黑色火种 黑色闪电 皆是天罚的一种 怎么是天罚呀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身上 我不明白怎么天碑提前出现了 很多事情你们现在知道有没有意 因为你们的实力太弱 现在的天罚只是仙正 还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无必过于担忍 陆长门 该说的时候 我自然会和你们说 天罚不但提前出现 而且还在巴尾和五尾身上出现 巴尾和五尾的先祖 并未遭受天罚 如今他们的身上也出现天罚 这说明有变数产生 难道 混沌域的绝困之地 有人敢知道我脱身而出了 掌门 要不要派人看守此地呀 不用 还不到时候 那什么时候 让灵溪宗人人如龙的时候 走吧 为灵溪宗 都给我听好了 我灵溪宗真正的天罚种子 几位师祖 今日从门派密境中出关 正式接手灵溪宗 陆尘在真正的灵溪宗种子面前 啥也不是 陆尘在真正的灵溪宗种子面前 啥也不是 他如果还在 几位师祖定会把这个 霍乱灵溪宗的家伙 挫骨扬灰 你们这些灵溪宗叛徒 当初灵溪宗大难之时 叛离灵溪宗 还又连回来 给我跪下 路上门何等风采 等他返回 你们这些叛徒 全都没有好下场 闭嘴吧你 柳师妹 如今天交种子出关 陆尘真的大事已去 你再执迷不悟就来不及了 执迷不悟的是你们 柳师妹 你难道真的想为了 哪个江王之人搭上性命 够了 我不想和你说谎 要杀要管随便 表哥 现在我江家老左出关 灵溪宗日后的掌门 就是我江家老左 你作为我江家人 竟然心向着外人 你是不是被陆尘忽悠傻了 不明白 我被修士有所为 有所不为 我余的话不说了 要灭 要寡 随便 看来传言有些不识 如果陆尘此人 真是大奸大恶 这些弟子为何还如此忠心于他 大事大奸大恶 还是大仁大善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等种子出关 灵溪宗振兴的大人 就该由我们来 他陆尘不管怎样 掌门之位 肯定要让出来 不错 如果那陆尘失去 我们还可以饶他一命 如果他看不清形势 就别怪我等种子无情了 掌门 这一次我们回去 一定要好好发展 管则百年 长则千年 我灵溪宗 一定会重新崛起 时间太长了 时间太长 掌门觉得 灵溪宗崛起 需要多长时间 五年之内 快则一年 这 不可能吧 就算天天给弟子们 持圣级丹药 也不可能这么快啊 不管百年还是千年的时间 都太久 变数太多 灵溪宗必须尽快 去备强大的战力 才能扭转时局 稳定乾坤 几位师祖 这些人都不听选说 殖民不悟 该如何处置 都灭了吧 来人 把这些七十灭祖的 都给我掌了 将其成证明 你们这些叛徒 早晚都会遭报应 还有你们这些 所谓的祖师 所谓的天骄种子 灵溪宗培养你们 你们出来后 不分气候造白 不为灵溪宗招下 只是为了 争夺掌门之位 我们当初 面临妖魔二宗的进攻 没有叛离灵溪宗 如今 何举身亡 等陆尘掌门回来 自然会为我们报仇 等陆尘为你报仇 那以卵击石的家伙 恐怕早就亡在 妖魔二宗手中了 什么声音 是陆尘掌门回来了 这不可能 这是怎么回事 是当初那些 叛离灵溪宗的弟子 回来了 还有那几位 看上去有些熟悉 难道是 吴文娥 见到师兄 还不拜见 你是江丽 灵溪宗 种子 江丽 你们怎么从门派 秘境中出来了 为何捆绑我 灵溪宗弟子 这些人不听从号令 开展 你敢 你以为 你是灵溪宗 种子就可以 为所欲为 你敢动他们试试 白秋山 休他放肆 当年你和我竞争 灵溪宗 种子 不过是我的手下 败将而已 吴文娥 念在新年 你安全马后的份上 现在 我给你个机会 向我等效忠 江丽 我也念在 同门的份上 警告你 给陆尘掌门认错 赔罪 这个小白脸 就是灵溪宗的 新任掌门 如此年轻 毛都还没涨齐吧 我听闻 吴文王你把掌门之位 让给了陆尘 当真是荒谬绝伦 灵溪宗再这样 就要赞颂儿等手中 现在速向我等表达忠诚 只有我等才能力吻狂澜 带领你们崛起 跳铃小丑 你说什么 在灵溪宗上蹿下跳 不觉得自己可笑吗 这么对我们说话 看来 留你不得 路臣掌门 带领我们刚灭了 妖魔二宗 你们算什么东西 信不信 把你们一起灭了 什么 妖魔二宗被灭了 是不可能 你以为我们会信吗 灭妖魔二宗 你怎么不说 灵溪宗统一了天脉东南之域呢 你还别说 灵溪宗现在和统一天脉东南之域没啥区别 你们四个 赶紧拜见掌门 不然 灵溪宗没你们的容身之处 海秋山 当年我的手下拜价而已 今日我就再教训你一下 灵溪宗 看来当年师兄对你成绩还不够 不懂得听师兄的话 我们也别愣着了 去拿下那个毛还没长齐的路臣 林一大师兄 快点救救我们 金光门一点颜色 你看看 如果不是假的 请问小齐 你可敢接受我的挑战 我们秦云宗帝 绝不会不驾人逃 不得对 我们也别愣着了 去拿下那个毛还没长齐的路臣 教训我 行吗 什么 你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 当年你能拜我又怎样 现在 你们在灵溪宗就是个废物 可恶 我一定要灭了你 吴文昂 师兄给你个机会 铲除路臣此子 灵溪宗还有你的一席之费 江丽 时代变了 这些所谓的天骄种子 在灵溪宗可有可无 那我就给你个教训 让你看 谁在变没变 什么 我 可恶 这 这一口气出的 爽 这 这不可能 我的天骄在门牌秘境修炼百年 修为 怎么会超过我 你也滚下去 这 白秋山 也击败了天骄种子 黄毛小儿 在我等天骄种子面前 何德何能 成为灵溪宗掌门 什么 你 我有机会 不通真心 你不要 你 不通真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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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不好 都 谁的对话 饶命 啊 都灵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乃堂堂天骄宠三 为什么会被这些普通弟子击败 完了 吃完了 吃完了 想知道为什么 我告诉你们 这一切全都因为陆尘掌门 是陆尘掌门让我们修为大增 带领我们灵溪宗击败妖魔二宗 让灵溪宗走上崛起之路 你们这些种子 出来就想谋夺掌门之位 可笑 哇 多非诸战剑 他们是来带什么呢 大河宗祝贺灵溪宗灭妖魔二宗 特来献礼 并在此宣布 永尊灵溪宗 天师傅前来亲贺灵溪宗 诸灭妖魔二宗 献上千年灵连一份 灵溪宗乃我陈家恩人 陈家携陈家驻兵师 前来祝贺灵溪宗 荆云剑宗贺灵溪宗 奉上荆云剑一柄 白云门来贺 清风冠来贺 掌门威武 灵溪宗有陆尘掌门 是灵溪宗之姓 掌门万寿无疆 多少年了 这一种天迈东南之遇 所有宗门朝贺的景象 灵溪宗 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 这 这 竟然都是真的 灵溪宗 真的变了妖魔二宗 我不信 灵溪宗应该靠我们 这些天教主子拯救 这鲁臣 怎么可能带领 灵溪宗崛起呢 我们怎么办 去那没人注意我们 赶紧跑 站住 路掌门饶命 我们错了 我们真的做到错了 你们妄图颠覆灵溪宗 此乃罪无可受 看在我们以前是 林溪宗弟子的份上 饶了我们吧 路掌门 我们再也不敢了 赶 什么 不 表哥救命啊 替我求救掌门 老祖 救命啊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好不容易加入灵溪宗 最后的结局 为什么会这样 早知今日 火必当初啊 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 罪无可赦呀 路掌门 我们既然承认不如你 只要路掌门 给我们既然长老之位 我们愿意归身路掌门 你们配吗 路掌 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们毕竟是 灵溪宗的天骄宠子 是灵溪宗 最重要的弟子 一个长老之位 我们已经是 委屈求全 那你们可以 不用委屈求全 你们这些 灵溪宗的助手 你们所做的一切 全都是为了 自己着想 在我看来 都该斩 斩 什么千脚种子 都该斩 岂有此理 既然如此 我三人退出灵溪宗 希望路掌门以后 不要后悔 你们走得了吗 我说了 你们都该斩 分开逃 什么 什么级别的高潮 其中 到底有多少高手 掌门要斩你们 你们跑不掉的 我们怎么会 散吗 不然 境界跨入超凡之后 从天脉主欲 跨越欲章 进入之欲 无比困难 我破 一道强者炼制千年的破天梭 才能勉强破开一道缺口 林一大师兄 快点救救我们 清光门一点颜色 看看 如果不是讲的 请问小吉 你可敢接受我的挑战 我们秦云宗弟子 绝不会从这儿逃 我都对 一道强者炼制千年的破天梭 才能勉强破开一道缺口 这从天而降 分科大陆的预章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好 可恶 跨越欲章 竟然还有雷杰 怪不得天脉主 那些超凡以上的超级高手 都不愿意去治愈 雷杰似乎不准遇进你 还好我有准备 有了姐妹玉佩替我受解 接下来我应该可以在天脉东南 治愈正常活动了 大河宗 小小知语门派楼一番 竟敢灭我弟弟盘龙公子 你们恐怕不知道 汉海宗是何等存在 其二您就终于毁灭吧 小门 臣家的这些驻兵师们 手艺没得说 用不了多久 我灵溪宗弟子 就可以人手一件 泥射击的铠甲了 打造铠甲还是第一步 重要的是怎么给铠甲增加战力 让你们找的东西都在找了吗 已经派人在四处搜寻 嗯 掌门 你在看什么 有人跨越御战而来 也许到了本掌门离开的时候了 什么 掌门你要离开 召集灵溪宗所有弟子 前往掌门打电 这是那枚从仙缘秘境中得来的仙缘石 之前我一直没有给大家使用 你们可知为何 不知 请掌门明示 因为你们还不配 但是妖魔二宗一战 灵溪宗弟子 不管是前方参与战斗的弟子 还是后方留守宗门的弟子 无一人投降 无一人退缩 你们的表现让本掌门很满意 都是掌门教导有方 没有掌门 就没有灵溪宗的现在 我们永远忠心掌门 现在灵溪宗上下一心 朝起冲天 这才是灵溪宗该有的面貌 所以 现在的你们 才配得上本掌门拿出的仙缘石 配得上接受仙缘石的洗礼 掌门 这仙缘石洗礼是有什么好处啊 仙缘石 是最珍贵的原石 经过仙缘石的洗礼 可以提升一个修士的 仙天根治与后天上限 什么 仙天根治 后天上限 简单来说就是 你们经过仙缘石的洗礼 日后的修为成就 都可跨越超凡 什么 还有这当好事 所有的人都可以跨越超凡 不可思议 我们可以永远相信掌门 这太让人震惊了 接下来 你们都提起精神 为了使你们在天元石的洗礼石 达到最大效果 我首先要用这座由枯木建筑的大殿 对你们进行打磨 掌门 赶紧开始吧 我有些迫不及待了 开始 这无能量好玄妙 这座大殿 今日终于发挥它的作用了 这座由枯木建筑的大殿 灵力浩瀚如苍寒 最适合打磨人的肉身和精神 打磨过后 再用仙缘石 对他们进行洗礼 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哇 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大磨 我感觉我整个人凝练了许多 才六个时辰吗 我好像经过了一身满满场 我等祸以匪浅 六个时辰已过 接下来 众人接受洗礼 我等接受掌门子 受仙缘石洗礼 很好 这支日后随我征战 三千神域的军队 今日便且重刑吧 这 这是 不愧是仙缘石 这股能量让人震撼 才是 是 哇 好神气啊 仙缘石化成一个个小娃娃 向我们飞过来了 这是 进入体内了 什么 很奇妙的感觉 这 这太可思议了 胆敢激犯大合宗 宗主 毕了死人 宗主 毕了他 治愈的臭臭 怪怪无助吧 神通 宗主 父侯 宗主 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高手 那将随我上 无畏宗主 灭了死谁 干他 嘿嘿 儿童凡人不遵超缓 当中 生死 本身碎骨的下场如何 你是 超凡 超凡怎么可能跨越豫章 那是你太无知了 云小天 二等残害我弟弟盘龙公子 近日大合宗当在天脉东南支欲除名 大 大 师兄 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捆 云小天 二等残害我弟弟盘龙公子 近日大合宗当在天脉东南支欲除名 仙人实看来吸收得差不多了 趁此机会 把诸仙大阵一并传给你们 诸仙大阵 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 神魔墓园中长眠的你们 终究会看到他再次逐贴使地的一天 是 令人心悸的沙拉气息 我竟然忍不住浑身颤抖 好 如今被仙人洗礼 我感觉我又焕发了生机啊 这便是枯木逢生 天大的造幻 陆掌门 请受我们一拜 至此以后 我们三人以掌门为尊 学好学妙 竟然对以后跨越超凡 有了莫名的信心 而且脑海中多了一种阵法 这也是掌门传给我们的吧 正法名为诸仙 好气魄 一清就是了不得的阵法 陆掌门 那是不好 是我大和宗的一位长老 陆掌门 汉海中有强人来袭 宗主让你们速速逃命 那长老 那长老 那是什么事了 少 少宗主 少宗主 路掌门 快逃 那长老 你们逃得掉吗 父亲 如今 快逃 弄了我父亲 老 你 这不会这么强 陆掌 救我父亲 放心 狗海我弟弟盘龙公子 大和宗和灵溪宗 挡灭 路掌门 这黄翅龙在超凡之上 远远比要摩尔宗的那两头超凡妖兽 还要厉害 不可力敌啊 不必担心 今日此人当诛 好大的口气 你就是陆臣 你们这些知狱的弱小之辈 没有见识过主狱的宽广与强大 井底之外 自以为是 今日 就让你们体会一下 来自主狱的支配与恐惧 丑在这里 寂寂歪歪 让我试试你的伸手 有 掌门 确实打不过 这家伙在超凡之上 要不跑路吧 小小之御掌门 收到你来 小叔 简直是不堪一计 这就是一派之主 执欲的修饰果然都是废物 给我过来 什么 你的身体怎么会这么重 给我起 这是怎么回事 可恶 给我抱 超凡一计 任你铁身同臂 你必死无疑 超凡一计很了不起吗 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我看得出你的修为并不高 但你怎么可能在我的攻击下丝毫无伤 灵溪宗众弟子听令 本掌门传于你们的诸仙大阵 可熟记于心 鬼掌门 我们都记下了 很好 李政 容易成为正言 是 恶笑 这是干什么 想迎这些普通弟子对付王国 我看你们是疯了吧 今日 你们可展超凡之胜 我们可以永远相信掌门 展超凡之胜 新掌门 展超凡之胜 新掌门 新掌门 展超凡 这 路掌门让这些弟子展超凡之胜 是不是太儿戏了 父亲 陆成传给我们的阵法玄妙无比 现在大家使用的是最简单的布阵方式 我也不太相信可以展超凡之胜 但我愿意听陆成的话 去试一下 这家伙也来了 一群小杂鱼 不敬畏主城 不敬畏超凡 君臣 竟狐灭而登 来 一群小杂鱼 一群小杂鱼 这叫土屠中法 毁灭吗 超凡之上怎么会被击 赢了 我们消灭了超凡之上 真不敢相信 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一触同弟子击败超凡之上 还没完 无可掉以轻心 张门 你是说那家伙还活着 为什么 我都看到他化成灰了 我都躲到八层地下室了 真也能被找到 我叫孟凡 还没完 不可掉以轻心 张门 你是说那家伙还活着 不可能 我都看到他化成灰了 还没完 传说超凡之上不悔不灭 肉身悔 魂不灭 你倒是 你该万死 你这个罪该万死 杰镇 说要把你们错古扬灰 权底 杭玉 杭玉 弓箭 闪 闪 杀 杂住了 杂鱼之辈 你们生得了我吗 既然毫发无损 果然如此 超凡之上 总是肉体被毁 神魂也是不毁不灭 这下完了 我乃入圣境 不死不灭 谁能奈我何 好 掌门 怎么办 五火 灭他的人马上就要来了 多少年了 我终于从仙人秘境出来了 还是要多谢那位陆前辈 如今 该是报答前辈的时候了 捡来 此剑就是我陈家底蕴 让日日供奉 切勿在一室了 等待陈家配得上此前的后人出使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赶紧跟上去 陈小二 现在可见识到超凡之上的神奇之处 还不跪拜我 陈府 你卯胜就要被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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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话 耳朵杂鱼谁能灭我 我来灭你 我来灭你 闪 你又算是哪根葱 我来灭你 我来灭你啊 之余无人可伤我 之余无人可伤我 下雨了 是红色的血雨 奇怪了 下血雨了 传说 只有超凡之人身灭 才会天降邪雨 啊 刚才拿着我陈家先祖之剑之人 灭了一位超凡之上的存在 这陆掌门事情越做越大呀 看得老夫心惊肉跳啊 剑修陈十一拜见前辈 晚辈来吃 那刚才那人惊扰前辈了 不是 来的刚刚好 剑十一 这名字 难道是我陈家入魔的那位剑修陈十一 应该是他 不然 不可能使用先祖之剑呢 快 快去拜见我陈家的这位老祖 竟此一战 令西宗彻底崛起 无人可错棋锋芒 陈家 恭请陈十一老祖回陈家 陈家我暂时不会回去 那老祖 陈十一恳请跟在陆陈前辈身边 这 为何 我从前辈身上 感受到了陈家先祖 九剑大帝的气息 不愧是天生的剑帝 感知都是敏锐 我三日后已离开此地 前往主域 你就跟在我身边吧 多谢前辈 掌门 你走了 灵西宗怎么办 灵西宗气势已成 再加上我传授给你们的阵法 日后你们逐步完善阵法 除非主域那些大门派举派来攻 不然灵西宗定然无恙 掌门 你走了我们咋办呀 你们秦家修炼 本掌门不久之后 就会回来 我们 那些铠甲镶嵌的元素石 之余只寻到了少量 无法装备每一件铠甲 这些铠甲先打算完后 配合阵法使用 防御力会增加数倍 如果每件抬甲上 在镶嵌上元素石 攻击力更是得到恐怖的叠加 到时候别受抄法 就是真正的圣道精 也不是不可斩灭 斩灭圣道精 这是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梦到的事情啊 好了 我该走了 元素石的事情 我在主谊也会帮你们寻找 什么什么 找人要走 不会吧 不可能 不是真的 掌门 你真的要走啊 掌门 我们舍不得你 掌门 把我们一起带走吧 灵溪宗所有弟子听令 本掌门离开之后 你们秦家修炼 切不可懈怠 日后 本掌门会带你们 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是 是 是 来了 你们三人需要突破超凡 跟我一起走 毕竟这里还受到天地威压 不可超凡 哎呀 太棒了 哎 跟着路掌门才四家 还有肉吃 起开 我爱老娘 清平 师兄 掌门师兄 你对清平有再造之恩 让我跟着师兄 服侍师兄吧 罢了 你和龙依晨体质特殊 就跟着我出去历练一番吧 太棒了 十九万岁 出发 哎 那是 掌门 前面就是狱掌 穿过狱掌 我们就会进入东南主域 看面面 来了一村非洲 是少宗主 我 陆辰 我和您一起去主域 想好了 主域辽阔 是支域千万岁 我不会实时哄理周旋 想好了 我云出人 自信在主域也不弱于任何人 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身亡 再说 这支域没了你也不好玩了 走吧 跨越狱掌 大家小心 我们在穿越狱掌 好神奇 超凡之下可以随意跨越狱掌 而超凡之上就会受到狱掌排斥 为什么呢 这狱掌到底 为何而存在呢 好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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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 我不会上掌门在练丹了里烧坏脑子了吧 陷小了 相信我 他一直就是这样 这 不过是昔日圈有畜舍使用的围墙罢了 早晚 我鲁琛会清除这世间所有的预章 掌门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先为你们寻一处突破超凡的地方 三位五位八位 你们再次突破超凡 是 诶 掌门 这里是什么地方 昔日白地的居所 白 白地 你们好好在此修炼 是 白地的居所 这么说 这里就是赫赫为名的白地城 相传白地一身白衣 潇洒出尘 最是风流倜傥 引领一个时代数万年 所见白地城 亦是穷尽天下之繁华 最盛之时 无数修士 都已能远看一眼为荣 掌门让我们在此修炼 必有深意 我们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听我父亲说 主欲和知欲有很多不同之处 主欲相对于知欲来说 资源更丰富 大修行者不计其数 相对的也更加凶险 我们此行还是谨慎行事 诶 那边有人 过去看看 我家公子问选几位从何而来 可是去参加飞扬仙门的考核 小地方而来 什么考核 我们并未听过 姑娘弃指出尘 先人之姿 怎么可能是想地方来的 这么美的女子倒是不多见 而且还不止一个 本公子今日倒是走了大运 请问尊姓大明 找我们何事 我家公子姓黄明记 乃是飞扬仙门的弟子 在飞扬仙门弟子中地位崇高 嗯 我看几位去的正是飞扬仙门的方向 我们可以一路同行 陆辰 此次历练 飞扬仙门是第一站 你们几人 就暂入飞扬仙门吧 姑娘 不打脸我 换个目标 敢问姑娘方明 本公子正好有些渴了 呃 师兄 喝些茶水吧 呃 可恶 大胆 认识我家公子是你们的荣幸 你们竟然敢怠慢我家公子 你叫陆辰是吧 知道你是这里领头的 告诉本公子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吗 又不搭理我 这些人 陆辰 本公子在跟你说话 师兄不愿意搭理你 你就闭嘴吧 这些乡野村夫实在无礼 我替你教训他们 哼 下手轻点 别伤了两位妹妹 冲子放心 我先让这个叫陆辰的给你磕头道歉 嗯 什么 救命 你敢伤我的人 罗绑起来 扔下去 爹是飞扬仙门黄刚 我就是耳虎自焚 嗯嗯 下去吧你 大 大师兄 啊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损 你们这是玩火自焚 嗯 下手吧你 飞扬仙门昔日是飞扬仙帝的道场 你们应该蕴藏着不少机缘 你们既然先去拜入飞扬仙门 我先去做些事情 再去和你们会合 师兄 你自己小心 不信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这里 上次得到台西走 灵溪宗全部弟子都进入台西间 这次如果寻得霸王草 灵溪从所有弟子的实力 都会进入霸道界 到时候竹仙大阵的威力 会再次提升 虽然这种靠单样提升的境界 在实力方面 确实弱于靠自己修行突破的修士 但是境界的提升就是提升 实力还是有志的快 对 对 救命啊 小哥哥我碰到坏人了 救救我 谢谢你 喂救救我 只要你救了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念死不救 见到白白渐进黄花大闺女都不救 这是什么人呢 让我狩猎失败 恶无的男人 毫无警觉 看来是个修行废物 什么 你这个人 懂不懂得怜香心悦 我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男人 我记住你了 你给我等着 干什么 留下来 替我拔草 拔草? 什么意思 把这片大山里的这种林草 都给我拔了 你说你让我陪你练功 我还能理解 现在你竟然把一个极品美女 当农副使唤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赶紧拔草 我赶时间 懒得理你 那姑娘先走了 好快的速度 我就不信你能拦得住我 什么 啊 丑男人 我灭了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娃草 我给你认错还不行吗 我不该引诱你 你也没什么损失 你放过我行不行啊 不行 啊 要不 你还是让我陪你练功吧 拔草太无聊了 天黑之前拔完 哼 你这种人 脑袋肯定有问题 我就不明白 拔着杂草有什么用 你是不是故意在耍我 放又不放我 练功又不让我练功 要不是打不过你 我真想灭了你 再来 拔草 我 气坏我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男人 此地所有的杂草都被我拔完了 这下你满意了吧 可以走了 啊 竟然把杂草都收起来了 我实在有些好奇 你要这些杂草做什么 和你无关 看你为我拔草的份上 送你一句话 你走错了 走错路了 哼 出师不利 竟然还有我李源指搞不定的男人 前方你都快到了 啊 停一下 嗯 姐 你这是又要多管闲事 啊 遇见了能帮一把是一把 这是我白家祖训 祖训是祖训 可是如今我白家也是苦目难知 姐姐你心上如菩萨 如今却要 唉 又有谁能帮帮我们 这位公子 我家小姐说 此地最近不太安全 常有妖女又会年轻男子 让你上车同行 如今 果然是白下的人 喂 我知道我姐长得漂亮 但你这么明目张胆地盯着看 是不是太过了 手给我看一下 啊 啊 啊 你的手给我看一下 啊 啊 你 跟 跟什么 哀家一住 我没看错 小子 你是不是找揍啊 我姐姐的手 是你能随便拉的吗 我姐姐的手 啊 大 大师兄 啊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吧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小子 小子 你是不是找揍啊 我姐姐的手 是你能随便拉的吗 啊 啊 你们是白家的人吗 知道我们是白家的人 还敢占便宜 我姐姐不跟你计较 小爷可不会放过你 我刚才看你手下 有圣守菩萨之相 什么圣守菩萨看手下 原来是个骗子 我告诉你啊 你这样的我见多了 白家看来真的不思一枪啊 连圣守菩萨都不止 那你们可知你们白家先祖是何人 废话 我白家先祖自然是白帝 一代先帝 我白家曾经也无上尊容过 错 白帝虽然和你们有很深的渊源 但你们真正的先祖 是一只白猿 几天飞揍你不可 你说我白家祖先是一只猴子 阿爷不可 这位公子 玩笑不要开太过了 否则过了这片危险的区域 你就下去吧 白猿和白帝同气领志 亲如手足 白猿心性纯善 拿手绝技便是医病救人 被人称为圣守菩萨 陆神一战 白猿陨落 白猿的后代便被白帝抚养 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 是因为白猿是位 人族流血战斗的英雄 我希望他的后代 以他为辱 胡扯 编得有理有据 生情并茂 我差点就信了 你终究就是个骗子 小姐 天猪城到了 天猪城 陆神一战 陆神一战 白猿就是陨落在这里 那两位是白家的小姐和公子吧 白猛珠小姐不愧是天猪城第一美女 白猛珠小姐心地善良 这方圆几千里 不知道多少人受到过小姐的大恩 最重要的是白小姐天生聪慧 与大道亲近 大家都说白小姐是仙人转世 听说最近很多大势力都来天猪城求亲呢 不知道活菩萨般的白小姐最终会嫁给谁 相比之下白颜公子就性色许多了 白颜公子天生资质愚钝 不善修为 算得上废才了 等白小姐嫁人后 白嫁岂不是后继无人了 什么每次都议论我 所以我才不是废才 哎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公子看一下吧 都是宝贝 没准运气好还能逃到一把准地兵呢 劝你一句 这些人和你一样大都都是骗子 哎 别花冤枉钱啊 你这些东西我全用了 啥 哎 这位公子 你没开玩笑吧 包起来吧 嘿嘿 还是这位公子实话呀 既然你全要了 我给你算便宜点 哎公子 东西你拿好 不许 胡叔 你这人怎么回事 看不出来那些东西都是假的吗 看出来了 看出来你还被骗 你脑子有问题啊 我要的是这块布 一块破布 看来你脑子确实有问题 天珠城 不知道 怎么样 看傻了吧 这座天门是天珠城的象征 传说是白家先祖 为了迎接某位大人物而见的 我就是你口中的大人 哈哈 果然是个骗子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不想害臊吗 顺便告诉你 传说那位大人物到来之时 那座拱门两旁的十二零雾钟会长鸣 有本事 让钟想一个给我看看 不会吧 怎么回事 古老天门上的钟怎么不响了 这是这些钟第一次想吧 难道 刚才的钟想真的和你有关 那座天门本就是为我而见 那十二零雾钟自然也是为我而想 虽然这事有些离奇 但你这话也太离谱了 这座天门见了不知道有多少万年 你说是为你见的 你活了几万年呀 哼 这种毫无逻辑的话 你也说得出来 你们白家的天策令还在不在 你想干什么 你们白家现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可以帮助你们解决 你们把天策令给我 你怎么知道我白家遇到了困难 很简单 现在天珠城内便不受尾 暗中还有隐藏的修士 如此戒备森严 天珠城内肯定没有想象的那么太平 你倒是观察得仔细 不过想要我白家的天策令 你这是痴心妄想 说梦话 不说白家的天策令 绝对不容有失 就是白家目前的困境 岂是你一个有嘴滑舌的骗子能解决的 行了 本公子也不肯你废话了 有缘异常 如果在天珠城内遇到了什么问题 就把小爷我白爷的名号 哈哈 白爷 报你的名号有用吗 啊 谁叫名 大 大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捆 蓝正明 哈哈哈 白少爷的名号在天珠城 可是想当当谁都知道 到白少的名号 必须免费打骨折 蓝正明你想干什么 找事情我可不怕你 哎呀你想多了 白家怎么说也是天珠城的主人 我蓝家惹不起 白少爷不是我蓝正明敢招惹的 你知道就好 不然白少是个大废物 我也要给白家面子不是 你 不过刚才白少爷对这小子说 抱你名号管用 我就让他看看白少的名号有多管用 你敢 蓝家日益强盛 反观白家 一代不如一代 要不是这一代有个白梦珠 这天珠城还不知道什么形式 蓝家的蓝正明又借机欺负白家少爷了 小子自己乖乖过来 先给少爷可两个想头 骗子赶紧离开这里 我挡住他们 不用 这些人挺好玩的 我想和他们玩玩 听见没有 这小子要和我们玩玩 本少爷就好好玩玩你 蓝正明 这人是我的朋友 让他试试 你这个废 本少爷给你脸了 小子 今天免费让你体验白眼少爷名号的用处 少爷加油 让他知道天珠城 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蓝家昔日不过是白家一奴仆 何来如此嚣张 你说什么 一奴仆敢欺负主子 谁给你们的勇气 我没听错吧 这家伙敢对蓝少这么说话 放心 蓝少肯定会把他大些八块 妖崽子 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质问我 狗胆 啊 这 把蓝正明打了 骑死我了 灭了他 啊 小心 这是蓝家的神迹 神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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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没事吧 天子你 深藏不漏啊 你到底是谁 你不配知道 你嚣张 我不管你是谁 今日你惹上了蓝家 你恐怕还不知道 蓝家受到汉海宗的庇护 你现在就是惹了天 没有人能保得了你 白家也不行 我们走 站住 哼 怎么 知道害怕了 想给本少爷认错 告诉你完了 今天我教教你做人的规矩 给白眼跪下道歉 你说什么 你有种再说一遍 什么 跪下道歉 大胆 我来正面何等身份 快点 我的耐心有限 你打的 你打的可是天竺城蓝家的大公子 别说什么大公子 就是你们蓝家家主来了 我也照大不悟 好好好 本公子道歉 白眼 本少爷给你道歉 你跪下道歉 我 我道歉 哼 这些认识 是 白眼 你们白家 准备招手蓝家的怒火吧 骗子 爽啊 蓝正明在天竺城 一向是嚣张跋扈 仗石欺人 何曾被人这么打过 哈哈哈 今天这事大快人心 不 估计接下来蓝家不会上吧甘修 你先跟我回白家吧 免得蓝正明报复你 可以 正好说说天策令的事 你还惦记着我白家的天策令啊 我帮你们对付蓝家 你们给我天策令 你就吹牛吧 蓝家可是有超凡的高手作战 更别说 蓝家背后的势力是汉海宗 汉海宗你听说过吧 宰过 嗯 这什么意思 宰过汉海宗宗主的两个儿子 那就吹牛吧 汉海宗可是除了飞扬仙门 东海主义最强的门派 骞子 你这人实力也有 就是说话不靠谱 小心这样娶不到老婆 少爷 你回来了 杨叔 最近白家可有什么事 家主还是闭关未出 就是二爷回来 并且带回来一位女子 二爷说 要娶了这位女子 正是娶妻 二叔要娶妻 这是违背了白家的祖训 是啊 白家祖训 只有白家继承人 可以娶妻生子 此事是不是通知家主一声啊 算了 既然二叔想成家 那就由他吧 白家这条祖训 也确实不尽人情 只要二叔从此安分下来就行 老爷 你回来了 我正好找你有事要说 是他 果然还是沿着错路走下去了 白眼 这位是 好饿 二叔 我给你介绍 这位是我新认识的朋友 他叫 你叫什么来着 陆纯 白眼 近来天珠城不平静 交朋友可以 但是不可以把不三不四的人 带进来 蓝家可是一直虎视眈眈 二叔放心 陆纯啊 绝对和蓝家无关 刚才还打了蓝正明 逼着蓝正明 给我下跪道歉呢 什么 打倒了蓝正明 还逼他下跪 是啊 蓝家欺负我白家这么多年 刚才可解气了 荒唐 胡闹 白家已经是实力低位 远远不如蓝家了 最近你二叔多放游走 好不容易稳定白家和蓝家的关系 现在全被你给破坏了 身为白家唯一的继承人 难道不懂顾全大局吗 叔 大局再大 也没有尊严重要 蓝正明已经踩在我头上拉屎了 我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错 佛祖 白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废物 能修行 还成天惹事 罢了 事已至此 我白家不能惹火上身 二叔 你什么意思 把这个陆尘送到蓝家 任他们处置 不可能 陆尘是我朋友 让我冲卖朋友 我做不到 还言 别忘了你是白家人 你要为白家着想 正如我是白家人 我才不能做出 如此背心弃义之事 我白家 才是这天忠城的主人 现在却要看蓝家眼色行事 这是何道理 蓝家就算再强 我也不拒 我也不会做出 出卖白家尊严的事情 而且有你这样的继承人 是家门不幸 既然你不愿意做 我看你怎么平息蓝家的怒火 这件事就你自己去处理 我们走 按照他们我就来急 还是你最贴心 卢辰 要不你找地方躲躲吧 我派人送你出城 这一次 蓝家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善罢甘休 就打到他们善罢甘休为止 实在不行 就灭了蓝家 总之 我哪里也不去 你这人 路开始说没边的话了 出了吧 你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为什么要跟着我 你想多了 我来这里和你无关 和我无关 还能有这么巧的事情 我来白家 你也来白家 这话你自己信吗 你爱信不信 我何须跟你解释 我警告你 我好不容易才钓到一条大鱼 你要是敢破坏 跟你鱼死网破 别以为我在说笑 你说 如果我现在大汗非礼 会怎么样 路公子 你拿下来 有何事 没 没什么事 休是昨日蓝正明之事 感谢一下陆公子 既然陆公子在忙 我先走了 陆公子怎么会这样 小姐 这陆成光天花儿之下 竟然如此行事 简直太过放荡 而且 那女子 如果我没看错 是二爷带回来 要娶亲的女子 你确定没看错 我怎么会看错 那个女子叫李源池 二爷这两天 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光是修炼用的丹药 就不知给了他多少 这要是被二爷知道了 还不扒了这小子的皮 此事不要生长 等蓝家的事情平息后 还是赶紧送这陆成离开吧 看这陆成一表人才 没想到 也是个放荡子弟 陆公子 记住 逼我井水不犯河水 否则 我李源池可不是吃素呢 你远点 你干什么 你信不信我喊人了 出去 好啊 我还没有看过你 这么不怜香惜语的男人 看在天素女的面子上 我不为难你 但不要再有下次 你既然知道天素女 你到底是什么来历 当年天素女传下此道 你们彻底理解错误 走错了路 已经误入歧途 我的路 岂是你能理解的 信不信由你 鬼才信你 我们走着瞧 烦死了 烦死了 你醒啊 找我有事 骗子 你看上我二叔 带回来的那个女人了 昨天有人看到 你和那个女人 只动手动脚的 现在整个白家都传遍了 没有 你可不能色迷心窍啊 我二叔本来就不待见你 你要再搞事 连我都很难保住你了 你要是实在忍不住 我带你去青楼逛逛 你想多了 想当我的女人 最低也要是仙子 毕业 就算那些大教圣女 也只有当我丫鬟的份 J 和你说两句 你马上就嘚瑟起来了 你要真能让大教圣女 给你当丫鬟 我白眼 给你表演倒立 洗头都行 你要真能让大教圣女 给你当丫鬟 我白眼 给你表演倒立 洗头都行 少爷 少爷从外面回来 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呀 能有什么变化 这是天生废物 家主都说过 这是他的命啊 如果白家真交给白眼少女 那白家不就完了吗 骂你废物 不高兴了 废话 别人这么说你 你高兴啊 对啊 我为你逆天改命 让你拥有圣人之字 你们白家的天策令 给我如何 不如何 还逆天改命呢 你以为是说着玩呢 我父亲曾经为我求过 飞扬仙门 他们同样无法改变我的命数 更别说是你了 更别说是你了 是我父亲闭关的方向 难道是出事了 我去看看 不用急 你父亲没事 不急不行 我父亲 这次是闭死关 父亲这次 主要是修炼白家祖传的白帝心法 一旦修成 修为可以跨越仇凡 白帝哪有什么心法 白元倒是有一门心法 我早就说过 你们的祖先是白元 而不是白帝 这些年你们认错了祖宗 修错了功法 这大概就是你们白家没落的原因吧 大家快点 快将此地清理掉 杨叔 这里发生了什么 少爷 不知为何 家主闭关之处的山石崩碎 父亲那里 有没有什么动静啊 没有 兴许老家主到了突破的关键时刻 神洞内没有任何动静 很明显 这些山石是被人从外面故意炸开的 故意炸开 为什么呀 不是为了引出你闭关的父亲 就是为了引你过来 父亲和我 不能吧 这里可是白家 谁敢 好机会 干掉他 保护少爷 杨叔 大包天 你们是什么人 不好 少爷 机会来了 休想上海少爷 不自量力 什么 阿妩 干掉他们 一个不留 休想 保护少爷 保护少爷 是 小子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无所谓 下次看热闹 请得走好地点 怎么回事 什么 怎么会 小马医治 哎呀 这陆公子好身手啊 什么 白家什么时候有这等高手 不用怕 要生气困住他 困 小男 这是你最早的 陆辰 快躲 快躲了 抓紧时间干掉白眼 竟然是一件盛器 他可能经得住我几拳 一拳 一拳 这就不行了 保护少爷 少爷退后 可恶 这都是我白家子弟 少爷 这群黑衣人有备而来 修为跌尽超凡 你先走 我拦住他们 鼠辈们 我和你们拼了 赵 赶来我白家三爷 今日 留下你们人头 小心 这老家伙有些本事 不要和他纠缠 继续动用法宝 今日 你们都要葬身于此 我 这是 不好 这武器有毒 少爷快跑 这是红莲毒物 血涂无比 就算超凡修士 你们说一定逃走 更别说他一个废物少爷了 上路吧 活在 你们别想伤害少爷 老匹夫 哭得了他们 看不一见 就算舍了我的命 也要保护少爷 杨树 既然你要拼命 那我就成全你 啊 少爷 快逃 杨树 白少爷 接下来赶你了 可惜是一件半废的生器 吹得实在不过瘾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一件生器 这小子徒手把生器打碎了 快 用空灵毒解决它 小子 我送你上路 小子 气窍流血 无法身亡吧 刘虫小姐 大师兄 啊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卸已受损 小子 气窍流血 无法身亡吧 刘虫小姐 什么 啊 啊 我乃霸体 免疫世间万毒 这算得了什么 红莲毒物占制毒不坏性 他怎么一点都没事 啊 杨树 少爷 你没事就 是我 我要你们 都给杨树陪葬 杨树 不留个活口 问问谁派了的 不用了 除了兰家没有别人 也对 父亲 这次派去行刺的人 失败了 据说 是白家的那位管家 拼死相护 才保住了白岩一条命 可惜了汉海宗为我们提供的两件法宝 其中一件还是盛起 嗯 证明啊 你以为 这次行刺真的是为了白岩 哦 不是为了除掉白岩 洗刷我被打得耻辱吗 是 也不是 这次 之所以把刑刺地点选在白家家主白化纯的闭关之所 实际上是为了探查白家家主的情况 毕竟白家传说是白帝后裔 一旦超凡 战力无双啊 哦 我有些明白了 白岩这次都快被我们给除掉了 嘿 白化纯都未出关 这说明他在里面闭关修炼遇到了问题 没错 虽然也有可能是在破镜的关键时刻不能出来 但以白化纯的为人 破镜哪有他儿子的命重要 这次逃不出来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白化纯突破的时候出了问题 甚至已经魂飞魄散了 太好了 白化纯要是没了 白家就彻底对我们蓝家没有了威胁 我们蓝家终于可以成为这天猪城的主人了 无错 存病白家之事 还是要赶在知蓝盛会之前进行 白梦珠天子太过逆天了 又大叫圣子看上他了 要防止他白梦珠为了白家 拉一位圣子做靠山 骗子 你知道吗 从小父亲忙于白家的事情 是阳叔一直照顾我 小爷 慢点 他虽然是白家的管家 但说起来他 你父亲陪伴我的时间还要久 他和白家的其他人不一样 阳叔从来没有因为我不能修炼 而看不起我 一直把他当作父辈看待 你想报仇 不错 陆辰 你能打碎生气 绝对不是简单的人 也许你之前说的话 有些不是吹牛的 我就没吹过牛 不管你吹不吹牛 反正你确实是有点厉害 这次你别骗我 我问你 你真的可以为我逆天改命 可以 虽然很难 但我可以 这世间也只有我可以 好 我信你这一回 你想要天策令 我不能说一定给你 但 我可以为你向父亲争取 你帮我逆天改命 行不行 成交 我还有一个要求 你说 无条件听从我的 无论我做什么事 我可以保证我做的事情 不会损害你们白家 只有这样 你才能逆天改命成功 可以 和好 现在带我去白家祠堂 陆辰 这里就是我们白家 历代祭祖的祀堂 你让我带你来这里 做什么呀 你们一直在祭祀白帝 不错 先祖白帝 是我白家最荣耀的象征 也是因为白帝 我白家才能掌管天珠城 可以说我白家这些年 全靠仙祖余音 才能传承到今日 拆了他 啥 拆了白帝的雕像 祭祀你们真正的仙祖 你别说胡话呀 这话要是让别人听到了 可不得了了 白帝对我们白家来说 就是神圣 岂不可侵犯的存在呀 陆辰 你干什么 快下来 老兄弟 有心理获放位置吗 你疯了吗 那可是白家先祖 完了 我白眼成了白家的罪人 搞定 陆军要是知道了 姐姐要是知道了 二叔要是知道了 还不扒了我的皮 振作起来 接下来 就是为你们白家先祖 重塑雕像 陆辰 你灭了我吧 反正我也没脸活下去了 这就不行了 谁知道你让我 欺失灭祖啊 白帝不是你们的先祖 我早就受过 白眼 到了这个时候 你必须信我 我 祠堂怎么了 刚才那股巨大的响声 是从哪来的 这 大师兄 这是神经病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 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收换 祠堂怎么了 刚才那股巨大的响声 是从哪来的 这 白眼 这是怎么回事 是 疯了 烦了 你们知道你们做了什么吗 你们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白眼 你怎么如此糊涂 先祖白帝的圣像 你们也敢动 这次 你真的闯大祸了 来人 先把陆尘这个罪魁祸首 拖出去斩了 拿下它 住手 白眼 扔开 此事因我而起 是我让陆尘 为我逆天改命 此事由我一人承担 和陆尘没关系 你一人承担 侮辱白家先祖圣像 这是大逆不斗的重罪 纵然你是白家少主 你也承担不起 从现在起 辞去白家少主的位置 后续如何 全凭家族处置 胡闹 白眼 不可胡言乱语 白家虽然认错祖宗 但是仁义之风尚残 姐 我知道此事重大 要处罚就处罚我吧 陆尘只是个外人 不必为难他 既然如此 从现在起 拨夺白眼少主之位 白眼押入地牢 二叔 不如先拨夺白眼少主的身份 让他在祠堂忏悔 至于其他的处罚 等父亲出关后 再做定夺 也好 白眼 你现在祠堂好好反省 你本来就不能修行 就老老实实待在白家 不要再闯祸了 什么一天改命 你不觉得笑话吗 安安心心做个废柴 不要做什么春秋大梦了 陆尘 我问你 你和我白家有仇 姐 没有 那你为何如此做 你可知道 白眼被你连累得有多惨 你知道 失去少主身份 对他 意味着什么吗 我是为了你们白家好 我实在没看出来 你是怎么为了我们好的 白眼本来就不能修行 没了这个少主身份 以后再白家 他会被所有人看不起 所以我才为他逆天改命 你说的倒是轻松 我父亲曾经戴白眼 走过几个大叫圣地 都是束手无策 你就不要再说这种大话了 蓝家最近安静了许多 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 三天后 我会派人送你安全离开天柱城 姐 陆尘其实 你别说了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让陆尘离开 也是为了保护他 其他的事情 等父亲出关再说吧 带什么气 我们继续 还来 算了吧 再搞下去 我怕我这条小命都没了 怀言 认真告诉我 要不要继续 我 继续 陆尘 木头来了 接下来该怎么做 把这块木头 雕刻成你白家仙族的模样 你一直说白帝 不是我白家仙族 但就算他不是 我也不知道 我白家仙族 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看这里 这是你之前 你从城外买古董器物时 得到的那块破布 你拿它干什么呀 这是 这是 这就是你白家仙族 一代战神 白元 当年白元跟随白帝 征战九天师弟 无往不明 可惜如此丰功伟绩 也慢慢被人淡忘在 悠长的历史场合中 好酷好威风 好有形好有气势 我现在有些信你了 毕竟如此乍天 和我有的一品 干活吧 为你白家仙族 重立圣像 记住 雕刻圣像 必须你亲自一笔一刀去做 不可有任何偷懒和不敬 明白 见过大招老 最近 宗主心情不好 白家这里 最好不要再出任何差池 敢问大招老 宗主为什么事情烦扰 我兰家 可有能为宗主非忧的地方 宗主的两个儿子 先后前往穷乡僻壤的 天迈东南之狱 先后被人斩灭 由于豫章的原因 汉海宗又不能派超凡高手 过去清剿凶手 实在是憋屈得很 没想到小小之狱 竟敢如此胆大抱天 他们还真是无知者无畏呀 谁干的 我兰家这就派人去治愈 主灭死贼 我都躲到八层地下室了 这也都没找到 谁干的 我兰家这就派人去治愈 主灭死贼 这个不用你们管 最近宗主在联合大教圣地 围攻飞扬仙门 此事一程 分刮地统仙门得到的好处 难以想象 宗主的意思是 白家虽然如今没落 祖上怎么说也是白帝 你兰家灭了白家之后 看看白家有没有地兵地术之类的无上至宝 在围剿飞扬仙门的时候 出一份力 此事我尽快去搬 进去吧 站住 二爷 你怎么来了 我进去看看家主 这 二爷 家主闭关前曾说过 不许任何人打扰 上次的事情啊 可能对家主有影响 我需要进去查看一番 确认家主的安全 这 好吧 二爷 请 你在此地等我 遵命 白家家主 一条大肥鱼呢 什么人 大挪一兽 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动静 哪有什么动静 你看错了 奇怪 明明有个人影啊 你眼花了吧 怎么一眨眼就没了 毕竟是超凡之后才会动用的神头 要不然它们不会感到任何动静 第三道天锁已经出现裂缝 一些神头我已经可以使用 等到第三道天锁完全解开 天下神通 我信守面来 温宿女也算是一带筋骨 没想到她的束缝 却被后人如此烂用 白家家主 果然已经游进灯窟 马上就要彻底断绝气息了 反正你都要不行了 不如这一身修为 就便宜我里边止吗 好痛 谁 又是你 路晨 你到底想干什么 白家家主 你不能动 路晨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你又不是白家的人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何须向你解释 白家家主已经没救了 趁着没断气 还不如为我做些贡献 你只要不多管闲事 我在白家得到的那些宝贝 可以分你一半 滚吧 别耽误我时间 欺人太事 既然如此 你给我等着 哼 白家末落至此 身为家主突破超凡 竟然把自己弄到如此地步 罢了 老天策略 还需要你这位白家家主 你就帮你一趟 我这是 我不是已经游进灯库了吗 体内的是我生机时 运转你们白家的功法 你是谁 你是谁 是我救了你 不然你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我劝你先别多问 立刻稳住修为 突破超凡 好 不管这人是谁 既然救我一命 肯定会对我努力 况且 这人不知道刚才给我的体内 主不合我 我竟然感受到了 从未有过的 勃勃生机啊 此等手段 不是寻常人啊 和超凡之境 再次一搏 还是失败了吧 放弃白帝功法 白帝功法虽然玄妙 但并不适合白家 啊 放弃我白家祖传功法 公子真是何意啊 我现在传你白元功法 你修炼便知 啊 这是 好玄妙的功法啊 这种功法 竟然和我无比契合 不是繁品 见前这年轻人 是什么来头啊 人秀 神通已成 我已跨入超凡境 多谢这位公子 不知公子是何姓名 来自何处啊 陆尘 白岩的朋友 啊 原来是小儿的朋友啊 陆公子不但就我姓名 更是助我突破超凡 这对我白家 是大恩 陆公子 刚才你所成的功法 我觉得极易修炼 似乎 我白家人天生适合修炼此功法 不知道 是不是我感觉错了 你没感觉错 这就是你白家仙祖创造的功法 啊 这竟然是白地的功法 不是白地 是白远 白 白远 我都躲到八层地下室了 这也能被找到 我叫孟凡 满死人献的一百血 几十年前 这个世界 白 白人 此事我先不和你解释 你日后便知 虽然不明白陆公子说的什么 但请陆公子 可以先在我白家赞助 我刚突破超凡 还需要稳固境界 才能出关 到时候 再感谢陆公子大恩 那 陆公子 这块家主之力 你也收下 有这块令牌 如我亲邻 在白家和天珠城 可以做任何事情 好 你 你 好累啊 我已经 十个时辰没合眼了 继续 偷懒 白眼 姐 你怎么来了 你在干什么 那个 我在学习雕刻 学习雕刻 你以为我会信吗 你是不是还在听陆成的话 认为我白家先祖不是白帝 而是什么白元 姐 先别说这个了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你 陆成 原本给你三天的时间 送你离开 但是现在 你不得不提前离开了 姐 发生什么事了 你问她 我并不知是何事 陆成非礼了李元旨 就是二叔带回来的那个女人 现在 李元旨正在二叔那里大闹 二叔震怒 马上要来收拾陆成 啥 陆成你真的 没有 你就别狡辩了 那天在院子里 你和李元旨的事情 我都看到了 你赶紧走吧 否则 二叔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我不想看见你在白家出事 她走不了 陆成小二竟敢非礼我的女人 我今天罢了你的屁 二叔 这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陆成说 没有动过李姑娘 你别去 你一个戴罪之人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而你说 她哪只手碰着你 我砍掉她哪只手 她两只手都碰了我 陆成 莫坏我的大事 这是你自成 好 那我就砍掉她两只手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去 拿你来 住手 二叔 从小到大 我也没有求过你什么 但今日 我想为陆成求个行 不如就把她赶出白家 永不再踏入天珠城一步 你看行不行 黄罗 按理说此事 我绝对不能忍 如果你是我白家才女 也是文明东南主义的 天之教女 既然你这么说了 子强大如 如果不能为我做主 我李远之 今后再也无脸眠 活在这个世上了 公主 你也看到了 此事关乎李远之的性命 二叔也没办法答应你 姐 先砍了他两条胳膊 这 胳膊拿来 什么 你还敢反抗 李远之说的事情 我一进来做 如果你再找事 别管我废了 二郎 他还在这里污蔑我 这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 老子 我毙了你 赶手 快躲开 我二叔的实力在王道巅峰 时差一丝就快入称反 你还敢 什么 是 什么 路程的实力竟然如此厉害 我要灭了你 五颗柔鼠 怎么会 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强 我还是小看他 接近超凡的势力 竟然都灭不了他 难道只有超凡才能对付他 烦了 这里是白家 岂容你撒也 白蒙主 白言 请超凡老祖 不灭此人 二叔 惊动超凡老祖 是不是有些不妥啊 不如我先带你回去疗伤吧 人不请 我来请超凡老祖 二叔 超凡老祖寿员不多 是我白家唯一的超凡战力 出来一次耗损极大 随后寿员会随时耗尽 不可 我白家已经没落 如果再失去超凡老祖的镇压 后果不堪设想 二郎 不必管我 你还是以白家为重 难道我就这么白白 被这小子打了 我的女人白白 被这小子侮辱了 为了清白之身 就让我独自找个没人的地方 了结了吧 要除掉陆陈 必须把超凡老祖逼住 这儿 站住 你想干什么 在这里蛊惑了一个 还想走 灵一大师兄 快点劝劝我们 清光门一点颜色 看看 如果不是几人 请问小齐 你可敢接受我的抗战 我们前缘宗帝 绝不会攻占安逃 在这里蛊惑了一番 还想走 难道你还想当着白家人的面动我 咱呢 乱 我 你还真敢下手 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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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尘竟然把李渊纸灭了 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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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你醒醒 百族之虫 亡而不将 旧人害了我的侄儿 我要把你千刀万挂 同情超凡老祖出关 二叔 按照规矩 只有在白家面临灭族的时候 才可以请动超凡老祖 白家心族圣巷被推倒 这鲁尘就是来灭我白家的 是谁召唤我 白家难道面临劫难危机了 拜见老祖 拜见老祖 白家出了什么事 请老祖灭了此人 此人在我白家无恶不作 甚至推倒了先祖圣巷 什么 先祖圣巷被推倒了 这是大逆不道 完了 姐姐 还有办法救鹿尘吗 老祖出关 这里又哪有我们说话的范儿 小子 看招 你我锁 哼 白家虽然没落 也不是谁能欺辱的 啊 这是老祖捆龙所 一旦被锁 全身羞为被封 这下真完了 路神跑都跑不掉了 老祖 此人胡言乱语 说白帝不是我白家先祖 我替你毙了他 解除灭我的女人 我把你碎尸万段 拿命来 什么 你竟然能挣头老夫的捆龙所 什么捆龙所 徒有其表 昔日的捆龙所一出 江湖震产 只是微压就足以让真龙扶手 白猿的绝迹你连皮毛都未学到 哼 口气不小 你以为你挣头了捆龙所 你就可以口出狂言 今日你不给我个解释 老夫拼尽寿员也要斩了你 老祖 灭了 错了 这个解释够吗 这是家主之令 也是先祖之令啊 先祖之令在父亲手里 陆臣怎么会有 白家子弟见到此令 又跪拜之 白家规矩不能变 谨遵先祖之令 谨遵先祖之令 怎么会这样 老祖 此人一定是盗取了先祖之令 你们怎么能给此人下跪 快逼了他 跪下 什么 一马会一马 规矩就是规矩 见到先祖之令 下跪行礼 不可违抗 现在礼逼 小哥 我想问一下 这先祖之令的来历 白家家主给我的 我父亲 我父亲现在怎么样 不要 小哥 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为何要推倒我白家先祖的圣像 此事你们三日后便知 陆臣 我那句在白家吃了不少天才地宝的肉身 竟然被你毁掉 我和你 不共戴天 哎 好累啊 不过总算快要完成了 只差最后两只眼睛了 最后一下 什么 哎呀 什么回事 哪来的雷电啊 白元的眼睛天生神异 你作为白家唯一的后人 和先祖自会有所感应 能不能一天改命 就看你能不能顺利雕刻出白元的两只眼睛 不就是两只眼睛吗 我还就不信了 走 我去 雷电 怎么这么猛 芷儿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你说过要给我生孩子 白眼只是个废物 我们的孩子还要做白家家族 你怎么能先走呢 恨恨的陆寒 谁 滚开 谁也别来打扰我 是我 我让你滚 芷儿 真的是你 你还活着 二郎 你要为我报仇 芷儿 哪怕要了我的命 我也要为你报仇 林一大师兄 快点劝劝我们 给金光门一点颜色 看看 如果不是锦园 请问首席 你可敢接受我的挑战 我们秦云宗帝 绝不会不战而逃 芷儿 哪怕要了我的命 我也要为你报仇 老祖 你受缘不多 不如再回去闭关吧 最近家主不在 白家群龙无首 我有些不放心哪 既然出关 就多待些时日吧 老祖 大小姐 今年的误道茶到了 误道茶 没想到老祖我出关一次 还能改成这种好事 快快取来 这误道茶 虽然不知道 是误道茶母术 多少代分支 但仍有奇效 可以误道天地 增加寿源 老祖确实可以品味一番 好戏要开始了 又好戏要还是 COM 古致 小们 鹿城 你在干什么 忘记 哦 旺记术 传说古知大帝通� Multi稀直 可前看3000年 后看3000 这鹿城怎么可能会施展哪 历来 昔日白云的鲜血 洒满了这片大地 几万年过去了 白云当年的残念 也只剩下这些了 今日 我会让你魂系归来 老祖 这陆尘神神秘秘的 一开始我以为他是骗子 但是最近接触看来 此人恐怕有些手段 您能看出一二吗 看不出来呀 此人的修为未入超凡 却战力不简单 而且他刚才使用的 如果真的是忘记术 那么 白云 白云 你怎么了 这是人干的活吗 时时刻刻挨雷批 我不想干了 你必须去做 陆尘 你让我弟弟在做什么 怎么会如此惨样 你待会就知道了 陆尘 白云是白家唯一的男丁 是白家未来的家主 他不能有事 你做事不要猜出阁 陆尘 能不能不做了 我太难了 不能不做 陆尘 你未免太霸道了 就算你有家主之力 也不能如此折磨白眼 他不得不做 这是在救你们白家 你什么意思 看那里 白家 我蓝家来了 是蓝家人 不好 蓝家来犯 白家众人立刻集结 守护白家 好多人啊 这阵势 蓝家清朝而出啊 生死要灭了我白家呀 蓝家人听命 回不上 你骗了白家 可恶 给我灭光来散之地 是我的蓝家 和你们奸了 你干什么 放开我 回去雕刻 都啥时候了 你还惦记着雕刻 现在白家可是面临着生死危机 那又如何 你没有修为 冲上去除了白给 还能干什么 我 只有白元的圣像雕刻完成 才能成就白家 你没骗我 我从不骗人 好 我信你 你们 你们蓝家竟敢反叛 别忘了 你们蓝家以前侍奉白家为主 法国听道誓言 我们不怕是人说你们背信 轻易吗 别胡说八道 我们来白家 是来抓那个叫陆臣的年轻人的 和反叛有什么关系 就是 赶紧把陆臣叫出来吧 我们是来灭陆臣的 攻入白家 残害我白家之人 找这种理由 不嫌无耻吗 没有陆臣 你们白家可能会多苟延残喘一会儿 陆臣胆敢当众殴打本少爷 他就是你们白家灭亡的导火组 交出陆臣 白家从此臣服蓝家 白孟珠嫁给我而蓝正名 我可以饶你们一名 宋 主 为了白家大业 我觉得蓝家主的提议不错 二叔 你什么意思 从这陆臣进入我白家 白家简直鸡犬不宁 此人当诸 如今我白家示威 蓝家正胜 白家不配为蓝家之主 风水轮流转 我们白家臣服蓝家又如何 你罪 财生怕死之徒 老祖我乃超凡 纵然烧远耗尽 也会用命烧护白家 今日白家子弟就算全部战亡 也不会臣服这个昔日的奴才 战 怎么回事 大师兄 啊 这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损 怎么回事 老祖 我这是 怎么了 这是 怎么回事 我们 中毒了 哈哈 老祖 梦住 今日早上误到茶好喝吗 嗯 做得不错 要不然灭掉你们白家的超凡老祖 我蓝家可能要破费些功夫啊 啊 二叔 你背叛白家 贪图 溺了你 鸡鸡 不自量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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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竟然这么强 老祖 不要分身 可是 白家 就要灭亡了 你怎么还有闲心喝茶 小场面而已 无需担忧 继续 只要你能雕刻完成 你就能拯救白家 可恶 继续 需要加快速度 啊 这雷电 来得更猛烈些吧 白眼扛得住 我一定会完成的 咱家主 露晨 小孩 就在祠堂里面 白家之人已经没有了反抗之力 先灭了他吧 嗯 什么情况 白家都要亡了 这两个人怎么无动于衷啊 一个在雕刻 一个在喝茶 哎 这露晨就是个骗子 蛊惑白眼雕刻什么白元的圣像 白眼这个草包还信了 这个少主就是个没用的废物 露晨 拿命来 露晨 赶紧走啊 继续雕刻 说过了小场面 大哥 你都要没了 能不能关心一下眼前的局势啊 装模作样 我毙了你 我毙了你 反正 呀 什么 俺家逆贼 本家主来也 父亲 父亲 哥 他竟然出关了 朝凡 白家家主 你不是闭关出了问题吗 你怎么会 踏入朝凡 这自然多亏了路晨逍遥 当着我的面谋害我白家的恩人 谁给你们的胆子 今日你们蓝家之人 一个也别想走 口气不小 你白家满打满丧也不惯两位朝凡 还废了一个 我蓝家可是来了五位朝凡 你白家 无力回天 我白家先祖乃无敌强者 我们家主一入朝凡 就是无敌 上海灭了他 你呀 你老板 你谁啊 什么 你我这 教主 白家不愧是大帝之后 天生血脉不凡的 白家主进入朝凡后 竟然一敌五不弱下风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有哈海宗给我们的圣经 缠了他 听我号令 上 灭力 杀 海底剑法 逢早星辰 大帝功法 白家果然还要大帝功法 可恶 可恶 要支撑不住了 你 救我 父亲 父亲 什么 父亲 您还好吗 哈哈哈哈 白家主 哈海宗赠与我等的五把圣器 同根同源 攻击叠加之后 威力增加十倍 就算你要大帝功法 也抵挡不住 忍命吧 把长剑换成长棍 施掌刺法 啊 小有什么意思啊 此功非传于白地 而是白元 只有长棍才能发挥 他真正的威力 这 陆尘 我父亲从未用过长棍当兵器 现在本来就不提兰家 如果听你的战力下降 岂不是凶险万分 哼 大难临头 白家 生命吧 孟若 让开 可恶 还是不是他们的对手 白家都快没了 那傻小子还在搞 就算不要命 也要完成雕刻 可已经了解你 白家主 一路走好 不用长棍 你再无机会 这一机你必定领动 可恶 拼了 鞋疑自能露晨 祝红枣星辰 这是 另一个事情 这不棋式 什么 怎么可能 威力提升了这么多 这 这怎么可能 横扫星辰这一期的威力 真的提升了很多 难道 真的是长棍的作用 假如 怎么办 提升上 我就无限的换了一把兵器 真能脱胎换骨了 再来 接上 你怎么回事 只是换了个棍子 白家主的攻击 怎么提升这么多 我从来没想到过 白家地法用长棍式战 竟然如此惊人 这难道才是 地法真正的威力 地法的真正威力 只有大地层的真正式战 你现在只不过更好地施展出了 露晨 为什么换成长棍 我父亲的实力就增长了这么多 因为你们的祖先白元 就是擅长使故 白元是我白家祖先 我还是不信 俺家的叛徒 今天走不出我白家 白鱸龙 拿命来 大长狼 救命啊 什么 愁烦之上 万生之境 你是汉海宗的人 老夫 汉海宗大长老 汉海宗真是何意 帮助兰家 帮他我白家 我说无意 我只问你们 投不投降 哼 白家就算全员阵亡 也绝不投降 那又全灭了 好长狼啊 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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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群和威亚太过强悍 经济上的压制无解 恐怕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回想 回想 小兔地法 否则就是王 原来是为了我白家的大体功法 说梦 嘴硬 可恶啊 给我撑住啊 大长老出手 白家就是一群带宰的羔羊 大长老 慢慢逼问地法 我先去灭个人 小子 你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白家覆灭在极 无人庇护你 感觉如何 你时间不多了 要快速度 误弄玄虚 白眼 你这个废物还在捣鼓什么 你这样的废人 再怎么挣扎也无用 本少爷都没兴趣灭你 我还能坚持 继续 一无是处的东西 瞧你这狼狈样 嘲讽别人很好笑吗 到了现在 你还动手打我 让我跪下 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 那现在就干掉你 废话多 我也让你乘着废人的滋味 这 我 我的担府 我 我的担府怎么被废了 这什么 证明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父亲 他废了我的担府 我的修卫被废了 我成废人了 废人 我不信 担府真的被打碎了 小子 我要你的命 去找吧 父亲 留他一命 我要慢慢的折磨他 否则我无法解恨 拿命来 你怎么可能 什么 你行为魏辱超凡 怎么可能打败我 是你的兵器 你的兵器有问题 打上楼 死人手中的可能是地兵 除掉死人 地兵 你闭上嘴 我会说 小子 你真是老夫的意外之喜 待我除掉白家三人 就去解决你 夸为肉厘吧 不 快点 快点 再快点 啊 可恶 给我扛住 再有一击 恐怕 他最后几刀 就能雕刻完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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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嗯 竟然没事 白家人果然有些底蕴 这一次 还扛得住吗 不能为理了 拿着你的众手 众手 无能为理了 无能为理了 为后一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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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啊 成功了 吹吧 吹吹吹吹 习归来 老白 得救了 什么 这是 好帅啊 我为何魂熙归来 是谁做的 这是 你 大哥 我没看错吧 真的是你 小白 好久不见 大哥 先去完成你后人的事吧 你还有些时间 我们慢慢谈 好 多谢前辈相助 不知前辈尊姓大名 我是你祖宗 前辈莫要说笑了 你是谁 老头 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你们一起上吧 我一棍全都料理了 诚狂 我不管你是谁 赶回我汉海中的好事 就是不想活了 什么 真是轻松 大长老被一起打上学物 这 这是什么行为 南家后人 昔日你们老祖宗不过是我坐下一马奴 她的后辈倒是出息了 这 这 陈 陈 陈 饶命啊 太帅了 这种人 那谁才是废物 我白元一生征战无数 被人称作战祖 红卫饶恕过任何该灭之人 不 也输了 父亲 我体内的血脉有所感应 我能感受到一脉相通 白元前辈和我们有很深的渊源 我也感受到了 难道他真的是我白家真正的仙族 西年 陆神之战 我站至深屿 拜托白帝照顾白家众人 几万年过去 这才让你们慢慢认白帝为仙族 我们体内相同的血脉之力 你们应该能感受到 原来是这样 白家现任家主 拜见白家仙族 请来吧 谢谢仙族 原来这么多年 我白家真的认错了祖宗 白家后人无能 请仙族恕罪 罢了 几万年都过去了 白家还能存在已经是奇迹了 你起来吧 白元 此子叫白眼 天生不能修炼 你赐些机缘给他 祝他逆天改命 哦 白眼 你这小娃娃不错呀 被天雷劈了这么久 还能忍受下来 心性可以 我白家后人果然不走 也就这个 我再激发他的血脉繁阻 不必担心 待他醒来 不但可以正常修炼 而且修为一日千里 佛谢仙族 那个 大哥 白孟珠那女娃娃资质很不错呀 圣守菩萨 天生亲和大道 这几十万年来 白孟珠的资质 可以进入排名前一百 排名前一百 大哥竟然给他这么高的评价 当然 资质是资质 资质强 日后并不一定耸得远 昔日飞扬先帝资质频频 却最终在那个时代胜出 靠的还是毅力和一往无前的细腻 嗯 是啊 飞扬那小子确实不错 大哥就在眼前 白孟珠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就看他自己了 这些年我散游虚空 神魂始终无法凝聚 这次能再看一看这个世界 多亏了大哥呀 你生前十分强大 纵然深雨 神魂被挡散 神魄仍然不灭 如果不是白家认错祖宗 凭借后人的相互之力 你早该凝聚神魄了 原来是这样 大哥来白家 是不是也要寻得那枚天策令啊 不错 除了见你之外 便是寻得那枚天策令 可惜 我现在没有肉体 无法解开我当年亲手设下的封印 嗯 无妨 白家已经认祖归宿 白家后人 足以打开你的封印 怎么了 不知道 或许我本是以往之人 不能在这世间存在长久 我的魂魄 马上要消散了 安静不出 天清宗 只好隐灭我天清宗 不知道 或许我本是以往之人 不能在这世间存在长久 我的魂魄 马上要消散了 鬼道压制 应该是许久没有出现你这么强大的神魄厨师 现在的你 被鬼道压制了 没想到神道崩塌 鬼道竟然还在 哥 时间不多了 你有什么要问的赶紧问吧 魂魂发生了何事 白帝 灵桥 飞扬等人都做了什么 大哥 成年路神之战 可能是一场阴谋 极其惨烈 大多数人都牺牲了 但应该还有几个兄弟 在战路上徘徊 或许还健在 大哥 一定要去救他们 陆神之战 当年我还在被困混沌域的绝困之地 只有一缕分身参与此战 但那缕分身 之后也消失不见 因为绝困之地 禁止任何信息流通 所以并没有得到任何内战的信息 也许寻回那具分身 才有可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放心 我会把他们找回来 还有就是 众生之门 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众生之门 如果我所料不错 众生之门这次 应该在飞扬县门出事 哥 当年我也曾闯入众生之门 但只走了七步 就坚持不住退了出来 这个世界上 也许只有大哥你能走到底 看明众生之门的奥秘 大哥 再见 希望还有机会 可以跟随大哥再次征战 会的 一定会的 之后我们一定会再次并肩走着 什么 你要离开 陆小友 是我白家的救命恩人 不如在白家多待些时日 让我白家 有机会好好抱他一番啊 是啊 多待些时日再走吧 帮我白家唤醒先祖 助我开启修为 我 我都还没有好好感谢你呢 你忘了我们的交易 天作令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谢谢 陆陈需要我们白家的天作令 反正天作令对我白家也没有太多用处 不如就给陆陈吧 当做我们白家对他的感谢 天作令 不是我不给 是这东西 现在并没有在我白家手里 不在白家 那在哪里啊 在白地城 白地城 怎么可能啊 白地城不是早就成为废墟了吗 而且 我还在白家见过天作令啊 陆陈说的没错 真正的天作令 确实是在白地城 我白家的这枚 不过是一件仿制品 作为白家曾经荣耀过的象征罢了 怪不得我觉得白家的天作令 有些不对劲 没有在上面感受到玄妙之处 原来是假的 是我疑惑 陆陈小友既然知道 天作令在白地城 为何不直接去取 还要来我白家呀 当年为了防止被人窃取天作令 白元亲手把他放入了一处地方 而那里 只有流淌着白元血缘的后人 才能开启 哦 我明白了 我这就安排白家直系子弟 随小友前往白地城 咱们到了 这里 就是白地城 只是一片残垣断壁 都如此壮观 很难想象当年巍峨的白地城 到底因何而怀 当年 陆神志着之后 天空曾出现一只惨象 只是睁开双眼 两刀几步 深深一下 辉红壮丽的白地城 就此会 白地对此 应该早有预料 不知道有没有复原 白地城的方法 什么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 哦 这是超凡的气息 有人在此突破超凡 看来 来的正是时候 啊 这些人 我冲击超凡 准备了大半辈子 要不是鲁臣小友 恐怕 以精神云道消 没想到 这三人就在此 如此轻率的冲击超凡之境 连个护法的人都没有 这三人 胆子太大了 上门 稍等片刻 我们三人马上就要跨入超凡 陆辰 你认识他们 他们三人追随我 啊 啊 我超凡 竟然会出现法相 这三个人 绝对不是一般的超凡 西年白地自身大道之力 重造白地城 使这里成为修行圣地 如今 虽然白地城一会儿 但这里白地的大道之力 容忍不躲在这里的一层一幕 一砖一瓦之手 我再帮你们一把 让你们的超凡重击 达到大地水准 去 罗谢掌门 这股神力对我们大有疲异 这里的无穷倒立 已经让我们收获不菲 陆掌门最后赠予我们的东西 更是神物 又是这块从地摊上买来的破布 哎 陆辰 这到底是何物啊 白地已跑的一节衣角而已 什么 这是 另一个世界 什么 这居然 是大地之物 虽然只是白地的一节衣角 但大地的贴身之物 神圣超然 对于我被修饰 是了不得的亲缘啊 好强的气势 这股气息很不凡 快成了 我们跨入超凡了 杜掌门 我们跨入超凡了 我白家跨入超凡 因白渊先祖的血脉缘故 号称 跨入超凡 同皆无敌 这三个人给我的感觉 甚至比我还要强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他们都是文兽 鲁仙也曾经和你们的仙祖 另一肩战斗 和我白家仙祖相识 又有三个准超凡竟跟随 一眼就认出大地之物 而陆尘明明自身的修为还未到超凡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陆尘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问吧 你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 无数年来 我有着很多个事 而现在的我 是灵溪宗掌门 小友 我只知道当年天策令确实封存在白地城 但如今白地城这种如意啊 你可知具体位置啊 跟我来 你到了 就是这里 这里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这是在画什么 运用超凡之力 吹动这个阵法 来 我 去 啊 没有动静 换你们三人 是 开始 有反应了 可以了 找到了 为什么我不能催动战俘 而他们可以啊 伟少一组 身怀特殊的血脉 白帝城当年建成之时 曾经得到九大尾收的帮助 作造了白帝城的根基 白帝城虽然被毁 但根基仍在 有朝一日 白帝城一定可以恢复昔日的烦恼 天策令就在那个盒子里吗 去吧 只有白元的血脉才能打开它 好 入手 小子看到 好凶猛的刀器 这人是谁啊 算你跑得快 你是何人 竟然偷其我呢 我乃白帝城 最后的守城人 守城人 守城人 没想到白帝城还有活着的守城人 你们是何人 来此做什么 我们来取天策令 就是那盒子里的东西 哼 速速退去 白帝城的一切 不是尔等凡俗可以染指的 我乃白家家主 是白家后人 我来取回白家先祖之物 还请请个方便 这些年 我不知道赶走了多少来此盗宝之人 有些不听劝的 都被我一刀灭之 速速离开 我不想和你们多做解释 岂有此理 本家主 来领教领教你的本事 接手 他是什么修为 半生之境吗 咱们这家伙有点强 是强很多 至少远超超凡哪 当年白帝城四大守城人 都有准地之责 自然不凡 这位守城人 能在那场浩劫中活下来 守着这片废墟这么多年 确实忠于止守 有此人挡着 这还怎么纳天策令啊 天策令我必须拿走 哼 那是你没听过我刀狂的名号 你们一起上吧 刀狂 我想起来了 他是一位很多年前的强者 曾经在我白家组织中 有个计算 这人怎么还活着 就算是强者 也太看不起我们了 那 我们就一起上 拿他个落花流水 天盲刀法 天苍苍野茫茫 看着敌人哭爹又喊娘 我看到 天盲刀法 没想到就能闯闯下来了 掌门 哪不过呀 要不 宝吧 不用 有退后 又一个不知所谓的人 天苍苍野茫茫 我个人头 你喊娘 咸 啊 什么 刀气 为什么无口消散了 你 拿开你的刀手 住手 你们快放在里面去 刀气 为什么无口消散了 天盲刀法 你并未领悟起 小子 就凭你也有资格教训我 刚才你只是侥幸罢了 这次让你知道天盲刀法的真正威力 那年 我曾看到一位爵士强者的背影 挥出一剑 那一剑横传万古 天地竞技 主神揭灭 那位背影强者最后喊出天盲刀法 此后 我对着天盲刀法参悟了无数年 至今那一眼 成就了我后来刀狂的地位 现在 我就让你凌冽这一招的极致魅力 天盲盲 天盲盲 我有一刀万古长 携招吧 陆晨 毁灭吧 原来是差点意思 啊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把刀给我 啥 刀给我 我来教你这一招 你 你在动我 你教我这一招 你算什么东西 拿来 怎么 好了 天盲 他在干什么 看不懂啊 但我大受震撼 掌门这一刀肯定有神意 你在搞什么鬼 看天空 这事 天烈了 好前辈 被割破了 这事真正的撕裂虚空 甚至割伤了虚空 让虚空流出了血液 人力 怎么可能做到如此 虚空不空 虚空之眼越来越浓了 现在还是无法对他走 伤害 我身上的尸道天宿 必须要加速解开了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当年我创造天盲刀法的时候 只是随手一挥而已 没想到就被你学去了 你不敢学那一招 因为那一刀 完全没有成熟 那现在 现在你看到的 是成熟的天盲刀法 你就是当年的背影强者 不信 不信 大佬 请收下我的心肝 让我在你身边 做一只田狗 这就跪了 无愧不行啊 换我我也跪 因为那一招啊 太惊艳了 这一招不说维持 只谈斩破虚空的手段 天下几人能做到啊 陆辰 谁能有如此手段 能斩破虚空 此等手段 不是光有修为就够 还需要对虚空之道 有一定的领悟 而据我所知 天迈东南主欲 无人有此手段 牌甲那位天才 白梦珠 虽然道心通口 但毕竟年轻 还做不到这样 难道是天迈四大狱的 超级妖孽 我已经陪人去查了 此人应该在废弃的白地城附近 那是我汉海宗的势力范围 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一定要邀请此人 加入我汉海宗 哪怕多付出一些代价 最起码也要让他成为我汉海宗的客亲 宗主是为了飞扬仙门 不错 飞扬仙门毕竟是仙门地统 为了万全把握 我们还是多多壮大势力 届时我们会以极小的代价 拿下飞扬仙门 明白 此事我亲自去办 请大佬务必教我 你先站在一边 我需要拿到天侧令 好 大佬 就是那个盒子吧 我去给你拿 小小铁盒竟然会这么沉 给我 起 大佬 不是我不够奴力 这只玩意我确实拿不动啊 麻烟 我都拿不起来 这小娃娃又怎么能行 别开玩笑了 哎 路晨 我打不开 需要三个白家人 滴血上去 好 亮了 父亲 姐姐 你们快来 我先来 又亮了一颗 姐 该你了 路晨 我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要三个不同的白家人 滴血上去 才能打开这个盒子 是为了防止某个白家人叛变 私自拿走天侧令 三名白家人同时叛变的概率 相对少一些 这天侧令到底是什么 竟然让先祖如此处心积虑 这天侧令到底是什么 竟然让先祖如此处心积虑 打开你就知道 开了 哎 怎么是一块骨头啊 这不是一块简单的骨头 这块骨头上似乎有无穷知道在环绕 其中蕴含着极致的部分 这 这是哪儿 啊 啊 啊 这是什么 啊 这 这 好可怕的场景 醒来 啊 啊 啊 木珠 我没事 露晨 这是怎么回事 不愧是圣手不咋想 竟然能窥探天侧令的一丝不凡 时隔无数年 天侧令再次归于我手 新的征程再次开始 这一次 又有多少人随我踏上万战之路 该离开了 陆辰 你准备去哪儿啊 飞扬先门 动声之门快要出事了 呃 陆公子 飞扬县门最近百年 颇为动荡 连连出现祸事 最近 更是有不少事里 明里暗里窥探 那里实在不是太平之地 陆公子还是小心为伤啊 无妨 白木珠 日后的路怎么走 你想好了吗 日后的路 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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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追随你 可是守护白帝城是我的职责 你尽忠指手 守护白帝城无数年 你的机缘还未到 继续守在这里即可 我的机缘 我还有机缘 陆胜之境 大佬 你没有骗我 我真的可以达到胜道境 白帝当年偶尔指点过我一次 对我说过 以我的资质 顶多化身九线 无妄入胜 那是当然 现在时代变了 你的这份执着的守护 为你迎来了这份机缘 既然如此 我就听大佬的 继续安心守在这里 你们三人 去飞扬仙门等我 啊 正门 你不和我们一起去啊 我和你们不是一路 我要重新看一看这片天地 既然如此 那我们先行一步 三位 后会有期 真有些舍不得他 我白家走运 遇到了陆尘 不但让我白家认祖归宗 更是结我白家之危 让白燕尼 获得不凡的修行资质 让我白家基业 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陆尘 我和你一起走 虽然我还没有想好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但我感觉 跟着你不会错 你应该能让我看到一些 我接触不到的东西 那 怎么办 姐 父亲 阿爷 我虽然从小被大家称为修行的天才 天生与道清和 但其实我一直没有明确自己要走的路 这一次 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契机 待我找得到自己的路后 就会返回白家 父亲 要不要派人暗中保护姐啊 她虽然资质好 但因为这些年我白家陌落 并没有足够的修炼资源 导致姐姐的修为 在东南主域年轻一代中 并不算高 陌晨的不凡你也看到了 如果连她也解决不了的危险 我白家派人也无用啊 由她去吧 正如你姐所说 这对她来说可能是个契机 是一次机缘 毕竟先前你就是从陌晨身上 获得了机缘 从而脱胎换骨啊 嗯 也是 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天快黑了 不着急 走到哪儿算了 下雨了 前面有个庙 我们去逗逗吧 走吧 衣服有些湿了 你去解些柴火来 弄盖一下衣服 啊 我 我去 外面下着雨 而且天也黑了 你不去 难道我去 好吧 那我去 去烧点水 泡给茶 好吧 茶不错 哼 深深不早了 去煮点粥吧 我肚子饿了 陆晨 我很敬重你 但我不是你的侍女 现在是了 快去煮粥 你 看不出来 你还真是会 浩海宗的人 你是白家白孟朱 是我 晴晰时日 蓝家进宫白家 一位汉海宗的长老 被我白家先祖白元 一棍灭掉 这事白家已经严加保密 难道汉海宗 这么快就知道了 果然资质颇为不凡 不过 保护不是来找你的 公子 可是昨日 劈开苍穹之人 不错 我乃 汉海宗 副宗主 敢问公子 高姓大名 陆晨 吴公子 我这次 冒昧前来 是奉我 汉海宗 宗主之命 将邀请陆公子 出任 汉海宗 客亲 汉海宗近些年 实力突飞母亲 盈盈有盖过 飞扬仙门之事 没想到如此大宗 竟然会派一位 地位尊贵的 太上长老 来让陆晨 出任客亲 在这天迈东南主狱 没有人能拒绝 这份邀请吧 毕竟 这代表了荣耀与认可 还有巨大的利益 吴公子如果答应 出了尊贵的客亲身份之外 还将得到一座洞天福地 用于修炼 每月领取万枚灵石 千颗灵丹 我拒绝 什么 他竟然拒绝了 狗公子应该来自四大狱吧 可能不知道汉海宗 在天迈东南卓狱的分量 没有其他事的话 你们可以离开了 小子 知不知道 你在和谁说话 如靠 我允许你们说话了吗 吴公子 可是不瞒我汉海宗的诚意呀 吴公子看这些如何呀 好大的诚意 你出手竟然这么多 汉海宗究竟看中了路成什么 竟然如此不惜代价 这可是从没有过的事情 你这些诚话 就是不满意 再来 陆公子 我汉海宗 诚意满满啊 你们又何必执着 我不答应你们 是我真不适合加入汉海宗 你们会后悔的 诶 陆公子说笑了 我们怎么会后悔 我们求之不得 还请陆公子收下 恐惧 我汉海宗还会奉上更大的诚意啊 行吧 你们以后后悔可和我没关系 这些东西也不能要回去 走 陆公子放心 我们怎么可能要回去 东西你先收着 嗯 好 陆公子接下来要去哪啊 我要看看这片陆地 然后前往飞扬仙门 飞扬仙门 真是巧了 过些时日 老夫也要前往飞扬仙门 那就不打扰陆公子了 我们飞扬仙门见 陆臣 你到底在搞什么啊 你不是和汉海宗有仇吗 还收他们的东西 不要白不要 再说这些东西 是给你用的 给我用 日后你就知道 真是奇奇怪怪的 好热呀 修为爹就是受罪 你宝典 还要晒到 我怎么不晒于你 父亲 前面的女孩有些不对劲 我看看 啊 等等我 这位公子 小姐你帮帮我 只要你帮我造了父亲 我愿意为怒为病 身上有妖血之气 果然有问题 去把他父亲买了 你怎么回事 我都看出来了 我不信你看不出他有问题 有问题不代表他是坏人 而且这个老人确实遇害了 该入土呀 不是吗 怎么买 我从没有干过这种事情 很简单 去买口棺材 挖个坑 来了 礼杯 需要我亲自去做 我直接给这女子钱如何 需要你亲自去做 有什么意义 日后你就知道了 可恶 又是这句敷衍的话 终于做完了 没想到 你修炼还累 这个女孩怎么办 你觉得呢 她应该不是什么妖邪 而是沾染了妖气 奇怪的是 她身上的妖气 为何久久不散 因为她被妖邪标记了 标记 你的意思是 妖邪迟早会找上 我 我 感谢两位的大恩大德 小女子以后 就是公子和小姐的人了 你是哪里人 家在哪里 我的家 都在此地的大山深处 啊 这样吧 我们先送你回家 啊 回家 我不回 我想留在你们身边 给你们做牛做马都可以 我不要回家 你叫什么名字 先起来说话 我叫秋菊 为什么不想回家 和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我们的村子里 有妖怪 我爹 就是被妖怪害的 秋菊 和我们详细说说此事 也许我们可以帮你 在后来 我爹拼命带我逃出了村子 但还是被妖怪害了 这么看来 那个妖怪还盘踞在秋菊的村子中 你想怎么做 斩草除根 为民除害 以劳永逸 那就走吧 秋菊 带我们去你的村子吧 你放心 有我们在 妖怪伤不到你 有气息 妖怪顺着秋菊的标记 找过来了 秋菊已经被妖气入体极深 恐怕就算灭了妖邪 惊出了妖气 她也扶不长脚 那怎么办 如果她错过我们 恐怕 看你想不想救她 相识一场 我当然要救她 只是我现在 无从下手 那就觉醒圣守菩萨像 圣守菩萨 这到底是什么 你不止一次对我提过 但我毫无头绪 不计 慢慢了 小娘子 是我将妖魂看上了 你以为你逃得了 你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只要被标记 我们就能找到你 把你抓回去 大王一定会好好疼惜你的 救救我 妖魂追来了 别怕 有我在 我们不会丢下你 谢谢姐姐 有你这句话 我就安心了 没想到 这里还有个 找得更漂亮的 把你带回去 妖魂肯定重重有伞 一只小小的虎妖 就怕你没那个本事 没有 事过才知道 看招 有些躺不住了 就不要好厉害 露宸 你能不能帮一下忙 在旁边看着很可恶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的行为 远远配不上你的天 我知道 不用你说 这些年 又不是为了白家 你心里进入 我的大骄声殿 我真的有如此修为 不过 对你来说 修为也不是什么难事 等你觉醒了圣守菩萨像 修为信守捏来 你能不能别说了 问我一下 我有些灵力不值 死了你 糟了 放肆 好强的一剑 刚才谁在出手 本圣子来了 缺须虎妖 也敢放肆 白小姐 好久不见 天元圣帝圣子 你怎么在这里 知蓝圣会将要开幕 我本想 与梦珠你一起同行 去了白家才知道 你并不在 所以 就按照你行进的方向 找了过来 没想到 正好碰到梦珠你遇见 也算是来得正是时候 干坏 干坏 妖活的好事 我这妖活不会放过你们 大言不惨 大言不惨 圣子的文珠法随 越发精湛 看来此次追蓝圣会 定会拔到头筹 梦珠过奖 谁不知道 你才是此中天才 只是 你懒得和我等相争罢了 圣子过谦 我的修为 还远远无法与 诸位圣子神女相提并论 梦珠 既然大家相见 不如 一起前往知蓝圣会吧 这个恐怕 不太方便 那两人是 圣子 我还有些事情要办 就暂时先不去 这蓝圣会了 可是和那两位有关 无妨 本圣子不急 就多待去时日 等一等梦珠妹妹 水没了 去烧点水 顺便再泡壶茶 圣子稍等 我先去打点水 白公主堂堂天外 东南主义的天之娇女 竟然为人打水 公主 此人是谁 竟然敢支持你做事 她是我白家的恩人 圣子不必在意 我都习惯了 你们两个 替白小姐去打水 白小姐 这种粗活 就交给我们去干吧 好吧 那多谢圣子了 圣子 都这么长时间了 还在这里等吗 灵异大师兄 快点救救我们 给金光门一点颜色 看看 如果不是假的 请问小吉 你可敢接受我的挑战 我们前缘总定 绝不会抛下儿童 圣子 都这么长时间了 还在这里等吗 难不成要在这里 站一宿吗 您身份尊贵 不如先去客栈歇息吧 宫主 一起去附近的客栈如何 也好让你们白家的恩人 住得好一点 这个 多谢圣子好意 天快亮了 就不麻烦圣子了 这位兄台 梦珠毕竟是女儿之神 和你在一起夜宿破庙 有些不妥吧 大胆 我家圣子在和你说话呢 算了 此等小人物 不和他一般见识 天晴了 出发吧 圣子 这里泥泞不堪 越走越荒凉了 牟珠 你们这是要前往何地 昨晚圣子也看到了 此地有妖邪作祟 我打算前往事发地 解决此事 此地的妖邪敢自称妖皇 当真是不自量弼 待找到那妖邪 我为梦珠妹妹除掉她 好累啊 有人摔倒了 在这里歇息一下吧 姑娘 你没事吧 我扶你起来吧 多谢公子 我没事 去打点水做饭 好 等等 兄台 这种活 以后不用梦珠亲自去做 交给下人们就行了 去打水 泡一壶好茶 慢着 你没有听到本圣子说话 圣子 陆尘吩咐我做事是应该的 不可 你叫陆尘是吧 听梦珠说 你是他的恩人 我关你修为不深 想必 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之人 这样本圣子送你黄金万两 现在离开梦珠 和好 我给你黄金万两 现在必须和好 你以为你是谁啊 瞧你这身喊三样 你拿得出黄金万两 给他们 好吧 这是 紫兰灵草 极其珍贵 一般只有大教圣地才有种植 就是本圣子 一年也得不到即可 确实价值万计 木珠 这是陆尘的东西 确实是陆尘的 这种灵草 它还有 圣百珠 这怎么可能 好了 我先去打水了 茶不错 但是火候不到位 下次不要用开水泡上 竟然把白小姐当丫鬟使唤 简直是岂有此理 圣子 这个陆尘太嚣张了 就是 圣子你一直追求白小姐而不得 她如此做 不就是在打圣子你的脸吗 珠嘴 望珠冰雪聪明 这么做自有她的道理 我们先静观其变 公子 喝碗粥吧 我家圣子吃的是穷江玉露 岂能吃这种繁俗之物 住口 多谢秋剧姑娘 姑娘有心了 不用谢 公子之前帮过我 应该的 可否麻烦姑娘 为我讲讲你之前遇到的事情 不麻烦 我这就为公子讲 公子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岂有此理 这陆尘明显是仗着对白家的恩情 让白小姐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圣子 那陆尘并无特别之处 直接动手把她去离白小姐身边算了 秋剧姑娘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公子 秋剧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秋剧现在不想再回到那个村子了 那你可愿以后跟着本圣子 愿意 秋剧愿意侍奉在公子身边 好呛人 我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你先去西巴里 水已经打好了 就在你旁边 叔爷马上好了 很好 早饭好了 你可有怨言 要不是看到过你之前的表现 我何着有怨言 我都想 算了 反正我现在也想通了 就按照你所说的做下去 看看你到底要干什么 吃好了 出发吧 是 是 慢着 路晨 秋剧村子要挟的问题 本圣子来解决 不用你带着孟诛东走西窜 此事与你无关 谁说和我无关 现在秋剧跟随本圣子 也就是他现在是本圣子的人 他的事情自然是本圣子的事情 反而你爹 现在是一个外人 此事和你无关 你也就不要再利用你那点可怜的恩情 要挟孟诛妹妹了 秋剧 秋剧 现在听生死的 秋剧 你不和我们一起吗 我和路晨在帮你 对不起 白小姐 林一大师兄 快点救救我们 金光门一点颜色 看看 如果不是几个人 请问首席 你可敢接受我的挑战 我们秦云宗帝 绝不会处置暗潮 说得对 对不起 白小姐 圣子也可以帮我 而且圣子还愿意收留我 很多事情圣子不了解 孟诛 整件事我都了解了 不用那么麻烦 此事不用路晨参与 我带孟诛妹妹 快速解决此事 也好让你 不再受路晨指使 圣子 这是我的事情 你还是不要插手了 孟诛见外了 孟诛妹妹不要说了 等我的好消息即可 这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按照原定路线 继续走 圣子 圣子 到了 圣子 这就是我居住的 这就是我居住的村子 路魔村 村子上方妖气弥漫 看来村子里确实有妖气存在 走 进去吧 圣子 我 我不敢进去 我 我不敢进去 妖鬼会 会吃人呢 我 有圣子在 你怕什么呀 妖魔再厉害 在圣子面前 也不值一提 待处理完这里的事情 本圣子 就带你离开这个小村 从此以后 你的命数 彻底因为本圣子 改变 还不赶紧谢圣子 你不知道你祖上 尽了什么德 才能被圣子看中 谢圣子 我这就随圣子进去 救 救命 不 救 救命 救我 圣子 这些人 好像是被妖物吸了洋气 从而身体变得极其虚弱 染上了各种病症 这些村民身上各种污秽 圣子还是不要接触他们 以免玷污了 你 你是李家姑娘 秋菊 秋菊 我是你二大爷啊 快救救我 我 我什么也做不了 不要找我 走吧 圣子 我们去那边看看 有些特殊气息 秋菊 你别走 忘了 你小时候掉到河里 还是二大爷 我把你救上来的 秋菊 救救二大爷 抱歉 我很害怕 我实在无能为力 圣子 这里有些奇怪 明明妖气很严重 却看不到一个妖魔 什么东西 圣子 圣子救我呀 圣子救我呀 圣子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老虎 何方要念 无奈天元圣地圣子 速速放人 你 大胆 猪 接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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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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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子威武 小小虎妖手刀起来 还敢反抗 将无造神之地 天地 即灭斩 不自量力的小妖 也配挑衅本圣子 圣子好厉害 那是当然 圣子因姿绝世 有盖世无敌之相 能跟随圣子 算你三生有幸 看来我这次的选择没有错 跟着圣子 我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这 什么 刚成了一只 又来了三只 四两只猪神 三只 照样斩 呜 喂 不好 啊 圣子 啊 什么 圣子你没事吧 没事 圣子被三头打药偷袭罢了 你嚇死 竟来了这么多打药 啊 啊 好害怕 圣子 后来现在怎么办 反圣子虽然可以长得这三头打药 但很难顾及圣子们 啊 为了你们的安全 暂时折退吧 零 给我护体 都跟进我身边 走 他们跑了 那人被妖皇标记过 是妖皇看重的女人 追 啊 这里好重的妖气 恐怕真有大妖在此修行 进去看看 是 救命 救命啊 救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啊 救救救 救救救我的孩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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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阳气微弱 身体极度虚弱 染上了各种病症 啊 想不想救的 啊 想救 但是我一个人 啊 啊 啊 在这里停下吧 啊 啊 这里应该安全了 刚才好吓人 多谢圣子帮我们带出来 啊 有本圣子在 无人可伤 啊 出村子了 啊 那些妖怪 我会追上来吧 怎么可能追上 圣子的红灵可是盛气 那三个虎妖 长了翅膀也追不上 啊 啊 什么情况 啊 这 为什么 他们会这么快啊 这 这三个畜生 怎么会这么快追上来 红灵 看紧我 我们走 别怕 我帮你治疗 我 我这是 啊 身体 好舒服 小妹妹 没事了 啊 姐姐 你是来救我们的吗 姐姐是来救你们的 姐姐 你是发善心的菩萨吗 啊 我不 你一定是的 你这么漂亮 又有善心 你就是活菩萨 啊 你去哪了 去村里转了转 找到这里最会祸首 所谓妖黄没有 找那只妖物不紧 那你去干什么 我去看看村子里有多少人 需要你的袖子 这里是一个比较大的村落 算下来 有将近万人需要你的帮助 竟然有近万人 陆辰 你觉得我一个人可以救这上万人 只是这个小女孩就耗费了我一半的灵力 你可以的 嗯 姐姐 加油 你可以的 好吧 我尽力而为 就在这里停下吧 好了 这次逃了这么长时间 他们应该追不上来了吧 啊 什么 一张操作 我下次绝对不说话了 圣子 我们不如彻底离开这里吧 走得越远越好 啊 本圣子大义猛主解决此事 岂能就此离开 人以为本圣子斩不了他们吗 哇 天圣剑 天圆圣地的超圣器 传说有晋级准地兵的可能 此次圣子 绝对可以斩命那三头大秧 出上 王 曲曲小妖也敢如此放肆 终于全部解决了 圣子威武 不愧是圣子 三只大妖被除 此地的妖物 都是图鸡挖狗 任何妖物都不是圣子的队 手 什么情况 又来一只 我 这一只的力量 你直接要打不上 啊 啊 我的全天剑 啊 圣子你无碍吧 连圣子也打不过妖怪吗 啊 难道我这张最被诅咒了吗 可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天脉主义的妖物这么厉害了 人类为下臣服 走 走 你们逃不掉的 好累啊 陆尘恩不行了 我的极限到了 用那些灵草补充消耗 嗯 那是哈海宗送给你的东西 现在他们是你的了 补充完消耗继续吧 这些人必须在三天内治疗完毕 不然大部分人都会葬在这里 行 补充的差不多了 元气满满继续 啊 这里应该追不上了吧 啊 怎么快 啊 不对劲 为什么这妖物 每次都能快速找到我们的位置 啊 难道标记是真的 我 我不知道 啊 韩子一番 本圣子 我好害怕 啊 为什么本圣子没有感知到标记的存在 那路程一定是在危言耸听 走 这次我们逃远些 我倒要看看 那些畜生还能不能跟来 好了 我们已经飞得足够远了 本上次有些灵力不济 现在就离歇会儿 啊 你在干什么 你 你在干什么 啊 圣子 我不能说话 我一说话 那虎妖就来了 胡言乱语 把手拿开 本圣子的人 还能让一只虎妖下破了胆 是 圣子教训的是 那虎妖 肯定被圣子甩了十万八千里 这这这 圣子 圣子 人类 人类 静不静心 亦不以外 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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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我不该说话的 走 不错 不错 手法越来越专业了 啊 我这是 要不要歇会儿 下一个 姑娘 你歇会儿吧 你已经连续救了几十个人了 需要小姑娘 歇会儿吧 这样下去 你会累垮的 还要不要继续 如果我不救他们 又会有谁来救呢 叶 我没事 继续 可恶 这些畜生 竟然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怎么办 看来 每次都被这畜生快速找到 本圣子还从没有这么狼狈过 啊 圣子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现在看来 路晨说的对 你确实被标记了 只有这一种可能 圣子 我不知道标记不标记 我只知道 我现在是圣子的人 秋菊 别怪本圣子狠心 耐着呢 圣子无法甩开这只大腰 什么 圣子 我可是你的人 你不能丢下我 是我的人 那就帮本圣子做事 甩开这几只大腰 可好 圣子 求求你 不要丢下我 红灵 圣子 别丢下我 你说过 我是你的人 哎 圣子牺牲是你祖上积德 你应该感到荣幸 啊 我 不要丢下我 我 我 我要吃我 人类 就是这样不吃 是 万千时刻 毫不犹豫的抛弃 叫别人自保 兄子 我们现在去哪儿 去找孟珠 姚魔都被我引出了多摩村 本圣子也算是完成了当初的承诺 解决了村子的事情 谢谢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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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是个好人哪 你真是个好人哪 你真是个好人哪 你可去哪儿找啊 时间过去一天了 你治疗了多少个 差不多两百个 杯水车席 这里有上万人需要休止 而你的时间已经用去了一小半 那怎么办 激发你的潜力 激发潜力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不知道行不行 我试试 灵力在狂勇 身体像要炸开一般 我天生与道秦河 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成功了 我可以同时治疗两个人了 其实 两人还远远不够 需要激发更大的潜力 找到更好的办法 公主 不是说好的 你等我 我来解决此事 你怎么来洞磨村了 圣子 我在为这些村民治疗 事情我已经解决 我们离开这里吧 你解决了这里的大妖 怎么解决的 那是何妖物 一只虎妖 本圣子不忍心灭它 被我驱离了村子 要不然 你们也不可能安然无恙地待在肚魔村 哦 那秋菊呢 秋菊他不愿意再回来 本圣子安排他去了别处 既然如此 圣子你先离开这儿 我们知蓝圣会见 我还要在此救治这些村民 孟主 这些村民都是凡人 何须老你救治 圣子 圣子 普天之下 你我都是凡人 既然遇到了 我不忍心看他们救死身亡 那回头 我让圣元宗派些人过来救治 孟主 我们先离开这里 如何 时间来不及了 是不是又是这个露晨 仗着自己的恩情 吩咐你做事 现在是我想救治他们 和露晨无关 露晨 你过来 我和你说几句话 村子上方的妖气越来越浓了 这家伙竟然中听不见 圣子在和你说话 赶紧过去 你找打 住手 算了 本圣子有容忍之量 我就过去和他说两句 露晨 孟主心地善良 年少时候就有善明 我不希望你利用他的善良 对他横加摆布 你教我做事 好饿 好小子 我长那么大 本以为我自己已经够拽的了 看不出来 你比本圣子还拽 别以为有孟主在 就可以挑衅了 在本圣子眼里 什么都不是 快 放肆 放肆 真当我不会对你动手 罢了 之前还想着坐下来跟你好好聊聊 好 现在看来也没必要了 本圣子就先灭了你 才能不能解释 住手 什么 你 好 兄弟 你没事吧 这家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这小子的体力怎么这么强 没事 陆辰 刚才本圣子也是疏 是为了看看你的实力 才出手势的 你小子 你竟敢让本圣子吃这个鬼 今日留你不得 圣子自重 你再敢出手 别怪孟主和你绝情断意 可恶 孟主竟然为了这小子 和本圣子翻脸 我是好歹的家伙 这笔账本圣子日后 你要好好跟你清算 圣子 我们要不要离开这儿 只要圣灰日期即将临界 莫要为了这小子而耽误圣子的行程 这小子 他和圣子都对 看来是活得不耐烦了 在圣灰结束 回头有的士气会灭来 现在离开 本圣子噎不下这口气 这 这 那只虎妖随时可能会回来 圣子的安全最重要 什么 我这张嘴 果然又来了 每每每都是这样 我这是造的哪门怎么念呀 不好 小子小心 可恶 我 我 先躲 我 不 可恶 这种畜生竟然抓了我的仆人 你若是老老实实把他们给本圣子放了 本圣子大花善心有你的全尸 人 人 这是 秋菊 不是说秋菊已经被安排在了别处吗 现在怎么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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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 我要吃我 白小姐救命 救救我 圣子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 圣子丢下我 不管我了 白小姐 陆公子 我不敢离开你们 救救你们 救救我 牟珠 修天这凡俗女子胡言 此大药和她交过手 厉害非诚 还会诡异的追踪手段 若是与之相拼 恐怕 我们都不是她的对手 甚至可能余命在这儿 看来此地的信息 滋养着这种雕兽 这畜生的失利 又曾经无生 如果被她拖出 有一切都完了 不离久了 我护送你离开 休想困住我们 你 莫珠 我们走 好得有鱼儿的 越远越好 这里就交给他们来对付吧 我不走 莫珠 这大药极其厉害 我都不敌 你更不是她的对手 现在可是积去了死定的信息 实力保证 我们现在逃 可都是为了你好 快走啊 不然来不及了 生子要走 自己走吧 这还有太多人需要救治 我不会离开你 梦珠 自知超凡脱俗 日后在他们眼中 乃是绝世神仙中人 你何必为了这些凡人 置自己于危险之中 那我说五义 你继续去救治 我来会会这些护药 若想是 要给我们的处理 从现在开始 要伤不到这里任何一个人的一根寒毛 你来处理 别搞笑了 还信誓旦旦的说 伤不到这里任何一个人的一根寒毛 露晨 你拽也要分场合 你就不怕专门打脸吗 别当心 露晨 莫要不自量力 这只虎牙一爪子就能派遍你 救命 洛公子救我 洛公子一万 为何你要单单叼紧秋雪 人类 你算老几 或是我现在手中的玩物 灭你 你想念一只臭虫蛮 莫非摧毁之力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 让我回答你的问题 好饿 人类 你算老几 不过是我现在手中的玩物 灭你 就像念一只臭虫般 不非摧毁之力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 让我回答你的问题 让我回答你的问题 因为不回头 我就灭了你 灭了我 哈哈哈 你这是要把我笑死 然后继承我的力量吗 你真是把也都乐了 你一个修为都看不出多少的人类 简直是口出狂言 我忘心好 至少没得快些 梦珠也不会再受此人护惑 很好 这一集 又真会把没派成最弱了 人呢 我在这儿 什么 怎么回事 是我养花了吗 这护妖的一切 也把生死 为这能活脏六福的巨头无比 难以招强 他 竟然躲开了 啊 哪命来 就凭你 我一下 什么 一个普通的人类 咱们可能有如此强的肉身之力 啊 我乃妖族 我的肉身 不可能比我妖族还强 废话少说 说 咱 说不说 我再给你自己 我要不是好歹 人类 你放肆 摇晃马上苏醒 你要是识相的 啊 现在就放开我 你请给我刻上一百个响头 求我原谅你的冒犯之举 果然 腰黄出师 看见我不在了 你又会把你大喜八快 既然如此 留你无用 我直接问你们的腰黄便好了 你先下去等着吧 我 我 你 你 你 这么多 你知道那个大家伙 应该快苏醒吧 什么 他怎么可能做到 卢臣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历 这道虎药 本身自始迹浑身谢数 都无法伤极思耗 而他却三两下 就给解决了 陆公子 乐谢陆公子救了我 秋菊感激不尽 这是什么 我藏了那么久终于出来了 村子里一切灾难的源头 所谓的妖皇 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在本皇休养生息期间 竟敢灭了我忠心耿耿的属下 人类 你好嚣张啊 多少年了 本皇终于重现人间 好强的气息 这股无眼的压迫感 也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 难以窒息 这是超越了圣道径的存在 没想到 世间竟然还存在如此实力恐怖的打药 这就是妖皇吗 害了这里上万人的存在 实力非同一般 无奈绝食妖皇 而到何人 救我 救救我 本以为这妖皇 是什么修为颇高的山野精怪来的小角色 没想到 竟是十二妖皇中的虎皇 让我挺诧异啊 一个小小的人类竟然还能知道五等十二妖皇 宰过 宰过 哈哈哈哈 就凭你一个臭猪般的东西也敢说这种话 这个笑话真的是把本皇都笑了 要不要我跟你颁个奖啊 哈哈哈哈 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害怕的胡言乱语了呀 当年陆神之战 是三大浩瀚战云之一 十二妖皇本来站在人族这里 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何处业 最后却倒戈相信 背叛人族 因此 派出了大量领先战略 去讨伐这些叛徒 不过最终 十二妖皇没有一个好下场 都被屠戮殆尽 只是当年明明已经陨落了的虎皇 此时竟然在此复活 结合之前先缘秘境中 借助剑修陈十三复活的残魂 这一切都太不寻常 似乎有人在复活当年的那些家伙 小子为何不说话了 你不是说宰过十二妖皇吗 我现在站在这里给你宰 当年本皇面对那些准地级别的高手 都没有你狂妄 你是如何复活的 告诉你也无妨 反正本皇也没想让你活着离开 皇也不皇战败 云落后一切残渠掉入此地 所以此地才被称为剁俄村 古之过了多少岁月 本皇的残渠生机不灭 借助剁俄村的生灵气息 不断在此吸收 恢复了几万年 才终于复活成形 云灵气息固然可以让你成形 但是唤醒你残渠生机的 应该另有其物 没想到我没想到 你区区一个人类 连这个你竟然也知道 这两人到底在说什么 我怎么有些听不明白 陆尘似乎知道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远古信息 越是了解他 他似乎越神秘 现在是我在问你问题 你这口气是在命令我吗 你成功把本皇都笑了 既然你不回答 那就让我猜一猜 你猜 你一个凡人能猜到什么 就算你猜个十年百年 恐怕也猜不到背后真正的原因 毕竟你只是一个愚蠢的凡人 和秋菊有关 对吗 我 从你露出这副震惊的表现看来 我就知道我猜对了 毕竟你们对秋菊这么穷罪不舍 明摆着他身上 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哦 管我自以为不及的天意无缝 一般人还察觉不出来 你又是如何知道的 想不到一个小小的人类 还能知晓这般秘密 小子 你越来越让我好奇了 你之所以可以重活一世 是因为你偷取了成千上万的生机为代价 但生命那混沌造化 最难逆向而行 你根本无法直接吸收这些人的生灵气息 让你复活 所以你需要一个可以帮你转换生灵气息的媒介 而这个媒介 就是秋菊 一个有着上万人的村子 村民们个个都气息萎靡 唯独只有秋菊不受影响 而秋菊身体里那团被标记的黑气 就是可以让你复活的根本 对不对 你猜得不错 本黄确实无法直接吸收这里的生灵气息 只能通过秋菊的身体不断转换给本黄 这几万年来 本黄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媒介 才得以再次重见天日 想不到过去了上万年 这世间居然还存有 能生亡人而肉白骨的手段 不错 我现在很好奇秋菊体内的东西 是什么 龙公子救我呀 我不是什么媒介 我还想火 小子 问完了吗 问完了 哈哈哈 你知晓了我如此大的秘密 现在就算求着给我磕头饶命 我也不能放过你了 真是遗憾了 我现在只能把你灭了 你可不要怪我呀 谁灭谁还不一定呢 可恶 这陆尘有毒吗 这时候还装 真是不知道王子怎么写 这天高地厚的家伙 竟然狂妄到和虎皇叫板 要知道 他的手下都是超强的存在 更何况虎皇本身 这虎皇给我的压迫感很强 有种我面临圣主的感觉 陆尘不可能是虎皇的对手 哼 小子 你又不说话了 想好了没有 你想怎么往 黄几日重生 给你个选择的机会 是吗 好强的压迫感 这种感觉 总有点死曾相识 但又想不起来 是我的错觉吗 那就 折断你的四肢 然后再打爆你的头颅 如何 光先研究出来的这种王法 即使奢华又富有美感 可以让你充分享受隐命之间的痛苦 可以 哦 可以 你还真挑选起来了 哈哈 妙啊 真是太妙了 那我就成全你 丢成小剑 什么 你竟然能伤得了我 必须吧 现在四肢才断了意志 呃 猖狂 灭了你 现在四肢才断了意志 呃 我可恶的人类 我要把你随时挽断 还没完呢 你让我跪下 哼 什么 大胆 你这个卑微的娄疑 我要把你错骨杨晖 就凭你 不自量力 让我滚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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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你的四肢都已断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要怎么个把我错过了 吴辉 你 你既然不出手 那我现在该打爆你的头了 本黄身为绝世大药 金箍匹炼肉身无双 我就算没有恢复修为 也不是你能抗衡的 为 为什么你取取一个凡人 竟可伤我致如此境地 为什么 你 你到底是谁 说我了 你可以继续回到地底了 你到底是谁 也好让我忘个明白 我想恢复了几万年 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活过来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你灭了 这是虚空铲 你没想到 你竟是传说中的那个人 哈哈 没想到 竟然是你 摆在你手中 不冤 当年你们十二妖皇 开始背叛人族的时候 就该知道你们没有好下场 哈哈 我承认你很厉害 但别以为这一次你会成功 你的那些敌人等于逐渐复活 他们会继续阻止你 复活又 结果不都是还跟当年一样 你们复活一次我灭一次 你们复活一百次 灭一百次 这 这陆陈到底什么来源 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你们想来救救我 这是 我恶草 没想到竟是你这种恶心的东西 反而密切你还想走 回来 你放我离开 否则我就拎了这个小姑娘 如此了力 啊 啊 既然你赶紧杀绝 那就让这个小姑娘给我陪赠吧 是你害了她 啊 啊 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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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就凭你这只臭臭 还能翻了天不成 我想让她活 她就得活着 你被淹灭 谁叫我 孩子会 哪怕你不走手了千百万 我禁灭之 哦 别得意 重申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复苏 到时候把人类突如殆尽 你们皆为血实 啊 啊 没想到 连万恶虫都出现了 这万恶虫 专门以天地界的生灵为食物 有这种邪恶的东西出现 童密行事已经朝着最后的方向包装了 看来我也必须将快动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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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 怎么了 小姐 本来你必亡无疑 但在你吸收了虎皇全部的生灵之界 不但性命无忧 更是因祸得福 得到了虎皇的机缘 你生性怯懦 是 这些都会对你的将来产生一定的影响 以后好自为之 记住 切勿心生恶念 心 然想 以后我不会了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为何白梦中如此看着陆尘 陆尘这人身上的迷雾太多了 都能看不透 曾经我让我们胜处就已经够看不透的了 但此人 不行 再这么下去白梦中岂不是被之陆尘 哈哈哈 现在我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 你还真的生我 养我 让我厌恶的地方了 哈哈哈 自作也不可活 你 我 这么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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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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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车心 还有太多人没有救治 大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吧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却已受损 沐尘 纵然我不断突破自己 现在已经可以同时开始为私人治疗 还是杯水车心 还有太多人没有救治 多谢 多谢白小姐救命之恩 没有白小姐帮我们治疗 我们搞不好在此失去性命啊 是啊 白小姐简直就是个活菩萨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谢谢白小姐 活菩萨 不行 同时治疗四个人这样还是不够 我还得增加同时治疗的人数才行 你现在的状态很不稳定 如若再早加治疗人数 身体会承受不住 将会危及生命 你确定还要继续 如果没开始为他们救治 我还能一走了之 但是现在我改变想法了 我得去救治他们 不然很多人会因为没得到救治而亡去 现在这种情况 我实在不忍心离开 继续吧 继续 经过这一番努力 现在已经可以同时治疗十人了 白小姐 你怎么了 白小姐 你怎么了 白小姐 白姑娘 你没事吧 白小姐 你歇会儿吧 是啊 白小姐 歇会儿吧 不要为了我们 连身体都不顾了 再这样下去 会吃不消的 还有一个时辰 啊 什么 我没事 我还可以 白小姐呀 休息会儿吧 是啊 白小姐 你已经救治了很多了 歇会儿吧 白小姐 为了我们这几个陌生人 不幸做到如此 坚持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白小姐 您歇一会儿吧 白小姐 你就听我们的 休息会儿吧 这样下去 你会坚持不住的 我只要再多坚持一会儿 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救治 一定要坚持住 我还可以 姐姐 白小姐 你怎么了 姐姐 白小姐 到几下了吗 我 我好不甘心 白姑娘啊 你不要有事啊 白姑娘 你没事吧 姐姐 怎么办 谁来救救姐姐 陆 陆辰 求求你 求求剩下的人 不要让他们 救死亡去 我知道你有办法 哎呦 在此在凌了 白孟族 我问你 你不许付出如此代价 去救治他们 你的善心究竟从何而来 从何而来 我不知道 我只明白 他们现在需要我 我需要这样去做 这是我的本心 本心嘛 很好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你具有圣手 菩萨像 当年青帝曾有半身 具有此相 在我们天下 无数仓生 现在我问你 你愿不愿意跟随我 为了还与生灵 踏上一条 无尽争战之路 我不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 我想问 跟随你 能不能拯救 眼前这些人 可以 既然你能拯救 眼前这些人 那我便跟随你 很好 现在跟着我念 人生万果皆有 何如作争吾 人生万果皆有亡 何如作争吾 身与鸣游猎 无朽血有心 身与鸣游猎 无朽血有心 我 前路茫茫不见人 但闻征战声 何惧鬼神道 好气压征臣 前路茫茫不见人 但闻征战声 何惧鬼神道 好气压征臣 神机呀 白小姐这是国菩萨 白小姐醒生了 白小姐万岁 虚起乾坤案 叱咤天地惊 贫香一具白骨泪 撒向虚空 不求 虚起乾坤案 叱咤天地惊 贫将一具白骨泪 撒向虚空 不求回 陆臣 刚才我仿佛看到了 一幅幅悲壮的画面 一条征战之路上 无数人为了一个目标 哪怕身影倒消 无辜一切愤然前进 他们很多人倒在了那条路上 再也无法返回 没想到 你居然还能看到这些 白蒙珠 我真的没有看错你 那种宏大的 不可言语的场景 只有赤子之心的人才能看到 这是一首战歌吗 我白家仙祖白云 也曾经跟随你战斗过 是吗 大 大神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 是 这是一首战歌吗 我白家仙祖白云 也曾经跟随你战斗过 是吗 不错 白云每次总是冲在最前面 他是里面最振奋的 他唱的战歌最漂亮 这首战歌 曾经是由一个拥有着声音体的小子而创作 后来他修为大城 成为了一代秦帝 现在这首战歌已经远远超越了歌的层次 斗志昂扬 一往无浅 在征战之路上曾被无数人唱起 我这是 嗯 我还活着那是 太好了 我们还活着 快看到 菩萨显灵了 女菩萨 是女菩萨救了我们 是女菩萨救了我们 感谢女菩萨 是啊 女菩萨下凡了 多谢女菩萨 多谢女菩萨 多谢菩萨 这是 好温暖的感觉 我这是怎么了 我的手 圣手已成 与请圣手菩萨像的条件极其苛刻 首先自身保持赤子之心 心地纯凉 其次拥有绝佳的悟性 和坚韧不拔的心智 最后则是受到万人一哨 同仁发自心底的坑 汲取生灵信仰 小姐们走 小姐们 小姐 我们会为你建造生死 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的答案 送到这里就行了 大家都回去吧 走了 来了 露晨 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你现在感觉如何 因为我天生与道清禾 自此没有什么太过特别的感觉 以前我感觉四周都是道的气息 弥漫在四面八方 无处不在 仿佛让我置身于迷雾之中 但现在 我似乎感觉自己走上了一条大道之路 前方突然有了目的地一般 你感觉的没错 你确实找到了自己的路 只是前路漫长 你的大道之路 比别人更艰难 当年清帝 也只是走了一半 觉醒了一只圣手 最后不得不以万古 青天一根竹 破茧称帝 我希望你能做到 清帝不曾做到的事情 啊 做到清帝也不能做到的事情 大地水准的人 都只能留下遗憾地走了一半 觉醒了一只圣手 要我做到他做不到的事情 你不是在说笑吧 只有这样 你才能在战路上 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无数人会因你而上 路晨 这就是林之城 距离飞扬仙门不远了 五年一次的知蓝盛会 就是在此举办 知蓝盛会 做什么的 知蓝盛会是东南主域 年轻一代的盛会 没到这个时候 大家会在此坐而论道 增长见闻 哎 兄台此言差异 你有何高见呀 除了论道增长见闻之外 当然还有情色相合之事 原来是个大型相亲聚会 哦 你看 是三头圣狮子 里面坐着的是天狱神子 这次知蓝盛会 盛况空前啊 没想到天狱神子也来了 好大的排场 这是日月神朝的明皇子 明皇子在日月神朝 百名皇子中独占殴头 据说 可以成为下一代古皇 陆臣 如果你不喜欢这里 我们直接前往飞扬仙门吧 知蓝盛会 你不参加了 之前想参加盛会 是为了白家 但现在白家之为已解 参加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急 我需要去取些东西 哦 又要取东西 嗯 是他 李姑娘 怎么了 明皇子 没什么 只是见到了一个熟人 哦 看姑娘的表情 应该是敌人吧 此人曾经轻薄过我 没想到 在这里见到了 竟有此事 既然这样 岂能放过此子 算了 这蓝盛会已经开始了 别耽误了明皇子的大事 此人不过是一只凡人的苍蝇罢了 不劳明皇子费心 阿大 阿二 无家在 去了解此人 是 阿大阿二办事 本皇子放心 多谢明皇子 嗯 那人是 皇子 怎么了 没什么 应该是我看错了 白亚小姐是 知蓝圣户的主角 怎么会在大街上 随便了光 我们走吧 露晨 我感觉有些怪怪的 好像有人跟踪 是我感觉错了吗 你感觉没错 来了 哪里来了 竟然被发现了 给我灭 两小 小子 独赖吗 你竟然察觉到了我的攻击 好诡异的攻击 你们是日月神朝的人 你太过分了 好诡异的攻击 你们是日月神朝的人 既然被你们知道了 那就更不能留你们了 阿二 露手 谢谢 这 不过两只蚪蚁而已 什么 不要 这 这不可能 什么 这下 兄 接下 你的轮道 不要过来 我是明皇子的人 你要是敢动我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就算是明皇子来了 我也照着服务 此人究竟什么来着 我根本看不出来深浅 跪 留下他 是 一个弱女子 我的路 滚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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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然轻松击败他了 我 继续一个女子 只会这般强 你们灭了我 明皇子 会为我 包 臭的 我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厉害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便是圣守菩萨 这只是圣守菩萨境所体现出来的冰山一角 待境界大成之后 一武至尊 路晨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点 以前叫百层仙台 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百层仙台 你要去那干嘛 你知道此处 我当然知道 每一届的支蓝盛会 就在此地举行的 此时就该好好享受享受 来来来 接着奏乐 接着舞 寿元宗圣子 不知阁下为何闷闷不乐 而在此一人独隐呢 我一路听说 圣子去找白小姐了 可为何不见白小姐人呢 白梦珠这次不会来参加支蓝盛会了 可恶 梦珠恐怕现在还和那路晨在一起 又怎么会来支蓝盛会 白小姐怎么能突然不来参加支蓝盛会了呢 我可是专程为了听她讲道才来的 什么 白小姐不来了 是啊 这白小姐怎么不来了 没想到白梦珠竟然不来了 这倒有些出乎本神子的意料了 本神子这次可是打算和白小姐成情色之好 在这百层仙台之上 汇聚了众多文人雅客和名门望族 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为了白梦珠而来 或是为了聆听她讲解大道制度 亦或者因为倾慕她而来 而本皇子有你李原址就足够了 皇子对我如此厚爱 原址受宠若惊了 皇子 喝酒 您皇子是我俘虏过的最强的男人 我李原址有你也足够了 白梦珠可在 这是谁啊 不知道 不过看她身探采放 不是寻常大教的人物 我家采渊仙子听闻此处有芝兰盛会 又听闻白梦珠此人天生与大道亲和 恰巧我家仙子乃是仙天道体 特意前来一会 仙天道体 这可是大地才拥有过的特殊体质 这世上资质卓绝之人本就万里飘音 而拥有大地体质的就更如凤毛麟角般了 仙天道体就是大道亲子 奋于大道的亲和力 恐怕不弱于白小姐了 白小姐虽然对大道的感悟无人能及 应该还无法与仙天道体相提并论 采渊仙子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大道之力来看 莫非就是道圣宗挑选出来的新一代传人 不错 我家仙子正是这一代道圣宗传人 什么 既然是道圣宗 了不得啊 道圣宗 这可是一个极其古老的门派 门派人员极少 被称为意外单传也不为过 据说每一代的道圣宗的传人都是仙天道体 同辈之中难以匹敌的存在 哼 真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你们还是把道圣宗想得太简单了 相传 每一代道圣宗传人出世 那就意味着 在不久后的将来 将有大事要发生 我说的对不对 采渊仙子 天御神子说的不错 采渊仙子 你这次出来 这个世上有何事将要发生 告诉你们也无妨 在不久之后 众生之门将要出世了 众生之门 众生之门是什么呀 此话当真 采渊仙子可知道 众生之门会出现在何处 飞扬仙门 没想到时隔这么久 百层仙台 还是如当年一般 丝毫未变 这百层仙台 虽然是天脉东南主义的圣地 但它除了材质无比坚硬 难以破坏以外 并未显露过什么机缘 神迹 所以只被当作一个聚会游乐之所 它 有何来历 当年的陆神之战 便是从这里开始 你太过分了 百层仙台沐浴过神血 昏射过神谷 烙印过神魂 陆神之战 上去吧 明皇子 众生之门是什么 众生之门是造化万千所在 传说万物生灵 就是从众生之门中孕育而出 如果能进入这众生之门里面 能获得无穷机缘 关于众生之门的信息 我也只是从日月神潮中的古老典籍中得知一二 其中并没有详细记载有关众生之门的其他信息 我是听说白梦珠的大名故而前来 江湖中都说她是东南主狱最倾道之人 本想和她坐而论道 没想到她竟然不在 既然这场盛会没有主角了 那本仙子就先走了 圣子 白小姐为何没来 唉 说来话长啊 本圣子曾经邀请白梦珠一同前来 奈何梦珠被恶徒歹人所要挟 纵然有意也无法前来 本圣子也很遗憾 什么 白小姐被人要挟 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干出这等犯重弄之事 真是极有此理 圣子 这是怎么回事 那人仗着自己对白家有些许恩情 被梦珠呼来喝去 给他断茶倒水 当下人一般使唤 现在梦珠恐怕还在一个破村子里 被强行要求这位一群村民看病 可恶 天下竟然还有这种无耻之人 真是气煞我也 我们的女神被这样对的 别让我看到她 否则我必会出手 教训那此人哭爹喊娘 圣子 他行事这般引起众怒 这人姓甚名谁 我这就去找他算账 此人叫陆臣 什么 陆臣 怎么了 你难道认识此人 明皇子 在之前的时候 你让阿大和阿尔面的那个人 便是鲁臣 哦 是吗 那还真是巧了 这鲁臣 真是人人得而诛之啊 怎么 难道明皇子也知道此人 圣子 实不相瞒 鲁臣此人 曾经轻薄过我身边这位李姑娘 就在刚才 此则已经被本皇子所斩 早已成为刀下王魂了 果真如此 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陆臣可不是泛泛之辈 圣子放心 我派去的是日月神朝的无影剑客 身心无影无踪 灭人于无形之中 被他俩盯上的家伙 无一幸免 这陆臣绝对活不下来 是吗 哎 这是 白小姐 白小姐竟然来了 陆臣 你居然没事 阿达阿尔呢 那俩傻货吗 被我灭了 你说什么 没想到 这陆臣竟然能在两位无影剑客的手上 活了下来 那两个人 真是废 此人就是那个十恶不顺的陆臣 这种无质之人 还敢出现在支来一声会 白小姐 给你斩了这个小人 圣子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对大家说了什么 孟主 我是为了你好 他对你忽来和去的 实在是这陆臣 住嘴 从今日起 你我之间的那点同辈之情 一刀两断 什么 可恶 和孟主多年来交情 还不如一个相识不久的小子 都怪这陆臣 陆臣 本皇子看你平平无奇 就凭你也能是无影剑客的对手 你给我如实说来 是不是你使了什么卑鄙的手段 暗锁了阿达 什么 这陆臣妹妹也太嚣张了 竟然敢当中打脸明皇子 你这下好了 得罪了明皇子 他真是自寻死路啊 看本皇子动手 我动手了又怎样 你做什么东西 我为何不干 很好 我以为我已经够嚣张了 没想到你竟然比本皇子都要嚣张 小子 你找命 懒生羊 陆臣你小心啊 雕虫小技 给我挠痒痒的不够格 你无需担心 默默 我这小 白小姐 你这是做什么 明皇子 请自重 白小姐的修为提升了好多啊 看样子 应该有了硬扛明皇子的实力了 的确 白小姐之前修为并不高 只是道行高而已 现在两人恐怕不相上下 白梦珠 你让开 来教训这个狂妄之徒 皇子 此事是你有错在先 你若再敢动手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 是你逼我的 你心肠不可辱 这是明皇子的血脉灵兽 是月神朝的皇族子弟 都会觉醒血脉灵兽 而明皇子觉醒的血脉灵兽 最强的 是传说中的三头狮王 等我整灭 你去帮我过来吧 这里打得这么热闹 你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财源仙子 你干什么 大家伙 给本仙子乖乖睡一下 睡吧 这是日月神教的顶级血脉灵兽 就这样 对信的服服帖帖 明皇子的血脉灵兽 是凝聚于天地之间 能和血脉灵兽沟通 只有对大道极深领悟的人才可以 彩源仙子不愧是先天道体 刚才的情况还远不止如此 我能感受到 我和我的血脉灵兽三头狮王紧接了一些 变得更强了 彩源仙子果然好手段 啊 好一个彩源仙子 这种对道的领悟 简直匪夷所思啊 看这样子 彩源仙子恐怕比白小姐更亲和大道 明皇子 既然这位白小姐来了 不如给本仙子一个面子 暂时停止争斗 让我和白小姐坐而乱道 如何 既然彩源仙子开口相求 我就给彩源仙子这个面子 我便等你们论到完毕 再来收拾陆成次字 白小姐 我此番专程为你而来 不知可否与本仙子切磋一番 抱歉彩源仙子 我现在并不想和你切磋 难得在这里见到白小姐 又恰逢这难得一次的知蓝盛会 你我论到一番 岂不是一桩美谈 抱歉 我还有事 没空 陆成 抓紧做我们的事情吧 别为这种无聊的事情在这浪费时间了 白小姐 你这么举着走 难道 你怕输给我 如果是这样 那我没办法了 你当我没说吧 我没想到 大鸣鼎鼎的白梦珠 居然惧怕和本仙子乱闹 白梦珠 网界甚会乱闹 人人都把你吹捧得如天神下凡一般 今日本仙子刻意前来 但见你如此坚落 终是让我有些失望 不会吧 白小姐这是便行认输了 不应该啊 难道是真如白小姐所说 是有要事脱不开身 白小姐窃战 有些令人失望 现在采月仙子才是我的偶像 我的白小姐 可是我的偶像啊 看到了吗 白小姐好像不敢比啊 别瞎说 白小姐只是不想比 现在看来 我觉得还是采月仙子厉害 对对对 没错 人有些多了 如果要做我们做的事情的话 还需要一些准备 准备 你还要准备什么 清朝 今日来的都是大教圣地的天教 若是把他们给清朝了 我觉得 恐怕有些困难 很简单 如果你觉得困难的话 就把他们打跑 那个谁 那个叫什么仙子的小丫头 过来 什么 你竟然敢对我忽然何惧 这件事情我给他做主了 白梦珠可以和你轮道 抓紧吧 我肯使劲 轮完道 带着他们赶紧走 别来打扰我们 岂有此理 哪里来的狂徒 大胆 哪来的无理之人 竟敢对仙子不敬 算了 只不过是一个无知之徒罢了 既然白梦珠愿意和本仙子比试 本仙子就先不和他计较 是 仙子 白梦珠 准备好了吗 现在可以开始了吧 你想怎么比 很简单 既然你天生与道清和 那就看看你我二人 究竟谁对大道更清和 可以 那我给你一刻钟的时间 赶窝大道 不用这么麻烦了 现在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还要清场 赶时间 听你的口气 看来你有够小的把握 既然如此 希望说了之后 让你点名道 我告则你 天哪 居然产生了大道霞光 没想到这彩云仙子 年纪轻轻 竟然能激发起 如此雄黄的大道之力 白梦珠如何 本仙子的这一首大道何名 既然如此 我也不客气 白梦珠啊白梦珠 还以为你有什么不得了的大道之法呢 就这 那个太遗憾了 如果仅仅只是如此的话 看来我确实高看你了 这和你的盛名不符 我的天哪 好耀眼 好前的大道之光 我的眼镜 这 白小姐和藏月仙子一比 怎么大道如此稀薄 白梦珠 刚才已经很明显了 萤火之光 怎能与浩月争辉 还有笔下去的必要吗 我劝你还是认输吧 承认我比你强 这不丢人 什么 我也觉得 你确实可以认输了 这也并不丢人 这 这是 怎么可能 白小姐 这是在做什么 怎么 平空出现了一条玄妙的道路 之前听白小姐姐讲到 从未出现过如此场景 我这是 采渊仙子 你的道法再怎么金光闪亮 我现在开启了大道之路 你拿什么合力 还是多亏了路程 是他在多茅村 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路 今日 才能顺利开启大道之路 可恶 我先天到底都未开启大道之路 他是怎么做到的 哇 好神奇啊 居然开启了大道之路 南小姐 你算得上是古往进来第一人了吧 这是 这是 这是您好说法 好美 好舒服 这些是无比精确的大道法则 是啊 太神奇了 这些能量进入我身体后 就如毛色顿开一般 突然迷雾了很多修行上的不解之处 这大道法则 可能要比之前的大道之力高深千万倍 没想到白小姐 直接碾压战胜了先天道体 何止是碾压呀 简直是把先天道体 按在光滑的地板上摩擦 采渊仙子 你只是明误了一些大道治理而已 而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你服不服 我承认我输了 但是我不服 来 接着笔 我们接下来进行论道 采渊仙子 你已经输了 按照之前的约定 你现在该离开了 你贵为仙子 应该不会言而无信吧 就此作罢 不行 你想让我离开 除非你跟我再比一场 我没那么多时间 再说了 我修行此道 又不是专门为了和谁比个高下 不比 仙子 请你自终 已经结束了 我梦中 本仙子不服 凭什么你能赢我 先天道体 先天道体更是大道亲子 根本不可能有人比我更亲和大道 所以 这第二回比试 乱道 本仙子把话放在这 今天你想比也得比 你不想比也得比 小丫头 为人行事 心境无争 方能秀得公餐造化 切莫要纠缠 听我一句劝 你现在就该老老实实运毒胡诛 你该走了 你在叽叽喳喳的说什么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我在和白梦珠说话 你如若再不听话 那我就要惩罚你了 放肆 哪里来的精明 胆敢对仙子无礼 尽管变成仙子 不能留 我要替仙子教训你 小话都这么不听话 放了 没想到 此人看起来弱不禁风的 竟然这么强 可恶 当着本仙子的面打伤我下人 真是岂有此理 本仙子非教训教训你不可 什么 已经敢占本仙子的便宜 放开我 罢了 本乡只是教训你 想好让你长长记性 现在看来 你是自寻坚落 执道 这是大道之力中的毁灭之力 从此不要动法 是毁灭之力 根本防无可防 这造声中的人 能够施展 这小子有些本事 但在毁灭之力的攻击下 他尸骨难存 因为 这是最无解的本人攻击 真是活该啊 这就是狂徒的下场 至今还没有人能在这一气中 安然无恙地活下来 白梦珠 刚才那个无理之徒 现在已经被本仙子灭了 继续吧 现在没人打扰我们 接下来 该乱到了 臭丫头 脑够了吗 什么 此人挨了我这状 居然活了下来 怎么可能 过得灭之道 居然对它毫无作用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 恐怕就只有一种可能 这就是灭之道的毁灭之力 根本没有攻击它 你想干什么 你好大的胆子 快放开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惩罚你个人 老实点 不听话就要挨打 你这个无理之人 你敢 那你觉得我敢还是不敢 可恶 你这混蛋 不给我住手 听到没有 什么 这大人居然真的敢对采原仙子下手 他竟然这么用 不要命了 不知道他背后的势力吗 要是被背后的那些大人物知道了 就算有十条命也不够送的呀 这家伙竟然敢当众让采原仙子出手 我不是看花眼了吧 这真的是不要命了 有人啊 这种场面我想都不敢想 简直太了不起了 这次知蓝圣会来得吃 是啊是啊 你 你 你这个不知天高天后的家伙 竟敢如此冒犯本仙子 道圣宗不会放过你的 我要把你绑起来 凌翅出局 你 你无耻 当众打采原仙子屁股 这也太疯狂了 这家伙疯了吧 那可是道圣宗的唯一传人 背后的那些老家伙 怎么能容忍得了 未来道圣宗掌门被 无名小辈如此欺负 陆辰 在本神子面前你休得放肆 你好大的胆子 赶紧停手 我再说一遍 你现在到底走不走 这可恶的家伙 我凡是一地呀 没被打够 还想多挨几下 你走不走 等一下 总算肯走了 别打了 别打了 我走 我现在就走 陆辰 我倒圣宗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 小丫头 要不是看在倒姑子的分上 就凭你对我的冒犯 就不是打屁股那么简单了 你认识我师父 好了 现在你赶紧离开这里吧 我要清场了 走就走 郑志强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报这个仇 无知肥类 一来居然敢对仙子不敬 二来 你这是破坏支来神会 陆辰 你摊上大事了 你等着被活剐吧 那又如何 我难道做什么都必须得先经过你同意吗 你算那根葱 你 乌尘 本神子刚才让你入手 你是耳朵聋了 没听见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 话说你又是什么东西 也配命令我 你 可恶 你这家伙狂得没边了 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明皇子 天日神子 此人妖欠白小姐 侮辱采渊仙子 实在可恶 不可轻饶啊 芷兰神会被他搅得一塌糊涂 逼了他 怎能敢出这等人神共粉之事 还这么嚣张 我都看不下去了 逼了他 对 绝不能轻饶子人 陆辰 现在这里的每个人 都恨不得把你给拓骨扬灰 这样吗 你也别说我们仗势欺人 支来盛会 历来有比试 文出法随的传统 之前白小姐和采渊仙子比完了 那现在 我们也来比一比 如何 你赢了 我们对刚才发生的事既往不就 你若是输了 就别怪我们无情了 可以 这样我也正好省事了 把你们一起清朝 可恶 这家伙到这时候了 还大言不惭 既然如此 本皇子先来领教你的高招 我肯忙 不用浪费这个时间了 你们几个就一起上吧 这家伙 还真是狂的没编了 冰皇子 我早就看不惯他了 不用您出手 我来收拾这狂徒 斩 去 咋回事 竟然没给他造成一丁点伤害 这怎么可能 咋回事 咋回事 竟然没给他造成一丁点伤害 这怎么可能 文出法随 是修饰凝聚自身大道感悟 在通过口中所言 使之实体化 而做出的大道攻击 此攻击 必无可避 可这路程 就一直是站在那里 根本没做任何动作 奇怪 在结合之前 我师长出来的灭之道来看 为什么我感觉 大道似乎 并不攻击此人 这种情况 此前从未见到过 大道 怎么对他没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再来 我还连就不信了 会打不到你 什么 醒一下就被秒了 竟然出口成文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 这路程绝不简单 不简单又如何 在本皇子眼中 他早已是一具冰冷的遗体 路程 你待会儿可别哭着喊着 求我饶你一命 本皇子可不会手下留情 那么 灭 对付你 简直是小菜野 下辈子做个好人吧 好强的威士 一股强悍的毁灭气息 明皇子不会是日月神朝的最强皇子 这个面子一出 万物俱灭 看来明皇子这是铁定的想要路程的命啊 不过这也是他自找的 对 路程这死我也看不惯他 我若不是因为打不过 我早出手了 哦 怎么可能 蜜子菊 为什么被他这样 轻而易举的就给破除了 本来还想着忙完了这里的事情在找你 既然你跳了出来 那现在 就该好好算算你我之间的账了 混账 就凭你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我可是日月神朝皇子 你能拿我怎么样 不拿你怎么样 只是灭了你而已 谁给我灭 好恐怖的一剑 这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是吗 这种霸道的力量 尸体快又不听使唤了 林皇子 快跑 不好 快逃 好 你觉得你现在逃得了吗 灭 不要啊 陆山 这个要是该动我一根寒冒 至于神朝不会放过你的 并会把你碎尸万顿 有老夫在 皇子不必惊慌 宋总 救我 身为神朝皇子 能能这般狼狈 这臣何体统 大胆 哪来的皇王之徒 竟敢动我日月神朝的人 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停止攻击 拭目一叩手 来我日月神朝赔罪 某哥 休怪老夫以大欺小 哼 上我时不宜叩手 救你也配 这怎么可能啊 柔柔 刚才是老夫言语过重了 当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万事可商量 还请停手 哼 你说停手就停手 我现在就想灭了他 没得商量 父 救我 小贝 你敢 日月神朝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这 发生了什么 我眼睛没花吧 天哪 这陆晨 虽然干掉了明皇子 真好大的胆子 他这样干 难道不怕日月神朝的报复吗 可恶至极 可恶至极 小子 你敢敢变了明皇子 日月神朝 定会叫你牵着 啊 怎么会这样 我这次辛辛苦苦才找到的男人 竟然又被你给 龙晨 一而再再而三换我的好事 这个因果 我们算是结象了 我跟你没玩 凡人的苍蝇 这次跑得都挺快 好了 他们的事都已经解决了 接下来 该你们了 现在还有谁不想离开呢 那就站住 我可以送你们离开 现在还有谁不想离开呢 那就站出来 我可以送你们离开 陆晨 吱 即日你如此大闹之蓝盛灰的这些举动 是和整个天外东南主义的天教为敌 就不怕惹祸上身吧 那又如何 可恶 这家伙是对自己有兔子气 才可如此出谎 我早就看不惯他了 这么嚣张的 我也忍不了 公子出手 拿下他 不错 既然是他让我等一起出手 那我们就成全他 说得对 我们人这么多 连细上都能把他压扁 主位 此次如此猖狂 已经犯了重怒 我们的替天行告 把他给正法了 大家替我号令 一起攻击 这陆臣 处处跟我作对 女女换我好事 此前碍于白孟中的面子 一直无法教训他 现在居然送上门来 正好借此机会除掉他 好 我们就听圣子的 圣子帮我们 还怕打不坏这个狂妄之族 我们一起出手 这次 非要让这个狂妄之人付出代价不可 天狱神子 因我连绰把他灭了 如何 此人狂的没变 不过 大爷有几分实力 虽然本身则 很想单独击败此人 但奈何他的行为 我实在恨得牙根痒痒 那便按照圣子所说 朱 朱 月 不 是 压 来 困 很好 现在该轮到本神子了 死战 本神子绝对要压弄着你头 只要把他给击败了 这样白猛猪才会被本神子复获 天狱神子刀子 是 好似正如一把利刃一把 看来天狱神子的文朱法随 已经修炼到了更高的境界 对 死子所作所为 人神共分 现在 随本神子一起诛灭层子 陆尘 无妨 小刀而已 不至言语间 便让他们消失于无形 走 哇 狗刀 全被他给吸进去了 天哪 这是什么神仇 这 不可思议 他这是怎么做到的 清朝 这 这是何等的修为 只是一击 便把所有人击落百层仙台 这陆尘 看来是个狠角色 百层仙台十万年来不可不灭 皆因百层仙台沐浴过神血 吞噬过神 烙印过神魂 正因为这成百上千神灵之力的汇聚 所以仙台内部 蕴含着那些陨落之神的巨大能量 败了 我们竟然都败了 今天买东南主义所有天教的遗迹 被这家伙 如此轻而易举的给化解掉了 可恶 怎么会是这种结果 神字不甘心呢 不仅如此 也要不仅凭一招 就让我们招受如此重创 让东南主义这么多天教 竟然还比不过他一人 我是打不过他了 这陆珍真的是太可恨了 竟敢如此对待本仙子 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打了小的 自然要叫老的 师父摇出来 替我找回场子 师父师父 能听得到吗 你最听话最乖的徒弟 来有事找你来了 平日没给我惹祸就谢天谢地了 怎么 今日难得你主动来找为师 是不是在外头给我惹祸了 不是的师父 这次是真有人欺负你徒弟 需要你老人家出马 替我教训那人 自己惹出来的事情 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为师现在没空 师父 有帮帮弟子吗 你难道忍心看你弟子受欺负吗 而且那家伙很厉害 我真打不过 打不过是你的事 是你自己没出息 你来找我干嘛 为师平时教导你要刻苦修炼 不要与人攀比 你虽天资卓越 但要时刻谨记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下好了 吃大亏了 贵从尾头 倒不过是你的事 是你自己没出息 你来找我干嘛 为师平时教导你要刻苦修炼 不要与人攀比 你虽天资卓越 但要时刻谨记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下好了 吃大亏了 可是师父 被打的虽然是我 但是丢的 却是师父你的脸啊 师父你看 打我的就是他 性格傲慢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还敢动手打我的屁股 这不能忍啊 这种狂妄无力之徒 必须要给他点教训才行 什么 这是 这是 这难道 这是 师父 看到了吧 这就是那个丝毫不把你放在眼里的狂妄之徒 这人叫陆陈 好像还知道你 没想到时隔了这么多年 竟然还能再见到你 师父 怎么了你 都是说话呀 到底答不答应啊 等着我 我马上过去 陆陈 这下你完了 等我师父来了 我倒要看看 你还怎么嚣张 这家伙 这家伙 他的实力 本神子竟然摸不透 看来并不是等闲之辈 圣子 之前你与他曾有过些许交集 你可知 这陆陈 此人是何背景 据我所知啊 此人没有任何背景 修为看上去也是平平无奇 只是有些奇异之处罢了 神子 今日让我等天脉东南之鱼 一众天交丢界里面 此事不能这么算了 这家伙 让本神子如此狼狈不堪 自然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不过 现在还有件更重要的事情 本神子要先回去 把众生之门 将要出事的消息传回去 嗨 这是 这座仙台 存在了这么久远 没想到 这底部居然还另有空间 走 进去 什么 进里面去 下面这个地方 你刚打开就贸然进去 你不怕有什么危险吗 陆陈 不知为何 我隐隐觉得有一丝不安 这下面 我能感觉里面 似乎有什么大恐怖存在 这人 又是我行我素 任由这性子烂来 没想到 这仙台之内居然另成一片空间 陆陈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这是 这是 发生什么事情了 癌了 天际玄黄 做洪荒 纵是朝六道轮回 也难逃着天体动荡 一切宽宿生灵 皆为尘埃 陆陈 这庞然大物 究竟是什么东西 给人一种好奇怪的感觉 这铺天盖里的威压 腰的我竟有些喘不过气了 她的身上 似乎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力量 西肤 是另一种吧 这就是陆神之战中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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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的满眼不全量力 我们对了神 而也终将化为异徒 昔日 我以仙台为阵布局于此 那一战的神纷纷雨落之后 他们的骨 血 肉 都洒落在这仙台大阵之上 在这慢慢的时间长河中 这些残骸都融入了百层仙台 化为神力 因此 百层仙台才能屹立数万年 直至今日 我当年顾强的区域 现在终于派上了阴场 我便用这里的神力 解开第三道天锁 这是为何 这是天锁 没想到你竟是那个天锁 真是让人意外 不管你重来多少次 你终将失败 我全数万年 前来百天仙台 只为当年路程布的一个局 只是为利用这里的神力 破开那个什么天锁 时间越长 变数越多 就连大道都不可能推演得如此精准 他却能精准到这种地步 现在困住我的第三道天锁一段 天下神通 我信手拈来 神光 部队 麻烦 不过 又可以 却 judgment 我 尽量 实际上 也不慎 还活 我真會跟他 倒是他陸辰有關 十五 啊吃了他 啊這不太好吧 這不明來歷的東西能吃嗎 萬一吃出個什麼事情 陸辰 啊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啊 好東西 你吃了就知道了 啊那我就聽你的 畢竟你不會害我 這是 你是什麼情 我精神澎湃的能力 我的身體 快跑 救命啊 救命啊 啊 搬了上萬年之久的百層仙台 今日車塌了 百層仙台已經成為一片廢墟了 那陸辰和白小姐呢 陸辰 你這個狂妄之徒 你這個狂妄之徒 處處跟我作對 你最好 是給我允命在裡面 這是 是 超凡 露塵 露塵 我跨入超凡了 太棒了 現在這個年齡 跨入超凡 我想都不敢想 這只是小場面 不要太激動 再说了 一位神的能量被你吸收 跨入超凡是正常操作 没跨入超凡才奇怪 没想到 我父亲耗费了大半生 累经各种劫难 甚至差点付出生命为代价 才跨入的超凡 而我 却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进入了超凡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陆尘 谢谢你 陆尘 你这个混账 今日之日我记下了 我必会把你 随时万段 走吧 去飞扬先吧 这次当众斩皇子 并一己之力碾压中天将 自今日时 这陆尘之名 恐怕正要传遍整个天脉东南主域 我发呀 这天脉东南主域太大了 这可让我上哪儿找陆尘去 这跋山涉水的 到底何时是个头啊 好累啊 水都快要斗断了 这下可别人没找到 我自己就得劳累而亡 还是歇会儿吧 扶住也真是的 我不知道从哪儿打探来的小道消息 听说了陆尘来了主域 非说陆尘在主域将会获得更大的机缘 让我也跟我来追随他 何什么来沾一沾他的光 这主域这么的 这得找到猴年马月啊 他也不会破天荒的 我蹭的一下就出现在我跟前 这这不是为难过白云虎吗 嗯 是你 哦 真不愧是主域 轻马拉车 好大的排场 这肯定又是哪方不得了的势力吧 找 给我仔细找 不要放过每一处角落 那是你的决定奔驰 你得给我找出来 小小这死你可得罪我日月神朝 走到后 老妃把他扒皮抽筋 即使是乌麻分尸 也难惜我心中怒火 此等血海神仇不报 老夫势不为人 日月神朝 这可是个大江国 今儿可一下子出动这么多人吗 从那老者骂骂咧咧的样子看来 应该是在找人寻仇 嘿嘿嘿嘿 正好走了几天无聊透了 好不容易遇到有意思的事情 这种热闹 可是百年难得一见呢 遇上了 可不能错过 在这就看看 不知道会是哪个岛 没但被如此寻仇 这下有好戏看了 我去啊 这些天马的速度 卓是非同一半 没想到跟着跟着 竟然跟丢了 哎 这 这不是 沐晨 没想到居然 沐晨 没想到居然歪打阵着 嘿嘿嘿嘿 真是太好了 这下终于跟辅主有的交代了 白云虎 你怎么来了 我肯定是来找你的呀 这一路上跋山涉水的 在这硕大的天脉东南主域找你 寻思着 这得找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啊 没想到虾猫碰耗子 就正好碰上你了 我家辅主跟我说啊 你来了这儿 就想让我再跟你换一段时间 哦 对了 陆辰 你有没有看到 刚才那些日月神朝的天马神兵飞过 这么大阵场 我感觉啊 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人 看到了 看到了就一起啊 赶紧一起去看看热闹 走啊走啊 这等神朝将国的大规模行动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等热闹 可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 而且啊 这场面肯定不同寻常 感觉啊 像是在寻仇 嘿嘿嘿 不知道哪个傻货 要倒大霉了 不用了 在此等着就行 啥不用了 好不容易碰到这出好戏 可不能错过 走吧走吧 去完了 他们就走远了 走不远的 不出片刻 他们马上就会来到此地 来此地 这是为何 陆长 你说这话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在找的人 就是我 哦 啊 啥 找到了 快来 他在这儿 好小子 可算找到了 这下看你往哪跑 快去禀告老祖 已经找到了这个狂妄之徒 先下去围困住他 别让这个狂妄溜了 等老祖过来了 把他活垮了 我去 怎么一下子就突然这么多人 之前见到的好像没这么多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你对这远神朝做了什么 他们怎么派出这么多人来围剿你啊 没什么 就是斩了他们的一位皇子 斩 斩了一位皇子 你怎么敢的 跑到人家的地盘上也就算了 你还敢灭了人家一位皇子 没想到啊没想到 到了主狱你还这么能惹事 早知道我就不来找你躺这趟浑水了 其 请问我现在总还来得及吗 陆辰 日来盛会 自你灭我日月神朝明皇子开始 你就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我等众多高手在此 今日你插翅难逃 是你们插翅难逃 傻难 狂口小儿 竟如此宽望 日月神尉 速速灭掉此子 这些日月神尉 看起来不是好惹的呀 感觉每一个都比我秀为高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这些日月神尉的身份 都是日月神朝的皇子 哥哥都是从战争堆里走出来的 是日月神朝最强大的战力 不容小觑 不容小觑 先手印 狐晨 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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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怎么会这样 人实力何能恐怖 救命 你这个怪物 啊 快跑 太可怕了 这 这是何等场面 何等神通啊 那人什么人获得了这么凶悍的神通 你们都跨入超凡了 可恶 一招灭我日月神朝十八名皇子 不可饶恕 去 本皇子来 皇兵 露晨 这两人手中拿着的 是圣兵之上 仅次于帝兵的皇兵 小心 皇兵 一出手竟然就是皇兵 不怕云虎这辈子 连圣兵都未见过 两位皇子 诛灭此贼 为诸位皇子报仇血恨 既知皇兵 还不束手就行 皇兵? 那就是个笑话 我看你才是个笑话 你尽了世面的东西 今日 让你见识一下皇兵的威能 露晨 我知道你实力很牛 那你也别硬挡啊 那是皇兵 实力黑童一半 快躲开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被他躲开了 我们的河鸡 竟然没有伤到他一丝一行 朕 不自料理 什么 这小子的体肤怎么这么强 就连替我云铁打造的皇兵居然已断了 不可能 我去 硬汉皇兵 这还是人吗 露晨 你是怪物吗 什么不过 你不是河铁 我去 硬汉皇兵 这还是人吗 露晨 你是怪物吗 日月神朝 所有人都该灭了 哇 哇 可恶 你不但斩了名皇子 竟然又斩了名皇子之后 最优秀的两位皇子 你怎能如此胆大包天 今日你必亡 日月神朝当年名为日月门 不过是一群萧小鼠辈 背信七亿只涂化了 既然是这样 灭绝了又如何 大胆匡徒 敢胡言乱语 从我日月神朝 简直无法无天 今日我们俩只能活一个 小子 大妹来吧 王的必定是你 我信任神朝 不会放过你的 我虽然已经解开第三道天祖 天下神通信守宴来 但受限于七道天祖的束缚 还是无法发挥出 真正的神通大数 刚才这是神通 我已踏入超凡 超凡怎么可能使用 如此恐怖的神通 这绝不是一个超凡可以做到的 牧场门 我幻想了 简直是我的偶像啊 请收下我的膝盖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情 从今往后 我愿意做你的狗腿子 说过这里我不想回去了 我只求能一直跟随着偶像神兵 一心为偶像服务 顺便教我一两个像这样厉害的神通 我就请晚一族了 台云虎 你来的也正好 我刚好有个任务啊 需要交给你去办 能不能行 一定行 先不管什么任务 我一定尽心尽力 陆下您请说 我保证完成 回东南之语 陆下啊 我刚来了又回去啊 我这次可好不容易找到你呢 能不能不回去啊 我还想学神 不 我还想好好跟在大佬身边 长长见识呢 去不去啊 去 大佬要我干啥 我就干啥 你就在让我上刀山下游过 我都不带眨眼的 对偶像这样死心塌地 无条件服从 我可是孤枉精兰的第一人呢 敬酒不吃吃法酒 云出人 我劝你们还是乖乖就范 不然 就别够心狠手了 你们当初把我扔下非洲的时候 可曾想到有今天的下场 此等大叔 我还苦于没地方报仇 本以为就此成为遗憾了 没想到啊没想到 正好你们也进入了飞扬仙门 这是老天爷在给我这个机会啊 飞扬仙门门规 禁止弟子之间自相残害 黄金 你敢违反门规 不怕将来受到制裁吗 哈 本少爷若是怕 就不会干今天这种事 再说了 我爸是黄刚 这小小的门规算什么 门规是用来束缚你们这些老实本分的人的 我不说门规了 谁又能把我抬呀 现在你俩倒不如乖乖从了本公子 把本公子伺候的高兴 我兴许可以饶你们 不然 别怪本公子落手摧花 可就不好受了 我大和督虽不是什么大能牌 但也不是是个人就能欺辱的 命可战亡 我也不会退送半步 清廷妹子 一起上吧 和他们拼了 好 到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敢反抗 不使好歹 既然你们不肯乖乖束手就擒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还请刘师兄出手 此两立 清廷 清廷 小丫头啃招 此人风里不跟你我之下 清廷快走开 你给我住手 哼 没想到这娇弱的小妮子 居然有点实力 不过 你挡得住吧 什么 给你们稍微能抗衡一下 你们想到 他的宵位居然是半步超凡 多谢刘师兄出手 刘师兄的实力 堪称同位中无敌 回头 我一定让我爹给刘师兄安排一个直视的位置 到时候 派中修炼资源 刘师兄随意挑选 并能让师兄修为更进一步 黄师弟 黄师弟 客气了 谁不过 多谢刘师兄出手 刘师兄的实力 堪称同位中无敌 回头 我一定让我爹给刘师兄安排一个直视的位置 到时候 派中修炼资源 刘师兄随意挑选 定能让师兄修为更进一步 黄师弟 客气了 你们俩这小逆子 刚才我好言相劝不提 非要自找苦吃 我告诉你们 这是我的地盘 来了飞扬仙门 这里都是我说了算 明白吗 接下来我要让你知什么叫做绝望 你算什么东西 后悔当初不应该只是把你丢下飞船 应该把你这种人给碎尸万段 有本事 米尔顾奶奶 领了了你还给我在这玩倔强 这美人呸子 看着挺温柔一个人 嘴巴就这么多 看来得好好调教一番了 我最喜欢制服像你这样的女人了 接下来 可要让爷好好尽兴才行啊 让你感受一下我的手段 畜生 放开初燃姐 别急嘛 小美人 等我解决了她 很快就轮到你了 放心 你们俩我都得好好招待招待一番 我要折磨得你们不要不要的 直至你们服软为止 现在听话吗 服不服 你现在立马认个错服个软 再伺候的本公子高高兴兴的 本公子可以考虑考虑放过你 这个机会可不要错过 服软 你这种诸葛不如的东西 你认为我怕你们 你这种畜生 莫要认为你现在就吃定我了 姑奶奶如若说半句软话 我跟你先 既然你这么不是好歹 就别怪我 接下来 就继续折磨到你服软为止 先从你这漂亮的小脸蛋开始 弄刮你的脸 我看你以后怎么见人 哪来的飞剑 谁 别躲躲藏藏的 给老子滚出来 清平 少总主 你们没事吧 抱歉 我们来晚了一步 接下来就这给我们吧 你们好好养伤 还好 并无大碍 只是 此人实力非同一半 我和清平连手都不是此人的对手 可千万当心才是 我当是谁 原来是你们两个废物 来得正好 也省得老子一个个的单独去找你们 今儿个 把你们一网打尽 就凭你 你不要笑掉了我的大牙 那你就试试看 究竟谁胜谁负 还不一定呢 退后 对 真是 真是 试试不惨的家伙 上 干净他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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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可能 几下就被秒了 真是 真是一群废物啊 不 不对 这家伙 只不过区区一个定届弟子 居然还会如此可怕的见法 不管你们背后是否有大人物撑腰 但凡是欺辱路掌门的人 几日 将为你们的所作所为 而付出代价 我们俩 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臭小子 事到如今还如此大言不惭 你当刘师兄不存在吗 刘师兄 此人太目中无人了 不把你当回事啊 他只是完全不把你放在眼里啊 这你还能容得了他们如此撒眼 我都看不下去了 还请刘师兄 嫁了他们 你这黄口小儿 还真是大言不惭 而等刚入门 不过是飞扬仙门最低等的九等弟子 我乃飞扬仙门六等弟子 我就连所席的功法都比你的高级 你的功法比我低等 身份比我低等 你哪来的勇气说不让我们活着离开 你有什么资格恨我 这下 你活 你活太多了 不明白吗 我居然没察觉到 可恶 为什么 你赶紧跑 不可好 我 没钱 不恐 不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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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你什么 呀 啊 啊 真好恐怖 居然一剑斩锁了我父亲给我的护体扶转 我父亲不会放过你们 怎么办 黄介的父亲黄刚是飞扬仙门的十拳大长老 不好办啊 路上没让我们再次等待 我们便再次等待 有人来找麻烦 咋了便是 宗主 怎么样 安排你们去查的人查到了 是的宗主 在东南之域 谋害两位公子的人查到了 帮助白家灭掉蓝家 谋害宗门长老的人也查到了 把画像呈上来 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居然敢藐视我汉海宗宗威 就是此人帮助白家 干掉了蓝家 怎么会是他 怎么长老怎会认得此人 宗主说来话长 当时在路上遇到这个人一身奇异的大本事 因为飞扬仙门之事 咱多一个帮手的话 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便邀请他出任我们的客卿 与之交谈之下终于答应了我们 怪不得他当时会和白孟珠在一起 要不要派人 蓝家的事情是小事 灭了就灭了吧 对我们的计划几乎没什么影响 至于这位客亲对汉海宗还有用 飞扬仙门才是我们的重点 虽然对付飞扬仙门并不指望他 但天文长老说的这番话 那看来还算是有些本事的 如果能成为助理也好 好 蓝家灭亡的事就此作罢 现在 让我看看是谁害了我两个儿子 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这 磨磨蹭蹭的干嘛 赶紧打开画像 是 这 怎么害是他 怪不得他当初会这样说 你们又何必执着 我不答应你们 是我真不适合加入汉海宗 你们会后悔的 宗主 我们好像被他当猴耍了 这个混账 灭了我两个儿子 本宗主还给他送苹果灵药 我还是第一子被人如此细刷 亲手灭了他不可 不可 我现在就要知道此人身在何处 所以把他活刮了不可 飞扬仙门到了 这里人好多啊 没想到 居然有这么多人报名加入飞扬仙门 姐 陆尘 白眼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不是在白家待着吗 我们啊 灭了兰家和汉海宗的一位长王 父亲怕汉海宗的报复 让我啊 来飞扬仙门避避风头 姐 话说你们怎么也来了 我跟着陆尘来的 姐 陆尘去哪你去哪 你们俩该不会 咳咳咳 你想什么呢 你这孩子 才一段时间不见 怎么变得这么迁奏了 我问你 怎么这么多人要加入飞扬仙门 呃 这好像和众生之门即将要出事有关 听说这一次众生之门会出现在飞扬仙门 我也不知道真假 这一则消息一出就如一时机起千次浪一般 引来了很多人前来 这些人其中不发一些大叫尖叫 我们抓紧测试吧 现在要进入飞扬仙门 可是严格了许多 万丈神碑 赎金不足百米了 下一轮测试开始 开我们了 你出去 这位师兄 我们是一起参加测试的 为何要让他出去啊 干我什么 看不出来这家伙毫无修为 师兄 我这位大哥很厉害 怎么可能没有修为啊 再说了 也没有说无修为就不能参加测试啊 你要真变 这里我说了算 我说不行就不行 滚 你 当我飞扬仙门 什么人都收吗 现在的飞扬仙门 没有太西境的修为 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测试 更别说 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不想 当我飞扬仙门 什么人都收 现在的飞扬仙门 没有太西境的修为 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测试 更别说 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 不过 也不是不能通扰 除非你们愿意付出点什么 可恶 既然这样 我们不测试了 陆辰 我们走 这飞扬仙门 不来也罢 不用 你们去测试 我要这什么眼看人低的家伙 待会自己跪着来道歉 看来此人 不仅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 而且还口出狂言 让我们跪着道歉 你是在做梦吗 没睡醒啊 哪里来回哪里去吧 一个没有修为的人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就是 居然还有如此狂妄的口气 你们尽管去测试 待会我都要看看 是谁跪着道歉 走吧 别跟这俩一般见识 这三人 竟然和负责口号的弟子起冲突 胆子看来不是一般的大 就不怕待会设施 给他们下伴子 就算过了 以后都避免不了穿小鞋 哎 猜猜看 他们能让这个混沌庄 响几声 混沌庄久想为尊 但那太难了 今天到现在为止 混沌庄最多想了四声 还是天一教的一位圣女创造的 就她 我觉得顶多三声吧 三声我都觉得可能还多了 开始吧 三声吧 还不错 最起码都可以进入富洋县门成为精英弟子了 什么 这 居然还在讲 天哪 我耳朵没出问题吧 这太难以置信了 六响 六响 七哲 我没听错吧 没想到他竟然让混沌中想了七哲 不可思议 啊 七哲 这一张飞扬星门精尽全力重点培养了 怎么可能 这小子 怎么能随随便便竟然混沌中想了七哲 这是几千年没有出现过的事情了 姐 加油 你跟陆成去修行的这段时间一定不比我差吧 让我看看你的修行结果 该我了 陆成 我厉害吧 混沌中七响 我都佩服我自己 我简直是个小天才 一般般 来源赐给你的机缘远非如此 你如果能多消化一些 混沌中不止想七哲 陆成 陆成 我已经很努力了 白家仙祖白猿的机缘高深目测 哪能这么快就能参悟得透的呀 恭喜师弟 恭喜师弟 勾合师弟 没想到啊 师弟竟然让混沌中想了七哲 这种成绩 放在我们飞扬仙门 也算得上是百年难遇的奇才了 这是可起可喝 我可没那个资格 能成为你二位的师弟 师弟说笑了 刚才是我们两个师兄不对 师兄我不识宝 给师弟赔罪了 师弟七响混沌中 乃少年天教 从此以后 必会成为飞扬仙门核心弟子 师弟的将来 也会跟这清晃的混沌中一般 步步高盛 必会一飞冲天 将来 可别忘了我们这两个好师兄哦 对对对 师弟的英姿 在宗门内定会一飞冲天 师弟 来来来 一路上星空了吧 师兄这就接引你 去见宗门长老 少拿开 别恶语奉承的 最讨厌你们这种 事前事后的态度了 今儿个我哪也不去 就在这儿 姐 我的天哪 这人是谁啊 怎么会有如此威势啊 这威势 看来不是一般人哪 莫非 又是哪位大教天教 这实力 也太恐怖了吧 一 二 三 九 这 我没听错吧 我刚才听到的 好像是九小 我没数错吧 我是不是幻听了 你没数错 我也数了一下 确实是九小 太不可思议了 对了 我知道这人是谁了 谁 这位兄台 难道知道此人 就是他没错了 此人就是 明阳天脉东南楚瑜的 大道天教 白家 白梦珠 九小 是九小 我这个亲娘了 费阳县门 这是即将要出妖孽了呀 这也太变态了吧 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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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九小 我这个亲娘了 费阳县门 这是即将要出妖孽了呀 这也太变态了呀 这也太变态了吧 师妹 不 师姐 恭喜师姐 真不愧是师姐 师姐呢 师姐 姐 你真厉害 我就说 跟着陆陈修行 一定有大机缘 没想到你的实力 比我还要强 居然九想 太了不起了 姐 你可知道 这混沌中九想 据说从飞扬仙门开派以来 就只有飞扬仙帝做到过 白眼 我们现在能有这番修为 多亏了陆陈 是他 让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是他让你脱胎换骨 从天生无法修炼 到重获新生 他对我们白家的这份恩情 今生今世都无以回报 不好意思两位 刚才是我们俩 有眼不识泰山 还且多多包涵 对对对 刚才是我们那什么眼 看人低了 打在以后都是同门了 一个屋檐下 将来抬头不见地头见的 希望两位师哥师姐 不要介意 你们在说什么呀 谁和你是同门 我们有说过 要加入飞扬仙门了吗 堂堂飞扬仙门 乃是地统仙门 没想到今夜如此做派 那这个门派我们不入也罢 这可怎么办 才好啊 还能怎么办 要是上面的长老知道 我们把混沌中酒响的 弟子气走了 再不发了我们的皮 我们不是东西 是我们那什么眼 看人低了 求求两位 原谅我们吧 你求我没有什么用 这位才是我们的大哥 我们听大哥的 大哥去哪 我们去哪 这位大哥 我们嘴见 我们给你下跪 赔礼道歉 大哥 原谅我们吧 进去吧 这位是什么来历啊 为何混沌中 七响和九响的绝世妖孽 都以他为钻 不知道 不过这位给我的感觉 不是来入门修行的 倒像是孤帝重游一般 沧海桑田 飞扬仙门 果然还是不复从前 我们去哪 找几个人 他们先为一步 来了飞扬仙门 原来你这么孤傲的人 也有朋友 无阳师兄 就是这几人 诛灭同门 已经犯了飞扬仙门的门规 实在最无可赦 还请师兄出手 以证门规 这位师兄 见莫听他一人之言 我们好生安分 明明这是黄祭 对我们图谋不归 当时情况 是万不得已 我们才出手的 闭嘴 你们几个算什么东西 只不过是一群刚入门的弟子 也配与我黄祭师弟互相争辩 实在是岂有此理 我现在以飞扬仙门首席弟子的身份命令你们 跪下 投降 老老实实 给我黄祭师弟刻一百个像头 否则 就地斩了 就地斩了耳朵 无羊是吧 我还以为你是个能好好听人说话的人物呢 原来又是个不分青红皂白的辣子鸡 斩了我的 有种就来呀 我怕你不成 很好 我很长时间没有遇到这么嘴硬的人了 既然你找孽 那就别怪无情了 上 先把他们的腿给我打折 给他们吃点教训 让他们知道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仇灭 什么 只一下就灭了三个 这还是入门弟子的实力吗 巫师兄 可千万要小心 拿着剑的这个家伙 他有一些厉害 不是能轻易对付得了的 无妨 此人或许是使了什么卑劣的障眼法 才让他们几个大意 这种手段 还是骗不过我飞扬仙门首席的 在我眼里 这不过是三角猫功夫罢了 那么 就来对付他吧 小子 刀剑无眼 要是一不小心栽在我手里 可别怪我呀 可恶 没想到堂堂地统仙门的飞扬仙门 竟都是如此活的 既然如此 我们就只能打出去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怎么可能 我可是手心大弟子 怎么还不是一个入门弟子的对手 反了反了 我们竟然还敢反了 看来今天你们几个的小命 还非得留在这里不可了 小命 什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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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了 我放了 你 女人可是冰陽仙門的首席弟子 你們都敢斬 這下你們完了 我要讓你們吃不了兜著走 冰陽仙門不會放過你的 皇季 接下來該輪到你啊 你這個猥琐小人 在你冒犯我的那一刻開始 你就已經是一具冰冷的遺體了 拿命來吧 請問你來摘下他的相守人頭 來人快來人哪 有人造反 不要先沒有人造反 來人啊 爹 救命啊 女賊 修上吾爾 死女賊 修得放肆 還不恕少糾情 叔叔給吾爾道歉 你且刻上一百個槍頭 然 不讓獨等付出殘酌的代價 要不給你滅掉我輝陽仙門 熟悉大弟子這一條罪過 滅上你十次都不夠 爹 這些人不僅欺負你兒子 他們居然膽大包天 竟然長了熟悉失修 快拿下他們 輝陽仙門弟子聽令 速速拉下眾賊子 怎麼啊 為什麼 為什麼剛才 不是很轉很嚼張嗎 不是要娶我向上人頭嗎 來啊 剛才那股子把我滅掉 世不為人的勁 那去了啊 這三人火球讓你們知道知道 什麼叫做自不量力 不行 他們人太多了 我們幾個今天 恐怕凶多幾少 這什麼 好久沒這麼痛苦了 拖展一個就轉一個 林寮 我還得拉幾個墊背的 不愧 事到如今 一無路可走 戰 大家都沒事吧 無礙 清兵和劍十三呢 我倆都沒事 大家堅持住 小子 看你們還能堅持多久 拿命來 別掙扎了兩位小美人 接下來可有好戲看了 戰 大家先等一下 聽我說 這傢伙的劍很厲害 幾乎都是一招之內 就有很多人滅喪此人之手 我提議 先滅掉此人 我來 你信此人的身手 還真如那般神乎其身 可惡 竟然又滅我一元門派弟子 術子還敢成秀 趕快速速投降 老夫還可以從輕出發 如若再不停去 休怪老夫 沒有你好果子吃 你上了 你見他 小子 拿命來 這是 露晨 怎麼了 劍修的氣息 就在前方不遠處 北洋仙門有逆賊 速速前去支援 跑吧逆賊 別讓他們跑了 過去看看 露晨 世兄 掌門 是你 我當是誰呢 原來是你小子 來得好啊 也省得我去找你了 正好把你們一網打劍 飛揚仙門 做得好 你們做得可真好啊 這個狂王之徒 就由我來拿下他 小子 探招 快 什麼 我兒 我兒 沒事吧 現在立刻替他們指上 好 我兒 你可千萬不要有事啊 一定要堅持住我 爹 我好難受 感覺五脏六腹都被攪碎了 好疼啊 你一定要替我狠狠地教訓此人 可惡 你這混账東西 竟然一掌打掉了我兒半條命 把你千刀萬刮也難惜我心中怒火 即日 我非要讓你付出殘痛的代價不可 來人 我滅了他 不能讓他們活著離開飛揚仙門 他 嚇了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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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紧紧直言片语就可以操纵他人自裁 此次真是可怕的手段呢 可我看来更加不能留你了 这 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历 好可怕 这是什么药法 这几年白日的 那人只是站在那里不动 我都能感觉到 后背那股子彻骨的含义 我们究竟是在跟什么样的怪物交手 干伤我的人 你们统统自裁吧 诚狂 小小这四 简直是大言不惭 你们莫要惊话 莫要被他的妖术给蒙蔽了 他只不过是在徐章声势而已 小子 你当飞扬仙门是什么地方 竟敢说出这种狂妄的话 这里岂能容得了你一毛头小子来撒野 极致 为你教训教训你不可 让你知道迟到 在我飞扬仙门狂妄的人 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就老夫亲自出马 阿明来 是什么就是 父亲 你怎么完了 难道父亲出名都无法教训这个黄图吗 太棒了 真不愧是掌门 掌门威武霸气 这下简直太帅了有没有 痛痛痛 明明受那么重的伤 还那么激动干嘛 小命丢了 我可不管 没想到你既有这般能耐 绝能伤我至此 这种神通手段 老夫从未见到过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劝你不要不知好歹 老实交代吧 我到底是什么人 是啊 时隔那么久 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不过现在 是斩你的人 小美你敢 我劝你不要这么狂妄 这里乃是地统仙门的飞扬仙门 即使你等撒野的 不管你是谁 哪怕你是跳龙 也得给我盘着 这事情还没有我不敢干的事情 说了这 他自然是说到做到 小大 你大胆 你跟着斩了 北洋仙门长老江湖 有什么后果吧 北洋仙门的怒火 你承受不起 哦 是吗 那你看好了 住手 究竟是对的 看看那我飞扬仙门放肆 简直太怒充无人了 但我飞扬仙门的内门和长老 都是好欺负的吗 掌门 掌门你来得正好 此次异性人如我飞扬仙门 还灭了我们一众弟子 就连天骄弟子 也难逃这异性人毒手 还请掌门替我们找回公道 小子 北洋仙门掌门亲至 还不速速受降 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 最好乖乖放了我 也许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不然 所有人都不可能活着离开 来 小恩 吾吾 掌门救命啊 大胆贼子 你看还不速速给我住手 什么 父亲被人斩了 可恶的小子 在门掌门境前 胆敢当众灭我飞扬仙门精彩长老 今日不给我一个交代 不必灭你三魂七魄 让你有师父的嘲生 交代 可以 我是一个奖礼的人 你既然想要交代 那我今天就先给你一个交代 事情的起因 都是这个皇忌 一路来对我们突破不轨 企图用卑劣的手段轻薄于我们 我们求助无门只能奋力发起反抗 而皇刚包括你们非常羡慕上下 不但无人为我们主持公道 这也就办了 既然还因为我们是刚入门的弟子 就要在我们面前树立威人 联合起来欺压我们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没错 事情发展到现在 都是你们飞扬先门逼的 这个交代 你们可满意 当然 如果这个交代你们不满意的话 那我还有另一种特殊的交代 明小贝 不就是陈一谦这几位姑娘的美色而已 自古以来 英雄都爱美人 这有什么错 我飞扬先门将来各个都是 当时英雄豪杰之人物 这有什么奇怪的 只是为了这个 你就要在飞扬先门大开图界 简直是大逆不道 一马归一马 黄祭飞扬先门自会成处 但儿等所作所为 亦不可饶恕 由此看来 飞扬先门没落至此 皆因有你们这群渣仔蛀虫在蚕食 飞扬先帝的脸都快让你们丢尽了 住口 你这无理之徒 请看知乎我飞扬先门开派祖师 你算老几 我看你这活得不耐烦了 当年飞扬先帝本着除魔未斗 维护世边正义 所辛辛苦苦创立的飞扬先门 多年所积累下来的口碑 怕不是要毁在你们手里 跟你们这些蛀虫也没必要都说什么了 今日我就为飞扬先门 肃清你们这些垃圾 混账 事到如今还敢大言不惭 肃清我们 你算什么东西 还有资格说这种话 我现在是毙了你 天哪快看 是副掌门的金刚掌 听说副掌门的金刚掌 另到了出身入化的地步 其威力更是巨大无比 据说一掌可以拍摧一座小山 今日一见恐怕锁船废墟啊 这猴的混账 竟敢灭活父亲 现在就是你们的末日 此仇不报 飞扬先门以后还在东南主义 怎么混下去 副掌门定会把你给碎尸万段 等着吧 啊 什么情况 这 我该不会是看花眼了吧 你没看花眼 的确是副掌门 被那人一招就给打趴下了 什么 怎么可能有这段事情发生 这不可能 可不 怎么会这样 这个臭小子 能力怎么这么强 看着明明弱不清风的样子 现在有何话说 你一只臭虫对我来说又有何难 说逼了你就逼了你 你敢 迎接你的 将会是飞扬天门的乌鸡怒火 废话真多 密 王四 你这狂妄小儿 还不速速入手 什么 你竟敢 反了 简直是反了 今日让我派受如此屈辱 弓灭此子 非杨仙门今后何以立足 在世间何以梳理危险 非杨仙门诸位长老何在 就凭你们几个 废物就是废物 不管来多少结果都一样 改变不了什么 可恶 事到如今还大运不惨 大家上啊 随我灭掉此狂兔 真是不自量力的一群家伙 既然如此 神通 足足 这是什么情况 可恶 我的身体 怎么动不了了 我的实力那些门中出掌门以外几乎无敌 在他面前竟然毫无招架之力 看来此人实力并不似表面这万 这 这到底是什么法术 废话真多 就先从你斩起 不 救我 贼 当真以为没有人指得了你吗 来人 去请老祖 什么声音 啊 这股气息 直冲天际 莫被这老祖出关了 你想不为事事的老祖出关了 看这贼子还怎么嚣张 請老祖的人还委屈 老祖便来了 老祖 他是感受到了此地发生的事情 老祖已出关 我看你还如何嚣张 我嚣张又如何 他出他的关 我斩我的垃圾 你 这是 老祖来了 拜见老祖 老祖 老祖 我乃飞扬仙门 当代掌门 请老祖出手灭 你的事等会再说 本座有吉事 老祖出关 不是来屠灭贼子的 老祖出关 不是来屠灭贼子的 我问你 令混沌中七响和九响的两位天才何在 什么 混沌中七响和九响过吗 掌门 刚才确实有两位考核的弟子 令混沌中七响和九响了 你看 你看看你们干的都叫什么事 这种事情你们怎么不早说 这可是头等大事 这关乎飞扬仙门的兴亡 耽误了飞扬仙门发展 这个责任 你们这俩家伙负担得起吗 我 这 这件事情我们正要禀告掌门大 但谁知道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啊 好了 别说了 看在你俩为仙门招生尽职尽责的份上 这件事情就既往不咎 下次长点心吧 本掌门为了飞扬仙门 为了你们这些琐事 可真是操碎了心啊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找到那两位混沌中七响跟九响的天骄弟子 快告诉老祖和本掌门 那两位天骄弟子在哪里 这个 这个 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俩是想闹哪呀 说话 直直无无干什么 就是他们俩 就让那个九响 站白头发后面这个七响 啊 你说 令混沌中七响和九响的军事天才 是这群逆贼中的两人 千万一万一 你是天咎 为你们这群二户 现在给弄成了逆贼 是不是看错了 看不清麻烦去佩服炎镜可以吗 没 没错 是我们七眼所见 看得一清二楚 当时我们脑子都被敲到翁翁坐下 我们至今都觉得难以置信 七响和九响都是飞扬仙门不是初的人物 你管如此天骄叫逆贼 哪怕是当年的飞扬仙帝也不过如此 这个九响弟子万一是下一个飞扬仙帝呢 那就可以带领飞扬仙门走向鼎盛之路 乃至超越之前的所有人 你们到底干了啥 把人家当成了逆贼 这 老祖事情是这样的 罢了 罢了 两位小娃娃 你们都是我飞扬仙门未来最核心的弟子 过来吧 此事以后我就该不追究了 飞扬仙门在我印象里 本是天脉东南主谕之中威望甚高的地统仙门 可如今我看到的 却是你们事事欺压弱小 如此做派实在是令我大失所望 好歉 我现在并不想成为飞扬仙门的弟子 就是 测试的时候 甚至是看到没有修为的人就人滚出去 不说别人 我是最厌恶这种做派了 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想恕你们飞扬仙门 放肆 老祖给你们面子是看得起你们 我要不知进退 不然惹老祖不高兴了 给你们两巴掌 我先给你两巴掌 老祖 你 都怪你们这些废物 让两位天脚对飞扬仙门生出怨恨之心 我解决此事 你这帐门别当了 是是是 此事我一定好好处理 请老祖放心 那根结底都是你这个家伙设出来的祸事 请问 我已经知晓了这件事情所有的来龙去脉 发现一切的端倪 皆因此此而起 这样吧 我也不护短 我直接把此次交给你们 要打要罚 我只直接灭了此子 任凭你们处置 如何 不要 我们去路程的 仅仅是处理了这个苍蝇还不够 飞扬仙门是坏子跟上 今日我要拔除坏根 不 两位小娃娃 你们俩一个让混沌珠气象 一个让混沌中酒响 虽说是千百年来难遇的天骄 但也不是你们用来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本 这里是飞扬仙门 本座如今拉下脸面来给你们这个面子 你们要接着 你们不接着 就是不给老祖我面子 报告很严重 老东西 你别在这里疑老卖老 你的面子算个球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他刚才在骂老祖 这不能忍啊 不道的 伪扬仙门老祖不可辱 这家伙竟然如此狂妄 我从未见过如此狂妄之辈 很好 就接着狂吧 老祖你都敢骂 这是把自己往地狱里送啊 我腻歪了的人 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狂妄之徒 接下来 你就等着迎接老祖的怒火吧 很好 就接着狂吧 老祖你都敢骂 这是把自己往地狱里送啊 我腻歪了的人 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你这个狂妄之徒 接下来 你就等着迎接老祖的怒火吧 好好好 小子你做得很好 已经上千年没有听人这么和我说话了 老祖 此子如此猖狂 不可留 只有教中飞扬仙门的天骄才有价值 像他们这种逆贼 只配被图 还请老祖现在立刻马上制裁他们 让他们知道知道 飞扬仙门不是好惹的 小子 我让你说话了吗 老祖 你知道如此出众的弟子 飞扬仙门有多少年没有出过了 你说图就图啊 你这个败家玩意儿 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庸人 飞扬仙门才会一代不如一代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 既往不咎 你们这些人都会被飞扬仙门当作最核心的弟子培养如何 我说过 拔掉飞扬仙门的坏根 首先拔掉的就是这个掌门 让他滚过来扶珠 好大的口气 这是把飞扬仙门当什么 够了 飞扬仙门的掌门就算再不是东西 也代表了飞扬仙门的门面 岂容你说斩就斩 既然你们不自量力 就别怪老祖我亲自出手了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如此嚣张 好强大的气息 竟然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了 一个无名之辈倒是狂妄 望向图门掌门 你倒是敢想 得罪老祖 其罪当助 什么 这是 是混沌中的声音 习惯 混沌中怎么响了 现在也不是测试的时候啊 现在也不是测试的时候啊 要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混沌中来飞扬仙门生物 怎么会把老祖给困住了 啊 这 这什么情况 可恶的小子 快放我出去 不然我要你好看 老祖 你没事吧 魔头 你这家伙简直是个魔头 竟然都有我飞扬仙门的混沌中 飞扬仙门的诸位老祖 飞扬仙门有大危机 还请仙门中的绝世老祖出关 拯救我飞扬仙门 飞扬仙门 飞扬仙门如今被大漠头欺凌 还请仙门秘境中的绝世老祖出关 拯救我飞扬仙门 啊 啊 啊 摇人是吧 不用麻烦你们了 你们的绝世老祖 还是我帮你交出来吧 展齐 何在 展齐 展齐 他在喊什么 展齐是谁 展齐 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啊 我想起来了 展齐不就是当年跟随飞扬仙帝身边的那位绝世老祖吗 也是我们飞扬仙门的第一老祖 啊 难道展齐老祖还活着吗 就算还活着也是自封在神圆当中了吧 小子 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做什么晴天白日梦 就凭你也配呼喊我飞扬仙门绝世老祖的名字 展齐你听着 我数三生 你若再不出现 就别怪我收拾你 狂妄小儿 竟敢在这里故弄玄虚 三 来了来了 这就来了 哈哈哈哈 行啊 这 展齐老祖 竟然真的出现了 这怎么可能 对 你老祖听到了我的重情 你正在看我足足 而被这小子巧合的撞了个正轴 天哪 没想到飞扬仙门的开派祖神 展齐老祖竟然还活着 小子 展齐老祖就算出现 也是本掌门换出来的 也是来收拾你这道窝头呢 你只是刚好碰巧卡了个点而已 哎 爷 还寻思着这个声音怎么听得这么很熟 还真是没想到 真的是你啊 啊 什么情况 啊 我也瞎了吗 这是我们的爵士老祖 啊 老祖为何在他面前如此悲攻去击 而且我刚才没听错吧 好像老祖刚才称呼那个逆贼 叫爷 说吧 为何来的这么慢 说吧 为何来的这么慢 哎呀 爷啊 您这是突然到来 在飞扬仙门大闹一通 哎呀 我这不是没敢认吗 要知道是你 我早就过来了 小子 怎么会这样 这鲁臣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就连飞扬仙门开派祖室中的爵士老祖 都对他毕恭毕敬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早知道我就不该去招惹他们这群活祖宗 这下老天爷都救不了我了 展齐 你一直在仙人之中 眼看着飞扬仙门沦落至此 你为何不管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是一点都没变 你看我 都成为一个糟老头子了 这些年 要不是我自封原始之处 可怕树员早就耗尽了 斩神旗还在你手中 在的在的 自从他们都离开后 就把斩神旗交给我包管了 守护斩神旗至今 这也是我活着的使命 就为了这一天等着爷的出现 很好 既然斩神旗在你那里就好说了 那就斩了这些人祭旗吧 是什么 好 既然爷开口了 那就听爷的 说斩了他 那我就斩了他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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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 就要让你们对咱爷的无礼 以及让飞扬仙门没落至今 而付出代价 斩神旗 出 哎 下于世间之磅礴正气 斩尽一切之邪道妖神 是为斩神旗 不 不 斩神老祖 看在我为飞扬仙门鞠躬尽瘁的份上 饶我一命啊 我呸呀 飞扬仙门自你旧任掌门以来 整个门派渐渐的就被搞得乌眼瘴气 碍于门规 仙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本不会插手 没想到你非但不知道改 还这样一错再错下去 直到如今你还好意思求饶命 你若是知道今天的下场早干嘛去了 我飞扬仙门来堂堂地统仙门 当年飞扬仙帝匪心费力所创建 经历了多少劫难 维护世间正道更是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 如今没落成这样 和你们这些不分青红皂白 是为素餐之辈脱不开干系 老祖 仙门没落之间是我等失职 辜负了飞扬仙帝和一众老祖们的厚望 我等之错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把我们这条小命留着 保证以后带领飞扬仙门走向正轨 我与仙门那众长老保证不再犯 可我毕竟是飞扬仙门掌门 斩了我就没人带领飞扬仙门发扬光大了 不可啊老祖 饶命 我飞扬仙门 岂能再容而当蛇虫鼠以遭剑 什么 我飞扬仙门当代掌门就此与命了 露扬仙门我错了 是我永远不识太善 是我故意看人定 我活干 我不该清零弱小 说说你饶了我吧 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 只求你放过我一条小命 不过以后我绝不再正式欺人了 是我永远无助不识真神 只求你放过我吧 我不敢惹你 就我十个胆以后我也不敢惹你了 不不不不就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再作恶了 大人有大量饶了我这次吧 你把我打个屁把我放了以后我一定尊老二要好好做个好人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这老祖说一声要我一命吧 不 不 不要 放过我 奇压无辜之人 如此无耻之辈 也配要咱爷替你求饶 其实 我不斩你 天理难容 爷 这些人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全部斩了几齐了 还有什么吩咐 您尽管说 嗯 干的不错 差点忘了 这里还有个老家伙 可恶 老祖我到现在 还没有被一个后辈真的如此狼狈过 你这个臭小子 哪敢困住我 老祖废了你 下地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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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地狱吧